室友出轨,他本人跟出轨对象开房呢,他男友知道他出轨以后说要来找他,他说无所谓,然后还在网上撬那个男的有本事就去我寝室门口等着我。 结果他男友男扮女装真的来了,一脚踹开我们寝室的门,爬他床上等他。 我们又跟导员说又报警,他才仓皇逃走。 最后导员来了,则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控制住那个男的,万一他跑到别的女生的寝室里了怎么办? 我们怎么负这个责任? 能说说你们学校里的巅工巅婆吗? Mom带来最新鲜的网友分享。 Soyip High超可爱,说,有个女A偷B的外卖,B查监控拍照,发到宿舍楼群里连以打马,但是因为衣服身材形态等,还是被认出来了。 女A觉得颜面无存希望,B能删除照片,B不肯,A威胁要去跳楼,B不管,A真去六楼天台了,结果太高了,有点害怕,然后去二楼跳下来,底下有草坪有花坛,被台上担架的姿势很奇特,然后他真死了。 学校舆论风向还是骂A,心疼,B被偷外卖,还无缘无故背了条人命。 过期艺术驱动器,说,嗯,偷钱的男生被发现了,在食堂门口对质,他直接脱裤子拉屎,对,就是物理意义上的脱裤子拉屎,还是中午下课的饭点。 白柳去打怪了说,难得把男澡堂唯一的吹风机拿去女澡堂,给他女朋友用。 X说,我室友因为另一个室友在宿舍放了一个屁,距离他吃的东西很远,但是他说这是对他的食物不尊重,并且在教室办公室大声质问我另一个室友为什么要不尊重他的食物。 没想到吧,说,大学图书馆门口草坪,一男一女,清晨五点,一站一蹲,相约撒尿,震惊我一百年。 日照手混线,说,想起之前看到的视频,女生军训跳舞,胸部都露出来了,还在面不改色地跳舞,真点。 沈晨一,说,还以为我们985里有女生在浴室拉屎到地上,就算很神经了,没想到一山更比一山高。 请叫我去学PMP说,邻居滇工滇婆听不听,专门半夜12点到2点吵架那种,私生活喊得全世界都知道。 说,滇婆在寝室当众穿开裆丝袜不被人,里面没穿内裤,然后套了裤子去跟她男朋友约会。 Laurie说,大学的时候,操场下面的楼梯上演春宫图,正对着一个男生寝室,还被录视频传封了。 吴吴道,说,因为听到有人骂人,直接闪现,跑下去扇那个同学两嘴巴,眼镜啪的一下拽下来揪头发。 在灵山采风的漫画家,说,一个女生,每次在楼道撞见她都和不同的男生Kiss,基本间隔三四天见一次吧。 双皮奶席之靓仔,说,宿舍一个女的,自己东西从来不收拾打理乱糟糟的,找不到东西就总以为别人拿它的。 爱意不会迟,说,在学校看见一对情侣舌纹两次,一次在白天,一次在晚上,我已经不想多说什么了。 Yuki说,古代文学老师画重点,然后第二天说,骗你们的谁懂啊? 在座的大学生们评评理。 蓝妹丢了眉,说,我开学跟室友说我睡觉早熄灯要安静,然后他们熄灯之后,朋友来玩说忍我一个学期了。 博鳌,说,这么说我儿子学校也是颠的,星期一下午通知星期二期末考,美其名曰,不给太大压力。 我要开花? 我要翻呀? 说,前室友间好友和我其他室友说我得HIV了,后来传的传的前室长说我得宫颈弥烂了。 西莫,说,滇宫不想上大学了,为达目的,在某个设有床上拉了一坨,然后床单包时扔洗衣机,震惊一万年。 这时路灯亮了,说,最后一年团之书觉得自己转预备无望,故意不提交其他同学申请积极分子和预备的材料。 雾染万象,说,北方人大冬天,在北方学校开空调暖气,天天开28摄氏度,把南方设有热出汗来,这个怎么说? 我素赛博小猫,说,初中大会儿有个学长在厕所外面,对,就是厕所外面,拉屎,然后还被保洁阿姨踩到了。 某某前来说,学伟为了得一等奖学金,把我们整个寝室的材料都不通过,辅导员说我工作失误了,抱歉。 小范的无聊生活,说,隔壁女孩男朋友每天在楼下喊她名字,智能手机时代,依然坚持使用最原始的通讯方式。 章鱼小丸子公主,说,每天凌晨出门约会,各种折腾自己,聚吵,然后过两三个小时,又回来一顿折腾,再上床睡觉。 韩斯燕说,天天说自己是富二代,家里黑白道都有人,黑道俩大哥打架,他从中间当合适老。 赤霞猪,说,我怎么怀疑这个A同学是不是家里有点背景,就他能联系老师,别人想看卷子都不行。 明月照经伦,说,妈的,这帖子里的女癫婆让我联想到了,朱丽安里面那个下,她毒的毒害的凶手。 西,说,寝室里的一个二次元,天天朋友圈骂这个骂那个,把我们摄友骂了一个遍,上次还打人。 世界乱套,我睡大觉,说,两个人谈恋爱吵架包括但不现于,在教室怒摔饮水机,在画室怒砸画板,在走廊护山耳光。 走向你,说,我们隔壁班颠婆和我们班颠工天天在下楼那个地方缩嘴巴子,隔老远都能听到声音的那种。 柠檬配香草,说,下课了以后,当着我的一对男女同学在那里亲嘴,当时初二的时候,我看着实在是太恶心了。 高卷子,说,好精彩的评论区,好多瓜好爱吃,会说的多说点,我先收藏了,等哪天没事干了,全看完。 啪啪茶,说,有个女的一个半月左右,就要跟我说她怀孕了。 而且,每次我想拆穿她,她就说各种原因流产了。 Paranine说,班长为了自己评讲评优,把班里关系不好的同学一项成绩都打中,结果自己专业课挂科了。 小P,说,之前置顶的几则启示,有了热度之后,莫名被系统删平,趁目前帖子还有余热,供助宝贝回家。 滴滴滴卷起来的报纸说,小情侣在教室里面不嘴,两个人不同般的,女生在我们般,男生在隔壁般,每节课下课都来。 春日素,说,一个男的灵天天在朋友圈发那些灵字拍,脸屁得像猪精,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发了自己的裸照。 Hello77说,一个男的开学看Park,还有女朋友,然后火速一个星期,隐藏了拥有了新欢,还被我撞见在一起了。 4,护赞置顶板说,我们学校有个男的男伴女装进女生宿舍,还一直在浴室门口,徘徊我真的想一枪崩了她。 蜡笔小心,说,颠婆,偷设有饭卡刷,偷小麦不零食,偷快递,还特别爱分享自己偷来的食物,不吃不行。 男傅,说,一个研究生学姐,因为怀孕了让学校给她找单人兼助,理由是之前留过一次帕住宿舍不安全。 O,说,学校大义军训,操场上都是一个个方证,颠公颠婆在看台上演活春宫图,看台是他们的大床房。 OPOMPT说,我们班有个颠婆,说有带一张脸的太阳抑郁症的,她自己说的,只要有男生和她对视了一下就说人家暗恋她。 茶茶,说,我们班有个男的上课不听,每天迟到矿课,线上考试都能忘,她还说,缺考影不影响她拿奖学金。 你脸红什么,说,周末和室友约羽毛球,在体育馆发现好几个BYT,现在体育馆疯了,再也不能早起去占场地了。 Echo说,那我说一个,上完游泳课回宿舍直接脱光,说是衣服穿着难受,然后慢悠悠收拾东西去洗澡。 对方正在长头发,说,颠公偷期末试卷还发朋友圈导致考前三天试题全换成外面购买的了,重点不同,考试范围也不同。 发财术,说,我朋友跟我说的,一女生偷了室友的香奈包包四千件卖报警后,又去赎回来,颠簸。 四月,复活版说,疫情风啸俩俩人在小树林搞被拍照传封了,他们搞那个小树林后面是图书馆,从里面什么都能看见。 嫁给春天,说,口罩的时候,封寝室,很多人都回家了,楼上女生宿舍,一女生把男朋友搞到寝室来住了好几天。 幼稚,说,高中食堂一对情侣,晚餐时候两人就拿了一根黄瓜吃,男生用嘴把黄瓜皮啃掉,黄瓜新给女生吃。 小孤独,说,有个男的一个月换着追仨女的,然后人家女生不管理不理她,只要有了对象,她就跟别人说她被绿了。 美丽女人,说,雅女的是朋友,彼此都有对象,天天穿我搬另一个男生的羽绒服,关键是学校有统一的校服。 小韩,说,总是在食堂看见一对情侣老是吃一碗螺丝粉女的,还在吃着粉呢,男的就抢过去喝汤。 小韩,堪比黑马情侣,等我有钱了,说,我发小的学校里有人把机房电脑键盘的键帽扣下来,然后重新拼回去,拼了个I love will。 瑶瑶,说,我高中的时候可能是别人眼中的颠簸,现在虽然变正常了,但是一回想起高中就会有阴影,感觉是污点。 Cecilia,说,有个女的在图书馆自习,把图书馆的椅子偷了,保安查监控的时候都猛了,然后把监控发校园墙了。 沉默的未知,说,期末考试前有人弄到了试卷,结果有人去问任客老师是不是考这份卷子,逼着老师临时换卷子。 Lisa Bubu,说,那就不得不说,我们学校那对浴血奋战的小情侣了,分分合合抄抄骂骂,人尽皆知,现在又在一起了。 凡凡,说,学校让填个人信息,颠簸质问导员,要她的QQ号微信号是领导要加她好友吗?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加菲不爱吃鱼,说,赤身裸体在教务大楼前的水池游泳,三乘以三米的样子,里面都是荷花、金鱼鱼鱼,后来听说被开除了。 Momo说,我们学校的牛人,从网上买了材料自制烟花,在教学楼四楼南厕所燃放,把南厕所天花板炸了下来。 B香软高,说,我们学校文学院有个保研哥,以老师画重点分数拉不开为理由向学校举报,然后全校期末考换币卷。 爱吃葡萄,说,我们十二点选课,学习委员十二点过二分发选课的账号密码,选课前好几个人在群里爱特不回的。 Momo说,大一的时候,那会儿大家在宿舍上网课,一对颠工颠婆在教室里渡,被路过的同学拍到窗帘在动。 00,说,贫困生补助一下发就花八百块买皮肤,还问我二等贫困补助名额那么多,申请了就有,为什么不申? 盲目恋爱没结果,说,要求老师画重点,老师提示了几句后自己没复习,考试时直接向寻考的院领导举报,要求重新考试。 一只炉子,说,上铺颠颇有鼻炎,常年再在床头挂一袋醒过鼻涕的卫生纸团,经常掉到我床上,不懂是什么恋物皮。 盲目说,上着课,两个人抱后面疯狂亲嘴,我们迟到都不好意思从后门进去,一节课,那个嘴就没下去过。 卖蛋糕的幼儿园老师,说,我们是幼师专业,全班四五十女生,有一个女孩子有一本死亡笔记,班上所有女孩子都上榜了。 某某说,评论区让我感叹,我的生活是如此普通平淡又无趣,人无趣就算了,我遇到的事也是如此乏味。 一只,说,喝多了非说自己是条鱼,在走廊里裸奔,在寝室尿尿,在洗手池了洗澡,他朋友一开水,酒醒了。 咩咩,说,天天在宿舍炫耀自己家里多有钱,结果我申请助学金,他给我举报了,他自己去申请上了,还跟我炫耀。 多喝什么,说,班里有两个女的,每天下跪,在班里跪,楼道里也跪,有一次在楼道里给男的跪下了,哑人一块跪。 原来是倩姐姐啊,说,认识一个男生,带她女朋友在他们宿舍住,好像住蛮长时间的,就拉个窗帘,不过后面出去租房子了。 小小小海罗,炫文罗壳说,班长不通知推选入党积极分子,自己和辅导员说,我们都没兴趣,结果辅导员生气了,只让他当积极分子。 李七七阿弟的影迷,说,我叔叔认识一个人,本来想老公务员,失败两次去营销公司当文案,后来熟悉了,就转换赛道去吃爱国饭了。 北墨,说,摄友,扑阿另一个摄友说,我在家家人,都宠我,所以你也得宠我,我说的都是对的。 我听说之后,儿张嘴皱眉的脸。 成青安,说,你的跟导员搞伤了,还怀孕了,最后女生妈妈来学校了,但是导员早辞职了,那个就做人流了,转班了。 唐佑混合物超级爱好者,说,颠工颠婆都有相同的特点,豁得出去,不要脸皮,坚持不懈。 真的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啊。 乌鸦的小Mirror说,看了三,你们那个老师也不是什么好老师, 把这个气出在你们全班身上啊,一起加入举报老师的行列吧。 没事大于睡觉,说,学校有个人,从小红书上到了张图,然后在我们集市里面用那张图找NPY,还公开表示喜欢穿长靴的。 彻彻,说,要是我平时努力学习,最后老师,话重点,大家得高分我会比这个里的颠婆,还颠我恨不得炸了全世界。 Sakura说,不知道是谁,总之疫情封效期间,我们在学校后山上发现了用过的避孕梯,新鲜的,在小路边的草丛里。 小红薯下画线一个,说,都等不到大学就发颠了,高中女边脱衣服边闹跳楼,男的一直拽着,女脱胜熊罩,好家伙整层楼都看着。 叶波气泡水,说,我上的师范,当时女生宿舍很多奇葩,现在都当老师了,分散在全国各地。 所以你说,现在的孩子,她能不疯吗? 每年夏天,说,寝室就一个卫生间,颠婆室友洗完澡,还要在里面洗衣服。 寝室其他人都在等她洗完澡,我说她,她还生气。 草莓糖葫芦,说,我们班的颠工颠婆,天天各班里热情亲嘴,感觉下一秒就要上床,而且就是初三,你懂吗? 就当着人面前亲。 荔枝,说,高二,男生又矮又丑,女生头发蓬松大眼睛,怀孕,不敢告诉父母,以心理问题借口休学,男的借钱打胎。 流浪的大马峰,说,我们班一个男的,喜欢一个女生,天天收集人家的头发,无时无刻都在直愣愣地注视那个女生,偷窥人家。 双将二月花,说,校园卡可以校园内消费和洗澡,很多同学洗澡后忘记拿卡,有人就蹲人洗完澡,去拿忘拿的卡小卖铺消费。 荔枝,说,就一个宿舍的,四人寝,那么少的人分了三派,其中一个颠婆,喜欢巧摸观察室友,后背一凉的感觉有没有。 爱笑的欢锅,说,初中的时候,男女同学闹分手,然后那个男的从二楼跳下去了,虽然现在没联系了,估计现在想到还是会后悔吧。 想生一只哈吉尼,说,不是很懂你们老师和导员的操作,A既然想要第一,就给他虚高的分数呗,压其他人的分做什么,不理解。 尊贵的姓人,说,我们班一个女生,自己围计带手机来,被同学举报了之后去骂那个同学,骂着骂着自己,还哭上了,莫名其妙。 歪歪,说,我靠,我们班有个人跟你说,笑死了,讲别人坏话,还派间谍去观察别人,一见到人就翻白眼,真想扇死他。 Oxygen,说,有个女的偷人家手机,然后被偷的那个人查监控,那个女的知道了,然后害怕直接把人家手机丢女侧垃圾桶了。 Non-Differentiable Life,说,我们学校有个男的蹲在女厕所偷拍,被发现了,还不开门。 咱们被拖出来了,后来她走了学校,啥也没说呵呵呵。 哈哈小面,说,有个巴士姐巴士别人,跟班主任哭说,人家想得多,然后班主任觉得,被巴士的同学有问题,帮巴士姐,养个颠婆。 卡卡熊熊,见过沙头版说,这个世界奇葩这么多的马喜吉尔气没想到,考试不都靠自己努力,还能靠搞垮别人来保自己,我是真没想到。 马卡巴卡,说,不是你们啥学校啊,举报就有人管。 而且,A都反复几次了吧,领导都不会找他谈话,然后对后续举报置之不理吗? 欢郭郭,说,我们团支书,自己有条件不符,申请不了奖学金,根本没在班上通知这个事儿,隔壁班名单都下来了,我们才知道。 小杨,说,真的,我们学校,一个巅工,为了保研,怕别人分高,就举报老师化重点,然后考试全部从A卷换到了B卷。 带带田,说,都被一个学生拿捏得死死的吗? 这人感觉没那么简单,要么还有后台,要么懂点玄学在养脏东西帮他呀。 经的恋爱磨合,说,我们本科只有学校临时突击查起,大晚上从男生集体宿舍查出来有女生一起住,而且女生不是我们学校的。 森罗万象,说,我们高中一对情侣躺在拼好的桌子上热吻,然后高三分手了。 还有高三晚上聚会,一对情侣在楼下的墙被热吻。 小小反光镜,说,我室友,和他对象,站在校门口抱着啃,当时来来往往聚多人,我们三个从他们旁边路过,都不好意思上去认。 上扇若水,说,我弟大义新生在学校论坛看到的,有情侣俩人在教室里那啥,监控看得好清楚,这姿势绝了看完能CM的那种。 好运来,说,自己不符合国家励志讲学金条件,在老师课上哭,在辅导员面前一哭二闹三上吊,最后给了他一个入党名额。 岳牙说,以前宿舍颠婆,为了自己英语四级考试要求晚上八点,叫我们闭嘴,别吵他学习,冬天自习是太冷了,灌风他不想去。 我要起什么名字好呢,说,有一个学生什么都不会,老师给他挂了。 他威胁老师说,自己有抑郁症,还要保炎,让老师给他打高分。 心疼老师,赚钱养木木,说,班长开宝马,天天出去玩,还想着争贫困生,上一年已经把别人干下去了,拿了一年补助,然后这次没选上跟别人发颠。 金窝银窝,说,大学阶梯是大教室的课,有个男的每天上课摸女朋友的胸,几乎全部人都看到,然后他们现在也已经结婚生子了。 红昏,说,我点进帖子前还想分享一下我在宿舍的发疯日常,然后看到了评论区,一整个大受震撼,这样一对比我简直太好了。 冷一,说,辅导员经常晚发通知,不考考试开始半个小时了,他通知我同学去考试。 下一届学弟学妹们,他又干了这样的事。 请不要焦虑,说,入团名额导员一声不吭,给了班里同学大学刚开学,被我发现问班尾,班尾给导员告状,导员叫我去办公室谈心。 小浦家的田间地头,说,非说另一个社友在擦肩而过的走廊嘲笑他,找社馆阿姨查监控,阿姨没权限,他说要报警查,给辅导员搞来了。 勺子爱吃嗡菜,说,初中教室里有摄像头,班里有一对小情侣,为了不被监控拍到,叫另一个同学给他们监控下打伞,他俩在伞下亲嘴。 别太荒谬,发疯板说,年级主任帮着他带的班作弊,不止考场时,特意把几个考场考号顺序反着贴,就是为了给他们自己班学生作弊方便。 柯柯,说,某男童,党课考试作弊,结果还是入党了,非常非常唯利是图,但是某种程度上,他的那种不要脸,我都快佩服了。 木头,说,宿舍女生内裤攒一个月才洗,然后还是和这一个月的脏衣服,衣服都不分身色和单色,投股一起在宿舍公用洗衣机洗。 Sleepy Head,说,我们班班长不通知申请奖学金消息,不通知任何对我们有利的比赛消息,直接把名额告诉他自己宿舍和他玩得好的人。 说,一我有疑问,就算他把老师的题库都背下来了,然后又去举报,可是老师最后考试是换了题库的,他怎么能考高分呢? Pluto,说,本身有对象,但是是异地,去学车的时候勾搭了驾校的教练已婚友娃,然后每天让那个教练带他出去玩给他买礼物。 米奇妙妙无胡,说,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烫了头,没钱吃午饭,我在吃泡面,只剩下汤了。 他问我还要不要,我说不要了,他接过来喝完了。 请指,说,我们专业有个女生应他对象要求,在他寝室床帘里装了监控,他对象是他初中老师,从初中开始谈到大学的,瞒着父母。 斯无邪,说,有个同级的男的,每天都要看看同层的厕所坑里有没有粪堆,如果看到,必须立马拍下把粪堆发到楼群里,然后就开始审判。 不丢,说,但是有一说一,这个A会爬得很高,暂且不说他跌不跌的问题,他太有目的性了,为了自己的目标,太不择手段了。 疯狂。 斯拉娜说,班里有一男的,长得还行,和教我们的小富婆美女老师在一起了,老师每周末都带男生到处玩,雅仁还在琴房里,Triple X。 安好,说,班长为了凭励志奖学金,故意不交班里同学的申请表,每个班一个名额,只会在老师面前装孙子,在女同学面前开黄枪。 北野,说,团支书选党员,只上报自己的名字了。 其他记点高的都没有,选中的两个同排名的,只给了其中一个,很会暗箱操作。 Vivian下话线七七说,大学室友和男朋友异地,每天晚上凌晨和男朋友打电话,其他人都不堪其扰,最后他男朋友偷偷相亲结婚了,他不知道。 奥利奥乃有曲奇饼,说,某学长开水烫女朋友,但女朋友对他死心塌地,每次考试都作弊,全班都知道,拍团为老师马屁,后顺利读研,继续拍马屁。 风中凌乱,说,军训的时候和一个学长谈上了,国庆节就同居了,再过一年,私订中身去男的家里住了,现在领证了,没要彩礼没办婚礼。 白毛小狐狸,说,妈呀,我们当年考病理也出幺蛾子,本来老师要画重点,有个人把那个老师举报到教务处了,然后老师也不想搭理我们了。 某某说,一个胖男生,招呼坐在他前面的男生,扶弄抓摸自己前额的头发,掉下来白色的碎片,李宗祥,你快看,下雪了,好美呀。 某某说,天天亲嘴,我能看到的所有场合,他俩柜子跟我在一排,每天从早到下午,只要自由时间就跟八爪鱼一样亲在一起,饿呀呀。 陈彦礼,说,不好说,但每个人应该都见过几个乱歪歪别人或者极度公主病的人吧,或者结合体。 人都妈了,是真莫名其妙啊。 吃个屁鱼丸,说,高三的时候宿舍有个女的是个女童,她对象是其他般的,晚上就来我们宿舍睡觉,两个人互扣,早上醒来看到地上都是纸。 邓邓跳跳,说,同班的颠婆大一和军训的教官恋爱,大学毕业还和那个教官结婚了,挺颠的,但是她现在过得好像还可以,也生娃了。 杨梅吐气,说,初中颠工颠婆有人听嘛,两男两女轮着谈恋爱,男A和女A谈完男A和女B谈那种挨个轮,关键是,那俩男的关系还一直很好。 扑扑咧咧,好喝到爆炸茶,说,TMD洗澡必须她第一个洗,谁先洗她就骂骂咧咧。 在她洗澡前上个大号,被她关厕所等我一生气,还说我开不起玩笑,666。 The Citron 说,我们班之前的班长,在挂了科,全班超过半数弃权和反对的情况下,仍然当上了党员,因为她会找辅导员哭,还有郁郁症。 兔兔那么可爱,就吃兔兔,说,颠婆就是一起在外省实习,她因为是海南的,不吃辣椒,就说要分开算,她吃了哪三个菜,给我们36块钱,不要了。 Yuyu说,也是关于奖学金的,第二名发消息给第一名问能不能把国家奖学金让给她,我听到还可以这样发颠的时候,简直,OMG。 发牙,说,疫情期间不让出校,小情侣在餐厅发Chin,男的坐在沙发上扣女的,穿着衣服,后来餐厅拉了横幅,让小情侣注意一点。 冷心市民,说,初中的时候,颠公颠婆在饭堂舌吻,那颠公还揉那女的熊,然后他们班主任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笑嘻嘻地送了他们一人一串葡萄。 陈京阳,说,男女颠公供吃一盆,天天坐在我们前面一瞧,都是胡萝卜丝男生,吃得满嘴油,还要去亲女生。 两人看一次亲一次求我的心理阴影。滴滴滴,说,室友没谈恋爱,但是同时吊着三四个男生。 他跟我说的时候,我超级震惊他说我不打算谈,但还是会跟他们聊天,吊着他们。 我会一直在的,说,初中在大家放学,都走了之后,在厕所颠婆给颠公口,被放学值日玩上厕所的某几人,被发现慌忙逃窜,里面有我,之后慌忙转学。 摩仙宝楼下的小卖部,说,我们班有一个颠婆,一个学妻报了三次警,只要这个颠婆在他们宿舍,就一定会吵起来。 他上次还把别人的东西打湿打坏了。 阿呆是个小阿呆,说,颠公在宿舍楼下等颠婆,见面后,颠公把颠婆抱起来,原地转三圈,时间久了,他们的外号就是转三圈,那个转三圈的又来了。 太空,说,额,朋友一个大学,疫情的时候,一男一女在食堂干那种事,有人录视频了,学校都在传,而且,女的有对象,也是一个学校的。 启斯黎,说,有个男的全身上下都是蓝色的,衣服裤子手机耳机眼镜包,只有深浅不一,主要是,一起上课了两年多,就没出现过其他颜色。 变成脆脆脆脆脆沙,说,按照往常惯例,以前还有大周日八点,去教室参加什么深论比赛。 我当时大二,其实就是给老师写文案,我看到了聊天记录。 气血羞羞,说,高二,有一女同学,T最少是F,她有个异校男朋友,俩人在父母之道的情况下同居,自暴经常被男朋友捏胸,还一起洗澡。 财神爷的小宝贝,说,午休期间,滇宫讲话声音特别大,我朋友说,没看到这么多人在睡觉啊,他来了一句,我又没让你在这里睡,嫌我吵你就出去睡啊。 国民小豆比,说,我们学校之前,有个男生偷校园里面的猫,不知道有没有捏猫,看着精神不太好的样子,还跑去操场,当着很多人的面,脱裤子拉屎。 吃个云菜说,我闺蜜他们颁评奖学金,班长怕自己排名被超,直接说时间截止了,不收后面人交的材料。 其实,离真正截止时间还有好几天。 有九块腹肌的帅老头,说,我初三的同桌,据说家里很有钱,然后和一个转学来一周的女生谈上了,下课就在教室后面舌吻,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是我同桌。 第三颗糖,说,住宿生说,半夜一个女的悄悄跑男生宿舍找他男朋友,亲亲我我的,做没做不知道,因为他们宿舍的男的尴尬死了,全都跑隔壁了。 早点睡,说,前两天我去上课在学校楼道,接近楼梯门后面的角落里,一个男同学和一个女同学,坐在地上接吻,他们前面还围着好几个人挡住他们。 杨之温玉,说,有个男生,用隐私部位顶我们班一个女孩子,还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碰另一个女生的屁股,扭头和班里很漂亮的女孩子说话。 野园林之柱,发光的星星说,在学校洗衣机洗飞机杯,一辈子忘不了这个事,还有个男的男扮女装闯女寝被抓到了,直接夺门而出,还有情侣在食堂吃奶,我真服了。 小小数,说,AB投票选班干部,B票数多,班主直接关闭投票通道宣布,A获选。 我们大家伙是看得见结果的,刚开学就整这样的事情你说说。 七岁半,说,我们班的巅工总自称本工,有一次和一女生吵架,拿了个小板凳在宿舍楼下骂了女生一下午,后来辅导员和班主任来把她叫走的。 再见时光,说,08年上大学期间,一对男女总是在女寝门口,女和男的面对面,坐在男的腿上亲来亲去,在我们出寝室楼的必经之路上。 使盆子半饭不怕噎,说,我们班团之书把所有比赛信息拦截,不发班群,自己嘎嘎去参加,然后等算宗策的时候,自己嘎嘎加比赛的分,成功拿的奖学金。 某某说,我很好奇,你设有换题的情况下怎么做到让大部分人分低,自己分高的。 有这个实力,我实在不理解她为什么来因的坑你们。 善猴子说,大学设有把我们在宿舍夜聊的内容去和本班男生说,还说我们孤立她不仅如此,还四处宣传别人的感情生活多不如意,多倒贴男生。 不想熬夜,说,室友,她和男朋友一笑恋,男朋友在本校劈腿了个女朋友,她在我们学校不同院找了三个,后来她男朋友和她提分手,她闹死闹活。 莲雾猴桃说,你们奖学金多少这么拼啊? 我们奖学金最高五百,一个年级就一两个,然后有几个三百,有几个两百,整得根本没有人计较这点钱。 黄昏如酒,说,这种学生,出来也没啥用,只有学生时代才是考试最大的。 出来之后,一看你自身专业能力,二看你人际交往能力,谁天天给你提酷啊? 且一沧海,逢考B过板说,我们学校前几年有个巅工,不知道哪个专业的,他喝醉了酒,跑到别的宿舍拉屎,把人家那个宿舍的男生吓个半死,他还喝了蓝月亮。 煎饼卷狗子,说,A男和B女谈恋爱然后分了,A谈恋爱时给B开了卡,B在和A分手的当天,无缝衔接了C并且当晚刷了A的卡,和C开房。 监督我每天都吃啥喝啥,说,学校有个男生去另一个校区给一个女生楼下喊话表白,本来没啥问题,可是他表白中,把上衣给脱了,然后就被保安给扣下了。 过客,仙人掌说,班长团支书联合起来,在奖学金资料上交的前一个小时才在班级群里通知,而他们早就已经知道,半天了,自己把材料弄好才告诉我们。 Pikeh,说,我们学校有四层,第四层有个活动室,人家高二在那个活动室考试呢,他们上午考试完休息,有个哥们进去了干手艺活被发现了。 君林下话现令说,我们宿舍的人,碰一下就有哼哼唧唧好久,说自己有洁癖,不让别人碰他东西,但他可以随便碰别人东西,我真的很想给他一个巴掌。 小时嘎嘎唧,说,有个大学同学有被害妄想症,整天以为别人都在伤害他,他趁人不注意,不是打人家,就是拿笔伤害对方,还反过来说,对方先伤害的他。 D雷,说,考试前刚收到某个班某个同学,把话重点老师举报了,那个课还是个小课,就是意思差不多老师就能给分的,现在说是,以后都叫考分离。 小红鼠607FD587说,我设有,天天一到十一点,熄灯了,开始学习了,白天晚一天,一到十一点熄灯和触发他什么开关了一样,开始学习,挑灯夜读到两三点。 彩虹彩虹多吃蔬菜,说,上学时期嘛,多多少少都会和摄友发生口角,有个颠婆他只要和我们发生口角,就打电话给他爸爸妈妈姐姐姑姑说,我们不喜欢,他和他吵架。 小鱼,说,周末敲墙,凌晨鬼叫,并在考试周大声哭诉,凌晨十二点,哭到凌晨一点,被我敲门安静两分钟,又开始我直接抱走,在寝室里觉他们。 某某说,一个室友出去吊男的,骗人家,女生都没颤膜,还在宿舍窥探了我们的隐私,出去跟男的说,还造H窑,被我们赶出去了,见人一个。 所以,说,开学一周,哑人看对了眼,处上了,第二周累计下来,纷纷合合十九次,第三周,排球墙后约会,亲了五十二次,哑人中的女的数出来的。 古希腊掌管兴露骨的神,说,我在食堂吃饭,前面一对情侣一直贴在一起说话,然后突然亲了起来,那男的还把手伸到女生的衣服里,并且不在角落里,就在第一排。 半根相交易之前,说,我大学同学,和好多大学,男老师老头有一腿,露骨的聊天记录分享到群里,被男老师邀请,去参加那种不正当的聚会,还和我们分享细节。 咯登,说,高中有个男的,写了四十多封一模一样的情书,给每个班稍微好看点的女孩都发了,本想神不知鬼不觉当个海王吧,结果被室友说出去了。 多肉,说,学尾不通知考试时间,考前三天才考试后三天有考试,大家才匆忙看书,学医三天啃一本书,天天通宵那种,学尾自己复习了一个星期。 抽说,说个搞笑的,我在帮同学们签到,外籍教授想拿回签到纸,我低着头墨看见他,对他说了好多次,等等,让我签完,我还有好几个墨签。 不盖查多分,说,我们班一女生让辅导员力排众议上下奔波,顶住了学校所有的压力,帮他申请到了独立宿舍,四人间归他一人用,而且在我们班宿舍对面楼。 太太,说,我们寝室有个颠婆,晚上十二点多,我们都睡了,她从床上下来学习,翻书声巨大,中午休息她不睡,她收拾东西,翻箱倒柜地整理,巨凡。 好运常住身边,说,养个颠婆,大学室友有一个试替,然后把他女朋友带回寝室来住,俩人睡一张床,半夜就能听见他俩哼记,他女朋友还让替给他的熊启明。 所开始,说,你们都说,大学,那我说个高中听说的事吧,隔壁出中部,女厕所,出三的男生和出一的女生,嗯,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被路人拍下来了。 言不由衷,说,一个女生给同寝室室友介绍对象,该室友身高170加号,腿长身材好还上进,拿奖学金还准备考研的好孩子,他给人家介绍,超市里卖鱼的。 一拳一个,说,我大学同学,A男和B女,一开始,B女要和A分手,A要跳天桥以及开车撞死B,B在宿舍割腕,后来A要和B分手,然后B要去跳楼自杀。 老板,我要麻辣鸳鸯锅,说,敏感激你们懂吗?吹冷风会脸红,进教室突然热了会红,衣服有静电也会红,导致坐我前面的巅工,以为我暗恋她,说我一看到她就脸红。 小雨,说,初中颠颇小太妹,平白无故,都要跟我说一句,我胸太小,霸凌很多人,最后成了我们这个地方的文旅局营销号女主,我的天,颠人享受世界。 哪个蜡条蜡死你,说,我以前暑假工,初中同学也在一起上班,跑男宿舍跟他男朋友睡,一个房间四个男的,没有空调,听那几个男的说大夏天他们都不敢穿短裤睡。 贤承越,说,颠婆他没有男朋友骗,我们说他有一个在国外工作的男朋友说的会声会色的,什么时候认识,什么时候相恋,连他爸爸都见了,其实是他歪歪他偶像。 某某说,学尾不通知大家选实习岗位,直接很早,发群里等大家睡醒,发现群里选岗,只剩下不好的了,他寝室和他玩得好的,选了有钱的,而且在学校实习的。 七安,说,室友借钱打胎,一宿舍人都借了,然后一点点的还,还有几十没还,说没钱了,我去做胎赚钱还你呀,那个时候我也是耸包,就没后续了。 小刘鸭说,我大学遇到的一个社友女的,刚来时,宿舍另一个女的就和社长谈上了,另一个女的不爽,去勾引了一个社长,目的是为了上位当学生会主席。 顾川,说,我们班一男的,跟他女朋友吵架闹矛盾,期末考试的时候,交了两张白卷。 好吗,平均分起码要往下降个那么多分,半年白干,老师半年也白干。 Vara or Villa说,学校办校运会,然后大早上很吵。 结果院里的题尾,把我们院体育组给骂了,我们说不光我们事儿,他直接发朋友圈说,我们扯那个官腔疯人嘴巴。 历史学真的太好学了,说,我其中一个室友是个颠婆,她超级无敌恋爱脑。 竟然要把她男朋友拉进我们的宿舍群,说我们是一家人,都是好朋友。 这只是其中一件很颠的事。 周,说,有个客观意义上,很不好看的女生拿着一堆学校里别的女生的照片去网恋,一下谈好几个,每个都骗了三四千,还天天在班里炫耀她,又谈新男朋友了。 就这样吧,懒得取了,说,回寝室的路,本来也没多宽,但是六个人并排还是可以的。 两对小情侣并排搂搂抱抱,我从中间过去,其中一对突然抱着转圈圈,然后女的踹到我来。 小红鼠617019第七说,虽然说大学期间的颠工颠婆出来,社会被毒打,但是还是有少部分人一直颠线在我工作的单位。 就有了,估计颠也不是从工作开始吧,都是天性吧。 众科抹茶树,说,大学发论文能加宗策,班委负责全班宗策截图的初审,宣传委和组织委员把别人论文作者名字辟成他们自己,宗策嘎嘎高,拿了奖学金还入地了。 不是风洞,说,我的社友凌晨三点在我头顶和男朋友吵架砸床,我跟他说能不能小点声。 他嘶吼啄边拍床围栏边和我喊,这已经够小声了,当时都给我整笑了无表情的脸。 不在,说,班上一个女同学,外面一个男朋友,学校一个暧昧对象,别人问他还说不是男朋友,妈的,结果上课,食堂,宿舍楼下,处处是他们亲嘴的身影。 萌萌说,男学伟在班尾群里问老师考试能不能带计算器,然后告诉了女学伟,不告诉其他同学,女学伟告诉了社友,最后六个九十分以上的,他们占五个。 小红鼠60C03923说,让我来,一个女生被两个男朋友扑啊,最近这个男朋友被他抓到出轨撩骚的证据,他还说你敢分手,我就爆出来。 那个男的还是网红几十万粉丝。 小马的幸福生活,说,我前男友考研跟一个女生合租,女生晒衣服,打底裤内衣,他说女生勾引他,加号有次女生迷路他去接,女生就送了他一杯奶茶,他说女生对他有好感。 萌萌说,我朋友的表弟被校园霸凌,写小说侮辱,都直接用他的名字了。 除了网上写的,还有手写的,表弟高三了,不愿意去学校,成绩是还不错的,这该咋办呀。 橄榄,说,一个男的一下课就去放说唱歌,班里只有他喜欢另一个女的,就是他现在对象。 女的长得挺好看的,小小的,哎呀不说了,这种东西,说他们就烦。 人走.com 查量,说,有个哥在厕所抽烟,烟扔纸楼里招了,下意识拿尿滋,怕水流不大半蹲着滋,然后火星子蹦到bird上了,烧伤了,一边捂着裤裆,一边说肚子疼。 不想上班,说,同学A是学尾,某老师很懒,把平时分交给学生搞。 同学A把他奖学金竞争对手同学B的,平时分打特别低。 同学B挂科,就错失了竞争奖学金的机会。 X2说,老师给学尾发了题库,他只给跟他玩得好的人发了。 结果我们考完才知道题库跟考试题一模一样,顺序都没变,而且考试题难得要死,能挂好多人。 我的小狗是一只小猪,说,当班长的时候老师阴阳怪气,爱在老师面前表现双面人,谈恋爱无缝衔接什么的对他来说洒洒水,这学期没当班长了,体测一千米还少跑了一圈。 I Kun Lu说,我班一个女生,本来挺好,不知道为什么,谈了对象后,就变颠婆了。 我和她还是朋友,我现在不小心看到她男朋友,她都得问我,是不是喜欢她男朋友我真服了。 一米六怒气冲天,说,是有一个人出去玩,早上很早起床,没跟我说,就把我充电宝拿走了。 晚上我发现充电宝不见了,她回来说,把我充电宝拿走了,把没电的充电宝给我了。 十点钟指针,说,滇宫把班里稍微好看点的美女追了个遍,还在她们之间互相说另一个女生坏话,还导致女生间的矛盾,最后一个也没谈上。 还反过来说,人家女生追的她。 某某说,我家在本地给买了车,没客就回家那种,被造谣被包了,所以有钱有车,还经常夜不归宿,她想要个奢侈品包包求她男友结婚的时候,给她买,她对象不乐意。 呆毛蓉,说,喜欢一个有女朋友的男生,在那个男生过生日的时候说,一起去海底捞过生日,然后让工作人员给她唱分手快乐男生和自己的女朋友正在热恋中。 初冬风夜猫,说,老师让我们把运动会捡来的垃圾扔了,后面把这些垃圾捡回来的同学回教室发现垃圾没了,非常生气,老师又让我们去把垃圾捡回来,还拿了我们一通。 孔无忧,说,某颠婆在寝室和对象开视频从不避讳寝室其他人换衣服,有时候还大方向她的对象展现寝室无限春光,还是在室友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给人照进去的那种。 时节,说,班里有个颠婆暗恋我们年段的段长,段长已经是有孩子那种,跟我们一样大的年纪,目前初三我已经要被这个颠婆整崩溃了,下学期就可以脱离苦海了。 爱因斯坦,说,A女和B是情侣,C是A的闺蜜,在一个宿舍里,然后B给A种草莓。 A跟她妈妈视频的时候,她妈妈问她脖子怎么回事,A说C给她烫头发烫的。 翠翠,说,我说一个,我老公学校,晚上有人在楼演上了活春工,中学,保安室的保安都上去抓,因为他们动静太大了,整栋楼都是学习桌上下上下左右撞的声音。 一个挑食的吃货,说,高中时一个校友,经常戴着耳机大声唱歌,不顾旁人眼光,有时候大声被英语单词,有时在课堂上也会突然大声唱歌,我是觉得她精神好像不太正常。 轻轻瞎调,说,我们班长大二寿,我们统一报名的报名费,没报名,把钱丢了,说是勤工俭学还,都毕业了还没还,当然也没报名,后面连报名信息都不说,都自己查了。 一枚小星星,说,我来晚了,颠婆为了偷听我们讲话,经常在宿舍用手机录音,就是他人不在宿舍,手机,手机放宿舍的时候,悄悄录音。 比如去楼下澡堂洗澡的时候啊什么的。 某某说,有个男的,天天幻想所有女生喜欢她,还老发朋友圈跟她在同一个自习室的女生碰巧也去了食堂的话,她就觉得女生故意制造,偶遇在吸引她的注意力。 小福克斯,说,颠婆在班群乱转发通知,我好意提醒,被她小团体到处传摇讲话话说,我欺负她我,专注搞学生会工作,没搞班级关系。 结果最后,真被她搞到差不多全班孤立了。 神农民工赚钱版说,我同桌被一个风平不好的男生追求,我劝她无果索性不再说什么。 分手后我为了安慰她,天天找她玩,结果那个男的说我是女童勾引她对象,虽然我是双。 Flipped,说,室友感冒不舒服,晚上七点,我们其余人聊天,她说她不舒服,不让我们说话,我们就降低音量,结果她马上在大班级群里说,我们全寝室的都有病,吵到她睡觉。 一整粒草莓,说,开学作为班干部,看见隔壁班都有班干部,给自己班买礼物,所以就给大家买了奶茶。 另一个班干部,跟她设友喝了奶茶,说我这个举动是让他们难堪,不替她着想。 不懂警员的有男了,说,副班长颠颇跑我们宿舍说,他们宿舍坏话,跑他们宿舍说,我们宿舍坏话,几个月后被揭穿,恶狠狠笑着说,我们矛盾解开真好啊,不用担心我们之间的矛盾了。 陈对对,说,设友男朋友给我发了信息,我觉得回了不太好就没回。 过两天,她找我聊天,扭扭捏捏地说她男朋友把我删了,我没回她男朋友的信息,她男朋友不开心了。 城北徐宫带一张脸的满月说,前几年疫情封校的时候,颠工颠婆在图书馆研修室里那啥,百叶窗拉上了,但是声音传出来了,被人挂八皮墙上了,之后,学校研修室强制把百叶窗全部拉开。 小心小心,说,而科学老师给专生本班点了重点,然后我们本科班的学生听说了直接举报,害得老师连夜改题,考试的时候,题全变了,偷偷听到老师也在吐槽举报的学生。 4H下话线HHHH说,我班里的一对,女生跟男生实在10月1号在一起的,男生跟他前女友是在10月23号分手的,知道了后难过了一会,自己把自己哄好了,又继续谈了。 丙呆黎,说,辅导员和老师谈恋爱,谈到两口子打架,一次打的晚上,警车都来教学楼楼下了,还有一次在隔壁学院楼下打架,男的裸上身,保安全架,男的不够女的打。 意大利香肠和蘑菇,带肉的骨头说,至今为止,让我一看一个不支声的道徒,这女的,我们大学的,平时PYQ的图,几乎都是道来的,但都是那种背影看不清脸的,谁知道,这回憋个大的,直接震惊我。 山那边的山海,说,从食堂出来走了一会,前面一对情侣突然停下,站在路中央,男生张开嘴巴,女生认真专注地用她的手指给男生踢牙齿,不是一下下的那种,是长时间的。 S3说,啊?第一条,我看完还以为是我们学校,我们中内化重点,就被举报了,也是有个同学,非要私下V老师重点,老师不给,因为本来就会统一化的,后来就被举报了。 风吹宽大凉粉,说,我和对床两个人在寝室,晚上刷牙回来一推门,听见摄友对象给摄友打电话说,看看下面,我是觉得挺炸裂的,但是和评论一比,感觉好像, 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了。咚咚咚咚咚,说,我初中摄友,经典名剧信不信我放我三十几个前任出来咬私女友段时间,经常半夜,给当时一个男友打电话,大喊大叫骂人,我被他吵醒的,在经常宿舍割腕。 Ree11S,说,吉他社团,是一个年轻的男老师,和他女友教课,一个女生,粘在男老师身上,当着他女友的面,问, 老师,你和你女朋友什么时候分手啊? 梅酱,说,我们班有个女生不惜早洗头,天天油巴巴的,上课脱鞋子,熏得要死,很邋遢,说话喜欢家,还自以为自己很招人喜爱,一件衣服可以穿两个星期,裤子也是。 我是杨阳,说,室友谈了一个广州的男朋友,玩游戏认识,和男生,出去玩了一周时间,回来给我们讲,和他出去玩了一周都没有看的习惯,他太丑了,一边又和人家在一起了。 小红薯655727C9,说,我上次去图书馆,当时秋天嘛,容易感冒,我也中招了,去图书馆自习,时时不时轻轻咳嗽一下,然后有个男的就和我说你咳嗽,打断我做数学题的思路了。 某某说,有人因为个人恩怨,大半夜往学校的墙上泼粪堆,这个我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因为当时我交换出去了,有人说是真的粪堆,有人说只是棕色颜料。 黎芝说,男的花心,上一秒分手,下一秒和另一个人在一起,女的恋爱脑,两人吵架互扇巴掌,打得胳膊轻紫,在食堂往对方脸上扣面碗,他们在一起两年,没分手。 陶,说,室友A让室友B和室友C帮他带了将近一个学期的早饭,然后B和C说他让别人干是理所当然,室友A说我没有理所当然,我只是让你们帮我带了个早饭。 头戴耳机说,阴阳怪气,for example,哇,你好努力啊你学习好认真呀,好像假如他努力学习就一定比我好一样,but我年纪排名甩到50多名,带冷汗的笑。 小杨炯炯黏羊说,我班的,数学满分120,他把他考118全班第一,然后他发了好多条PYQ那次特别难第二,好像才106,他到处炫耀,后面他期中考作弊,被极常抓了。 雨晴,说,听我姨说,几十年前他大学民风彪悍,澡堂子里,雅女生抢林玉打起来了,光着打到室外,所有同学惊呆了。 在外面还打,男老师无处下手,女老师不是对手。 Minoco说,一对情侣,男的很瘦,女的很胖,两个人在教室旁若无人的激烈拥吻,女的把男的棚的一声按在教室后面的铁皮柜上,完事,铁皮柜凹进去,一大块,赔了六十块钱。 包大仙一百二十一说,搬上一对情侣,来教室的时候手牵手,自喜上到一半,两个人打起来了,主要我坐他们前面,也没听到他们吵,就突然打起来了,扔书砸那种,我当时? 星婉,说,初中,一颠婆拉皮条,拉我这来了,让我中午午休出去赚钱。 两个小时二百分他一百介绍费,真探马无语,据说搞了好几个女孩赚钱,现在成网红了,今年刚和警察结婚。 Annie说,我读大学的时候,隔壁宿舍有一个女生,白天疯狂睡觉,晚上不睡打游戏打到早上。 平时上课没看到她来几次,考试挂科很多门,然后留急了,就是她的室友很可怜。 木乃伊的评,说,成立神秘事件冒险社团,天天搞UFO吸引人阿努纳奇莱瑟塔,记录罗斯维尔事件,沃尔古城海奥华预言,整天讨论,还潜入公检法,说自己是军方派的肩带。 吴说,初中的一对,他们是二趟校车,坐在我们班靠窗最里面啃主要是,他俩拉个连在那啃,不知道还搁里面干嘛了呢,同学告诉我的,我离学校近,放学直接走回去。 三只猫,说,我有个学妹,某一有五万粉丝,是个健身博主,几乎所有视频都是恋囤,然后卖自己视频,在一个平台上,加微信520,买视频几十秒,就是298,反正很贵很贵。 山贝说,我也不懂,大家都是高中考上来的,为什么那么颠? 按理来说,智商应该正常啊。学校里有人裸奔,还有男的进女生宿舍摸别人。 TMD怎么进来的,宿舍门锁着。 心平气和,说,读了三年,不知道有奖学金这回事,第四年,因为选实习医院,要加分项加分,团支书填了个获得过奖学金,原来班主任偷偷把奖学金给了他。 我们班一个人都不知道。 陆影西,说,颠婆自己考试带纸条,被抓了,还在宿舍大骂老师,第二次仍是那个老师监考,老师特地看他有没有作弊,回来他觉得自己被针对了,吵着要投诉老师,还骂老师S全家。 陈欣,说,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我们班一对XQL,现在都已经能亲亲亲出声音了,女孩子长得好看,所以我还能接受,男生不熟不做评价,反正当一大堆人面做上去,我觉得他挺颠的。 李云龙的伯朗宁,说,大学设有考试前几天日日打强光手电,学习到三四点,关键是,手电不对着自己那边,对着我这个对铺,问他为什么,他说太亮了黄眼睛。 我说,那我的眼睛就不是眼睛吗? 亚米诺,说,晚上,女生寝室楼下,男生送他对象回寝室,在台阶上亲的男舍男分。 我和我室友路过的时候,发现男生手都是女生衣服里了,我们仨都能看到女生Brow的颜色了。 Ten说,我在山东一个管理蛮严格的高中上学,有一个故事流传了好几届了,一男一女在我们学校地下停车场里干坏事,校领导去开车的时候发现了。 大喊了一句,给我拔出来。 Felton的在桃甜心,一剑穿心说,同年级有个女的,跟一个男的,每天中午去学校外面旅馆开房,还在年级上到处宣扬,给那个男的写情书说,是不是只有我跟你那个,你才相信我爱你,瞬间觉得好恶心。 星星,说,我是寝室长,因为一盘蚊香,我寝室那个颠婆说没必要,我说我付钱,她也跟我大吵大闹,我当时不懂她的点在哪,然后寝室直接冷战到毕业,我至今没想明白。 至于真,说,我也好想说。 A口罩封校,耐不住和学姐在小竹林,然后自己是直男友女朋友,因为忍不住,和母龄在宿舍,然后这件事情被大喇叭母龄传得到处都是。 泡泡肥猫,说,我的朋友运动会八百跑了倒数第一,但是大家都在为她加油,跑完后过了不久她就在我身边一直哭,我也一直安慰她,但是她在我这哭完过后又去别人那继续哭。 小红鼠62FFD608说,骚扰百名学姐,同届数百女生,下届百名学妹和几十名男生,三月一洗脸洗头,半年一洗澡,衣服从来不洗, 换着穿,还发自内心觉得自己是大帅,比自称大神的油腻小胖算吗? 骚下话骚说,午休时间,情侣在宿舍,旁边凳子上,那手,那嘴,衣衫半退,雅人还面对面做的,女生穿的裙子和衬衫外套,直接跨坐她对象腿上。 钱包怎么又空了?说,以前有个小白脸,以为我很有钱追我,我拒绝了,现在在背后造谣我,跟她女朋友骂我, 关键是她女朋友长得蛮英气的,不知道怎么看上她的,然后那女朋友到处在背后骂我。 小黎欧欧说,A出轨,B跟我们通风报信,添油加醋,一起把A挂表白墙了,结果,B转头把我们卖了,把自己撇清了,和A继续一起完毕还偷东西。 我X买的口红香水,全被她偷走了。 巧克力奥利奥,说,有一对小情侣在学校女厕所的窗台上,结果那个窗户上的是磨砂纸,然后将近几百人去围观,里面的人才知道。 后面好像是男生跑了,有女生自己在里面不敢出来。 世界第一阴阳怪气选手,说,本边缘人认识不到滇宫滇婆,唯一一次有滇婆在宿舍走廊发酒疯,结果我睡太死错过了,全是第二天睡醒,听别人说的。 宿舍四个人,三个都醒了,出去凑热闹,就我呼呼大睡。 卓继,说,隔壁班有个男同学A,期末让别的班学霸同学B替他考试,考场上没人举报,等放假了A的室友C,偷偷给教育处举报,A和B都被劝退了。 起因是,A和C在宿舍有矛盾。 你其实是一只小猪,说,我们学校的学妹脚踩两条船,两个学弟为了挽回学妹,轮流在她宿舍楼外面,顶着大雨,跪了两个小时,求她选择自己。 把我们这些老学姐惊呆了,真的很想报班问妹妹怎么训狗。 某某说,在路上看到一出霸道小矮人狂热爱,一对情侣,男生比女生矮十厘米左右,两个人边走边亲,问题是,男生还得扒拉着女生,把女生的头掰过来才能亲到,她还点脚。 鹤野,说,说说我本人吧,学校按老师的学生成绩发工资,我讨厌科学老师,放弃年级第一,将科学考到数我这个年,可以不需要年级第一,但工资你得要吧。 爱我拉低你平均分。 不想跑八百,TT说,大一军训期间,隔壁专业有个男的会跳舞,就很显眼包,军训没结束,就找到了女朋友,谁知道军训结束那天,他和摄友去酒吧玩,这个男的,直接被一个陌生女人带回家睡了一觉。 说,我们学校住宿一区是三栋公寓楼中间有一个小花园的布局。 有一天,一对情侣在小花园公共椅上上演活春宫,被整整三栋楼的人围观,光是不同的角度,我们就看到了十多个。 漠然烟雨山,说,我好朋友的大学有对颠工颠婆,上课不听下课,直接在公共场合大亲特亲,姿势特别亲密那种,懂得都懂,那你的声音还特别大,上个星期课也没上两个人跑去成都。 Vano说,一个学校的学妹,她对象说,除非那个女的替她考试,不然就分,然后她为了不分手,就去了,百分百被抓了呀,然后害我们整个学院所有年段都要发照片核对,是不是有人带考。 说,颠婆子团之书为了第一批入地只教自己和玩得好的的入地申请书,收了其他人的都扣在自己这儿,后她是有同学们疑惑,为什么名单没自己的名字,打开她的抽屉,才得知真相。 一轩,说,我自己之前谈了个男朋友,谈了快两年,人尽皆知,我们俩家里还有班主任老师,客人老师全都知道,现在高三了,快毕业了分手了,我都不敢想三月份回学校,我会多尴尬。 大宇宙的兴罗,说,大二兴分了班,第一天体育课,就对着我和我身边的搭子说我见过你们吗,你们是我们班的吗? 单看话无所谓,语气特别大姐大我直接当场对回去我需要你认识吗?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说,我是有朋友圈有个学妹一直爱发跟她男朋友的床照,各种床照,这俩人都是我们学校的,微信都不审核的吗? 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那种发朋友圈,在学校都是公开的牛人了。 炎子爱小蛙,说,我们学校有两大洞那种单独间练琴的琴房,一个钢琴一个房间那种,然后疫情封校的时候我同学是勤工俭学,专门打扫琴房的,就说那时候去打扫卫生里面有很多小孩隔屁带。 小韩很爱又说,也没什么,就是一个贼错的男生谈了个一般的女朋友,俩人不管在什么地方一起走路都会把手伸到对方裤子里放到屁股上走。 是真实意义的,伸进裤子里,把手罩在对方屁股上。 某某说,我设友第一次见面就说自己有洁癖,结果上厕所大小便都不洗手,换卫生巾也不洗手,有次看到,她从厕所出来,用没洗过的手直接护肤品上脸。 她洗手次数,我真的屈之可数。 下话线说,坐我前面斜桌的那个男生,天天上课拿她女朋友的小镜子在那里偷偷照我,对我抛媚眼,她女朋友看到了就对我翻白眼。 天天上课和那两个人眉来眼去的有什么意思呢? 服了。 韩,说,隔壁学校高三有人在午休期间探讨生命的起源,PS,当时班里还有人没睡,有人在做题,有人在玩手机被人偷拍传出来了,这俩癫功癫婆在我们市的各个高中里彻底火了。 Aurora D.说,是啊,好不容易考上大学遇到这样的事,说实话,真的对我们的教育很失望,仅止教育制度,我们中国其他制度好的没话说。 在看最近这几天学术造假的问题,真的很失望。 Triple A,持药泰拳教练,邹哥,说,和我摄友面对面坐着在食堂吃饭,他突然瞪大双眼,我说咋了,他说,有一个女的坐他男朋友腿上,我说,这样的不到处都是吗? 他说不对,那个女生在给他男朋友踢牙,老天爷。 Momo Brook话语泡泡说,别说了,我们专业前前集一个学姐说,那科学考试里边有原题觉得不公平,去举报了教研室,把老师得罪了,我们专业后边的题都是胆。 读,出,提,不,考,圆,提,还,不,捞。 吱吱陶陶,说,我大学室友找了一个男朋友,那个男的有孩子说是跟前女友收养的一个孩子,然后收养了孩子就分手了。 分手过后,男的送外卖,觉得室友还可以就开始追他,后面就在一起了。 给大家刺个牙,说,我前面那个考试问我答案,我都告诉他了,后面我有个选择题,拿不定答案问他,他直接交卷走人,不过我的分数还是比他高后面考试他问我啥我都不回答了,别问问就是聋了。 带渊,说,颠婆设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表面普通设有,背后嘴我,缺男人在寝室是衣服,发扫还在背后说,就是要孤立我关键,他还说过,他以前,高中被别人孤立,有够神经。 路易七七,说,我有个女童朋友,一年换一个喜欢的,疯狂性骚扰擦边,被说就破大房阴谋,搞那种深夜宿舍用脑袋撞墙,不理所有人。 换了目标骚扰后,就拉财辱骂上一个,至今没人能治他。 上纸红箭头说,我高中前男友的老婆,半夜跟他老公吵架,打电话来骂我,说我以前联合朋友一起,诅咒他,说我谈恋爱,不是把人逼疯,就是把人逼死,我的男友抑郁症去世了,说我不放过他们。 典型小白一只,说,晚上在宿舍和男友打电话,因考虑吵到别人学习,就躲被子里小声说话,基本都是回复好,嗯,知道了这种简单词句。 结果被宿舍的颠婆们,外撞我在宿舍被子里,哼哼唧唧。 超爱原味薯片啦,戴太阳镜的笑脸说,大学题尾让我记忆深刻他,超爱穿紧身T紧身牛仔裤,并且喜欢耍帅,是传说中你看他一眼,他就以为你深深迷恋他的类型,他以为我们宿舍的女人都喜欢他。 短腿小熊,说,设有A被刺另一个设有贫困生名额,在我们共同说好考试的时候,让前面的同学传答案过来一起看,传到他那里,怎么叫他他都不往后传,整天被刺,嘴里没有一句实话,单纯的人坏。 拒绝精神内耗,说,我们寝室有人有嗅觉幻想症,自己床边上一个快递箱装垃圾装三天,自己不嫌臭,在暖气房里吃外卖,一整天都不扔。 我和他闹矛盾后,晚上十点回寝室,他说寝室臭,是因为我。 鲸鱼,护眼日记,说,我们宿舍,边界感特别严重,严重到,平时的形式与政策作业都不让超,借到作业就捂着,平时有什么家学时的第二课堂活动,自摸个报名,从来不通知我们。 宿舍八个人六个群,上上签,不如上签签,说,以前也是考试吗,就等于老师都把题目答案告诉你了,然后室友不背也不看,最后挂了。 考五十九,然后在寝室把老师骂得狗血淋头,骂得超级难听,好像老师故意针对他们的一样。 性感母蟑螂,说,有个人偷了我在宿舍一楼放的书箱,查监控抓到他说是一个学姐卖给他的。 后来,查到那个所谓学姐的微信实名,发现是他自编自导,而且他早有预谋,演得很真。 警察怀疑他人格分裂。 咕唧咕唧,说,我们之前的设有大一的时候拿不到全国奖就说是大二大三的欺负他。 好嘛到他大三的时候,要死要活的有哮传时体育免考,只能拿到及格分硬生生叫辅导员给改成八十故事一大堆的。 开心薯条,说,刚刚饭局听到个瓜,我姑姥姥家一个亲戚说,有个二十一的姑娘,有俩老公,还没结婚呢,就生了仨了,现在姑娘和他俩老公带着三个小孩住两室一厅。 姑娘和他俩老公一个屋,三个小孩一个屋。 想吃烤红薯,烤地瓜说,我们大学时候竞选党员两个名额,我们那个颠婆班长没给我们说。 后面时间截止了,他给我们班主任说没人报,然后报了他自己和我们团支书。 我一直以为这种事是内定的结果,是他没通知。 就很难,说,颠公,大学开学几天后,就被室友发现,在Gaba发消息让小哥哥来找他玩。 颠婆,大学期间无缝连接家同时脚踏五六只船,家我绝对不会觊觎好室友的暧昧对象,然后几天后,他们俩官宣了。 卡西三望愤怒符号说,我不认识,今天我们不是期末考捏,最近有一个梗,就那个一如反掌,一般般,的那一个梗,然后就我前桌的前桌有一个男的血骏子一直在那边,一如反掌啊,一如反掌啊,一如分肠。 傅金红,说,同班有个之前的朋友,曾经背地里跟我说过一个人的坏话,因为他一直说话都带着贬低我的色彩和他不是朋友了。 但是,他现在和那个人做朋友了,就是那种还蛮好的朋友,震惊到我了。 别来烦我,说,我们学校我这个专业有竞赛,然后负责这个的老师明明有答案,结果到比赛那天才发出来,另一个竞赛的同学,他们很早就有答案了。 比赛的时候得了一等奖,那个同学还在朋友圈炫耀。 Lazy 说,靠,如果是我我会疯掉的,表示大学从来没遇到过话重点的老师,但是有些比较好的老师会暗示一些,如果这都举报我真的会想杀人的。 病理那么难还举报,是我高低得站宿舍楼下骂他。 Pier 说,疫情期间在家上网课,要我们开摄像头开麦,有个女的跟他对象割床上帝等于是给我们全程直播,只不过声音不大。 老师又是个得高望重的老头,眼神耳朵不太好,没发现,但是我们就。 佼佼,说,我本来以为当初说好,还到十二点才组的宿舍,结果大二某位突然要养生十点上床睡觉,还不告诉我们,偷偷发朋友圈,屏蔽吐槽的。 搞得班上人来问我们是不是欺负他了?欺负他了? 总有一些话,说,有个大学男女生宿舍楼和马路隔了一道墙,半夜一群精神小伙奇鬼火在街上来大声表白一个女生,气得女生直接隔窗破口大骂,然后对方不依不饶,导致男女生楼所有人一起骂最后骂跑了。 哥伦比亚的倒影,说,我们隔壁出一晚自习下课,一对颠工颠婆追逐打闹,男生就把那女生的书包扔进男厕所,还把女生的卫生巾拿出来,到处展示,甚至贴在他们班门口,女生气不过就把男生的裤子扒拉下来了,还拍照。 奇妙阿福的回声机收音机说,我们系一个男的临近期末考试上课,跟老师顶嘴,说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学反正期末考试不考,然后老师多增加一项考核内容,结果年级两百多个人一大半全都挂科,我一辈子都记住这个颠工。 姜黄豆豆,说,我们班有个寝室四人寝,其中两个女生都去对象寝室生活过,其中有一个女生被男生学院领导发现了告诉了我们辅导员,我们班一个男生的对象也去他寝室住过,并且男生的室友都同意了。 心碎,破碎的心小狗,说,大一射友,晚上八九十十一点,都不聊天,就爱十二点用非常高的音调哈哈大笑,而且是在已知我十一点就去睡觉的情况下,把我吵醒了,我提醒了,还是一大堆动静都十二点了,姐弟二天,还早八。 好运来好运来四叶草说,我们班有一女的家里很有钱,然后她们宿舍开空调费用要A,如果她不在宿舍,她就要记录好她出去的时候是多少度电,等她回来了,就让在宿舍的人A她钱,大夏天的很热她也不给开空调。 黑子别沾边,说,别提了,我是有去年讨完试和我们几个朋友一起玩狼人杀,都是不怎么会玩的,什么环节都说的可能不太标准,她跟我最好的朋友说什么,下次有我别喊她,说什么艳蠢正犯了,我真乐死了。 Solo说,贼胖艺女的舞蹈专业,上课属于那种边角料,还老请假,查浅还被记过晚归上过白榜,专业跟文化课成绩都不咋地,估计是跟老师什么的打交道来的,最后人优秀毕业生,这世道,看不懂。 明顶,说,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男生拿着手机进女生厕所,被我们教导主任抓包。 被问为什么进女厕,他说,是看手机太入神了,没有注意是女厕,后来才发现,她是故意的,且手机里面有女厕所的录像。 云之男,说,班里一对情侣暧昧,摇班里人的是,抽烟喝酒谈恋爱什么的,雅人上课传本,还不是纸条? 一次线时,男的不写卷子,斜着脸看女生,年纪主任当场抓到,本也被收了,班里,几乎无人信念。 西岩未婉望说,我们急得一对情侣一下课就缠在一起,那天我去水房洗手,就看见他们两个在水房胸贴着被cosplay泰坦尼克号。 我路过的时候,还听那男的对他女朋友说叫声,老公鸡皮疙瘩都起了一身。 中午吃什么,说,当时隔壁班一女的没床位了,在我们宿舍住,她在床上换姨妈筋,然后把换下来的姨妈筋从床上扔下来地上,最后还偷钱。 偷完钱,就说不在我们宿舍住要搬走,但是没证据也没办法她。 川河景明说,我不同班的朋友班里有个女生,在学校里到处认小哥爸爸啥的,这几个男生被他一个人玩得团团转,还因为他吃醋,他到处哄,在同学面前说什么他小哥,他爸爸怎么样,我听到的时候都呆了。 说,遇到一男一女在墙壁那个,主要地方在高一高二洞之间,我回家就走那条路,我只是想待晚点趁人少回家,不是为了看学校那些人在干这些。 还有好几对高二跑高一洞楼下亲,我想问,疯了吗? 经络,说,班长没通知完所有学生要凭优秀共青团圆,有两个学生口头跟他说要申请优秀共青团圆之后,加上他自己刚好三人,马上提交名单上去。 后来才知道的,同学说要申请,他直接让人家等下一年。 黎欧,说,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有一年总分差一分就能拿奖学金,那个时候不知道,我们的第一名,每年期末考之后都找老师要分的。 唉,这个老师那儿几分,那个老师那儿几分,均分就上来了呀。 等展和叶查,说,我原先的朋友,在一次非常重要的考试之前,PS,他知道我这个人非常容易受情绪影响,给我写了风诀交信, 告诉我说他觉得我和他在一起不开心,然后不想和我做朋友,真的觉得看错人了。 海绵宝宝佩大猩猩,说,上大学的时候,有个社友老师带男朋友来宿舍,也不提前打招呼,甚至有时候周末大早上,我们还在睡觉,那男的就敲门进来了,两人坐宿舍一坐一上午,聊天看剧,我们其他几个不敢起床躺一上午。 你包橘子说,我勒个逗啊,这什么人啊,他从学期初开始,被厚厚地提库,倒不如从学期初开始被病理输呢,真的是无语了。 我第一次听说,大题,只要和答案不是一模一样,就不给分的,太惨了,朋友我一整个震惊住了。 溺水晶鱼子,说,学院大一励志考研解,哥,举报老师漏题,全校考前临时由A卷改B卷我希望他反斜杠他不要被发现,不然我真的不会知道某人会经历什么,而且因为谣传是我们愿。 我第一次觉得,给人说我是啥愿尴尬,人生如初见,说,读大学时,我们宿舍六人,我有两个玩得好的,其他三个都是和外寝室玩得好,那时候,我们宿舍关系不是很亲密,但是呢,也没啥矛盾。 矛盾制造点就是寝室垃圾,大家不愿意扔,宿舍基本都是我打扫。 连夜把书读烂,说,考试前两周,老师给学尾画重点,让他发班群里,但是他打算考前一天才发,他摄友看不下去,说给我一摄友了,我摄友直接去问老师要,说学尾不给,后边学尾恨了我们宿舍的人两年,老针对我们。 二雪,说,奖学金见人性,以前大一刚进来的时候,一个班可团结了,什么中秋晚会啊,跨年晚会啊,篮球赛可积极了。 自打大二上学期,一群人开始为了奖学金,挣了头破血流开始,一切都变了,真的很现实。 一枚盒子,说,上次期末考试,有人举报画重点,原本是考A卷的,然后学校教务处就改用了B卷, 全校各个专业都考了B卷,真的害惨了好多人,真的服了。 还有有的洗衣机里能发现,不知道哪个颠簸带血的卫生巾。 赵爷眷顾的孩子,说,大三有个保研的,为了不让别人考上研究生,去教育助举报老师化重点, 全校换考了考卷,期末考的B卷。 一般老师化的重点也是A卷的,B卷会更难,考的范围更偏, 甚至有些A卷的重点B卷没有。 大冷汗的笑说,班主任公开投票选助学金名单,明文规定不能拉票。 A女QQ发信息一个个拉票成功入选,后续,被截屏证据举报。 A女解释,因为我妈妈说助学金说给有需要的人,所以我拉票。 这个世界我感到陌生。 小红鼠论坛,说,大三思正考试,班尾把老师发的题库删减了了一半, 发给了全班同学发了。 考试的题没有一个复习过的,幸运的是被监考老师发现了, 当全班同学知道之后找他算账,但是他还是理直气壮说自己没做错。 天天开心,早日就夜版说,考试周,颠颇白天偷偷跑出去复习卷, 然后晚上回宿舍说自己出去玩好累,然后轮流看宿舍的人复习进度, 然后麻溜洗漱护敷完后说,课程考试没什么好复习的,自己先睡了。 结果,上床开小夜灯翻书。 贼泪挺,说,我大学的学习委员更颠,老师给他画了重点,让他回来告诉大家, 他完完全全给大家画的相反的范围哦,要不是我们专业还有其他班级告诉我们真正的重点范围, 估计成绩出来他会是全班唯一一个及格的吧。 说,摄友和A在6月在一起了,互相暗恋彼此6年,期间两个都谈了好几个, 8月分手,分手期间每天打4H以上电话,叫老公宝宝的,见面抱抱什么的, 女方不同意和好,因为不想公开,觉得男方拿不出手。 蹲蹲蹲,说,大学的时候啊,太久远了,我是有用方言和家里人打电话吐槽我们, 在朋友圈发动态,用方言说我们恶心,我觉得他可能以为大家都听不懂, 但是我是安徽人,他是江苏人,他说的话我听得懂80%。 普世尔,说,想起之前有个同学,用过的姨妈金布扔,放自己的床板下面, 同时还有什么苹果盒之类的,期末走的时候才被翻出来知道。 因为他家劲,冬天他妈还要带暖壶,过来帮他洗脚,冬天打热水的人比较多要排队。 小红鼠65B2FF18说,有一对情侣,我高中的时候,美术写生, 在宿舍里PPP,然后声太大,被老师发现了,不仅如此, 经常在朋友圈空间里发C照,就是他俩在一张床上的照片, 我现在已经工作一年了,依然记忆犹新他们的照片。 嗨呀,说,学校有申请贫困资助,导员让学生会的申请, 申请条件可搞笑了,说家里开店的,以前从月租10万生后来到66万, 结果通过了。 而且,一个班30个人,9个人申请,7个人是学生会的,最后全部通过。 李李,说,我来。 大学班干部有好处都自己留着, 很多价值高的活动都是等他们选完了才发出来, 不然就直接不发,还有班长故意不再班级群发面试时间, 导致过了比试的将近20人,没抱上面试,多等一年, 还要被辅导员骂。 123456说,我弟弟才上大学,跟我说,晚上很多人去大学操场跑步, 有个男的跑到个女的身边,直接就把女孩给捅了几刀捅死了, 说是因为分手产生的感情纠葛,所以说,谈恋爱需谨慎。 还有心疼在现场的学生吗?多吓人啊。 Forest说,宿舍楼管大爷大妈,大爷总是在楼道吸烟履叫不改, 我们天天二手烟。 宿舍楼1-2男生,3-6女生,大爷有的时候通知消息, 明明有QQ群,但是却喝得醉醺醺的11点敲女生宿舍门门, 叫大家填表格。 佛系面对生活,说,我同学妈妈是大学老师, 那大学里之前有两个同系的女生,都喜欢同一个男的, 天天为这打得不可开交,有时还吵到男生宿舍门口。 但是那男的是童,不喜欢女的。 那两个女生在知道男的是童之后,依旧喜欢她。 Ting,说,我们请市长男朋友在网上和起码十个女网友聊骚, 被抓到闹分手后回寝室哭,哭两个小时,我们都安慰她, 结果一个星期后复合了,还被刺我们寝室所有人, 大概就是说,我们多管闲事爱装好人,最好锁死渣男见女。 有九块腹肌的帅老头,说,我们去排练话剧, 因为有个男生有点闹脾气, 但是我和那的男生很小就认识,非常好,他们就让我在六楼等着, 他们去买奶茶,买回来了,很烫很烫,然后烫到我舌头了,我就说嘛, 然后他们天天说我有公主病。 铁锤爱大王,说, 颠婆周末不住宿舍住酒店, 喊本地颠公男朋友陪她。 颠公说,生活费不多了,没法请她喝酒。 颠婆说我有钱你来。 颠公带了五个朋友一起,在酒店把颠婆LJ了。 后来颠婆怀孕报警了, 颠公说我不去,是你非要我去的。 OO说,今天晚上是这样的, 我在商学院熬大夜,凌晨三点接水, 看到一个认识的男的, 西装革履在电脑前, 头像是在发疯,凌晨四点接水他还在, 我凌晨五点从商院出来, 又碰到他, 我俩一路无言各回各家查询, 精神状态。 一只起司乃香猫, 说,在学校抄话看到的。 考研的时候, 大家都会在教学楼或者图书馆学习。 教学楼一般是自己会买桌椅, 放在楼道空地里学习, 学习和生活用品也会一直放在那里。 有人在抄话里, 发他水杯里, 被人弄了真意。 陈玄说, 初中,食堂正对教学楼, 我们教室在三楼正对食堂三楼里一对搞活动的。 全班都为窗户去看了, 对面好像发现了, 停了, 也趴窗户上抽烟聊天, 然后又回去继续, 食堂桌子不干净了, 因为很暗, 所以都没看清脸。 PiuPiu奶奶好喝到咪铺茶, 说, 寝室聚餐吃饭到一半, 一个女生说她上厕所。 然后过了一会儿, 有人给我们打电话说, 我们为什么孤立这个女生。 原来是他们发现这个女生在他们寝室门口坐着, 哭着说, 我们聚餐去了, 不告诉她在哪里没带着她。 小李心理扭曲物尽板说, 我能说, 一个出了大学的颠婆吗? 虽然是在她毕业之后认识她的, 但是我敢肯定她大学绝对很乱, 而且被同学们刺激得心里扭曲。 见人就说, 我家里虽然有两个弟弟, 但是一点都不重男情女详情请见我主页第一篇。 嘟嘟说, 大学里一个男的喝多了, 十一二点守着宿舍外面的指引机, 不让别人接水, 强硬去接水的还被她打了, 然后她发现拦不住, 就当场拉石抹在指引机上。 当时宿舍群消息直接久久加, 第二天学校就换了新的指引机。 焦糖巧克力记录册, 说, 感觉摄友每天都在cosplay纽特 把自己的行李箱弄得框框想拉开关上, 从每天早上大家都还在睡觉的时候, 她就开始奏乐了, 现在都不用订闹钟, 奏乐声消失了, 基本就醒了, 尽管离上课, 可能还有一个小时。 哇说, 一女的喜欢一男的, 开小号给那男的说, 然后给自己大号说, 他已经是我的了, 不要再纠缠他了, 切回大号把那些话发到群里, 隔天又说那个女生小号扇他巴掌, 后面那个小号又说约见那个女生和我们搬男的。 大挂, 说, 隔壁的隔壁班有一个男生, 他跟他们搬一个女生表白了, 但是那个女生拒绝他了, 然后他接下来又跟另一个女生聊天, 聊了一星期后跟另一个女生表白了, 那个女生也拒绝他了, 然后他就要自杀, 最后被拦下来了。 大家说得对, 说, 大学老被偷外卖, 然后学长学姐抓了很久才抓到, 是学生会会长偷的, 然后那个会长去找辅导员求情, 学长学姐要求他赔钱, 最后的结局就是, 会长还是会长, 一分钱没有赔, 写了个保证书不偷了, 连道歉都没有。 早日退休, 说, 上学时候班里一颠婆, 心情一差, 就会把所有同学删掉, 不管是不是有事找他, 闺蜜也删, 每次都要闺蜜哄着家回来, 还会跟中年教官撒娇扯袖子, 仗着自己学生会耍大牌, 谈恋爱的时候无法描述, 两个人一起颠。 林, 说, 我有个高中同学, 他的大学设友, 大学四年都在他男朋友同个学校宿舍住, 每次有检查人员来都说, 他在洗澡, 不然就是睡了。 他男朋友宿舍的设友因觉得离谱, 去投诉好几次也没用, 后面还是继续住在男生宿舍。 兔子骑在水星上, 说, 我和我闺蜜在学校门口的KTV遇到一个很久没见的学弟, 我俩之前学生会一个部门的, 我就打了招呼说了一句, 嗨某某好久不见, 然后我和我闺蜜就去吃饭了。 第三天, 这个学弟给我表白了, 发空间爱特我。 兔子的碎碎面水花四溅说, 我们班有一个, 他操作太多了, 放个屁股闲的时候再讲。 可以说说人家现在, 因为他妈是某事人常, 人家毕业就进政府, 还有他们那的电台, 专门给他出了版采访那玩意儿说的, 我都不敢相信, 这是我大学里的那个人吗? 四月, 高亮度标志Apro说, 去泰国请了某东西, 每天三跪九寇, 半夜经做起, 然后一动不动, 第二天说自己不知道, 说自己有神仙护体, 大冬天可以直接穿短袖, 每周一个男同志开房, 说是需求, 哎呀妈呀太多了, 想起他我现在汗毛兜力起来。 爱干饭的小鱼说, 我室友有被害妄想症, 他在前一个宿舍, 经常去跟辅导员说他隔壁的女生晚上拿刀捅他, 还到处说人家嫉妒他, 想害他, 把那个女生搞出病来, 然后又来了我们宿舍, 还是同样的话, 说我们嫉妒他漂亮, 想半夜杀他, 圈圈圆圆圆圆圈, 说, 小A女和小B男是男女朋友, 小A劈腿被发现分手, 无缝衔接小C男, 小C知道自己被无缝衔接后果断分开, 结果小B还是没死心, 找小A复合, 小A提出的条件是, 下跪, 小B也真跪了, 锁死吧锁, 义田, 说, 初中以前我们三个一起玩, 然后有一个被刺我, 还要霸凌我, 找人读我, 整天来我们宿舍, 后来我室友看不下去, 和老师说了, 最后过了好久他突然嫁我, 说想我了能不能原谅他, 说只是嫉妒我和另一个人玩得好, 关东主来穿关东主, 说, 我也来讲一个巅工大衣, 和我们班班长出对象, 出了大概半年左右, 劈腿巅婆, 炸裂的是巅工和巅婆劈腿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巅婆也还在和别的男的谈恋爱, 总结就是, 俩小三在一起了, 而且现在刚毕业, 已经结婚了, 想吃冰激凌, 说, 同一栋楼有个巅婆, 天天晚上和她的巅工男朋友, 在宿舍楼下热吻亲到关门前一分钟, 声音还很大, 天天从那边路过, 都可以听到滋滋滋的声音, 关键是, 那个女的还比男生高挺多, 男生天天穿个紧身裤, 背个双肩包, 点起脚来亲, 风, 说, 我大学的时候, 学校有对情侣走路, 是面对面走, 别人情侣走路, 是手牵手并肩走, 他俩就不同了, 面对面走, 女生面对着男生, 手拉手, 女生倒退走, 当然这都不算啥, 雅人走一步亲一口, 走一步亲一口, 天天都这样, 一一千一百一十一一, 说, 大一开学, 这个男生和另一个班女班长谈恋爱, 到了大三开始, 他和同寝室, 学弟谈恋爱, 学弟帮他去上课签道, 他俩带着情侣对戒, 每天黏在一起去食堂吃饭, 一起去自习室, 在宿舍的情况我不知道, 反正住一个宿舍, Korshick说, 是有因为作息问题, 他起床出门最晚, 早上上课, 没有人和他一个时间段出门, 他对外说, 我们孤立他, 跑到别的寝室说, 自己要跳楼, 因为卫生问题, 我们提醒他, 他说我们挑刺, 谁能接受早上起床上厕所, 发现厕所里有史没冲啊? Lewis说, 本人现在高二, 听班上一同学, 说他有一初中同学考上高中后, 喜欢上了一男的, 就不想读书了想和那男的结婚生子, 他父母不同意, 然后他直接怀了那男的孩子, 后面他父母打算给他办理休学, 但他直接把学给退了, 云朵上的鲸鱼, 说,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 我大一隔壁, 那个兄弟天天带女生回来, 我一写作业就开始了, 都是不到十分钟, 在女生刚开始, Oh my god 的时候结束了, 女生每次都是摔门走的, 一开始, 我很隔音后来, 光顾着天天看他乐子了, 苏七, 说, 我室友A, 和我吵架后, 悄悄去问其他室友, 谁对谁错, 在大家都说他错后, 他觉得是我心机深沉, 即和室友孤立他在考研前一晚, 抖音外放, 我提醒小生一点后, 说我针对他, 他说, 为啥别的室友都不介意, 就我一个人提醒, 墨益英克说, 大二刚公布奖学金名单上, 看到我们那届一般的班助学姐 被他的同学A要求, 把自己的奖学金名额让给B, D氏, A男朋友, 然后被学姐发朋友圈开团了, 估计没啥好下场, 因为后续没关注了, 也不知道后面是啥结果, 妮蔻好想逃, 说, 我之前大学的时候, 一个大二的学长和我们学院书记在一起了, 书记李毅还有个七岁的女儿, 后来学长保研人大, 书记去人大读博, 几年后双双返校, 一个高生, 一个在学院当研究生导师, 到现在也不敢在学校承认关系, 花开富贵期, 说, 考专八, 班长让宿舍长收集信息报名, 一个男生宿舍长故意不发通知, 只报了自己的信息上去, 班长问他你室友不报吗, 直接已读不回, 截止报名了室友才发现, 直接参加不了考试, 被发现了, 还嘴硬说自己没看到班长的消息, 彩虹彩虹多吃蔬菜, 说, 颠婆谈恋爱, 找了一个当兵的A, 国庆放假去找这个A, 并且见了A的摄友B, 过了几天和A分手了, 又和B谈恋爱, A和B是同宿舍上下铺的, 颠婆谈恋爱, 喜欢找当兵的, 很颠的是, 她谈的对象和她前男友们都是朋友, 爱炮, 说, 我大学网恋, 意外一段时间后, 吵架分手了, 颠婆室友从我网易云找到了我这网恋的前男友, 叫人哥哥, 摇他来着, 我那颠弓网恋, XP颠屁颠截图, 给我看让我注意一下, 这不是啥好人, 不是姐妹, 啥剩饭你都吃啊, 小懒得多面人生, 说, 看了这么多, 感觉我同学, 这个还好, 当时上高中的时候, 有个同学为了省钱买手办, 自己不花钱买午饭, 每次拿个食堂盛汤的小碗来找我们要吃的, 拿筷子直接夹, 我们盘子里的菜说尝一尝, 后来逼得我们几个都说自己有洁癖了, 小红薯64FA607说, 我高中喜欢穿JK, 很正常的那种高中一女生, 到处造我黄瑶说我穿衣服勾引老师, 还说我和历史老师有一腿, 我们历史老师有妻友儿, 因为我成绩很好, 喜欢找老师问题, 我也很喜欢历史, 所以去找历史老师的频率比较高。 风潇潇吸一水寒, 说, 我设有那个姐, 我们宿舍六个人轮流打扫卫生, 然后都是扫地拖地倒垃圾洗水池, 每次轮到她, 她就不洗水池, 直到垃圾, 每次她打扫卫生扫地拖地, 都是别人看不下去给搞的的, 叫她去洗一下水池, 她说我觉得很干净, 不用洗。 星星安皇后, 说, 我们学校有个男生已经保研了, 举报他们班老师期末化重点文科类, 然后考试前几天, 学校把全校的期末试卷全换掉了, 从A卷换成了B卷, B卷难度就大些了, 而且老师可能也不知道B卷有什么题, 保研哥真可以。 一直没有耳朵, 说, 听说, 没亲眼见, 说是自习室有情侣一起上自习, 可能是整啥死出, 打扰别人学习了。 然后, 一位勇敢的同学走上讲台, 在黑板上写住所有在自习室打情骂俏的情侣, 都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妹。 当年这件事在学校流传了很久。 今日新闻, 新号下话线新号说, 大学时候的事了, 有个男生写暴力黄文, 把他们班所有女生都写进去了, 原名原姓欧对了, 那本书他是男主。 后来不知道是被社友举报了, 还是被女生们发现了, 他被校方劝退了。 但是有一说一, 真的很震撼我的三官当时。 某某说, 哈哈, 我以前有过一个室友, 总给我说他们专业, 谁谁谁喜欢他。 问题人家过阵子就有女朋友了, 他还说男生跟他说觉得配不上他, 巴拉巴拉。 好多好多男生都被他说喜欢他, 他还呜呜地哭, 好像那种有缘无分, 我也不知真假。 叶妹, 说, 大学X设友, 经常晚上12点之后和他NPY通电话, 我们也说过, 但是依旧那样, 有一次一点左右说话更大声, 忍无可忍, 我说了句别吵了, 然后在宿舍群说他和NPY闹分手了, 说我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 通融一下双手合十的人。 不吃芹菜, 说, 我当时大学有个室友, 山西大同的, 很胖, 找了个社会上的当男朋友, 天天在宿舍打电话给人家要钱, 他有那种病, 天天垫着姨妈筋, 也不洗澡, 偷拍室友, 暗地骂别人, 用自己的小权利, 剥夺别人的机会, 在学校勾引男生。 黑帅是说, 之前中学时候, 一个男的幻想, 有一个漂亮女孩喜欢他, 人家都跟另外一个学霸在一起了, 这个男的就死不承认, 毕业之后, 跟别人出去聚会的时候说, 之前跟这个女孩谈过, 并且, 我们班有十八个女的, 对他有好感, 不知道包不包括我。 Tafwer说, 我能插个题外话吗? 给你们讲个八卦, 我们学校有个男的, 今年大四了, 家里搞着一个对象, 学校里面不是搞, 是睡, 睡着三四个养着, 被拆穿, 以后就会破房, 仗着自己家里是当官的, 谁都不怕, 直接就说, 我就这样, 你能怎么样? 奈及, 说, 早上五六点, 大家都在睡觉, 颠簸在阳台跳声, 因为在东北, 寝室里没有卫生间, 洗漱要到水房, 每天早上五六点, 就开门关门, 砰砰地去洗漱, 大四终于忍不住说了他一嘴, 他就更发颠了, 每天早上动作更大声了, 恶心死。 夏花线喝哦火, 说, 我都大学毕业十年了, 也一直忘不了高中的学生会主席, 跟我表白的事情。 在学校里家长会后, 当着我家人的面, 要求我跟他谈恋爱, 他是这么说的, 你必须跟我在一起, 我话都说出来了, 而且我注定是要当伟人的。 滇宫 和同Swimming说, 社友A大家都叫他公主, 开学第一天, 大家都还比较拘谨的, 在聊天的时候, 他问我们, 户口是城市还是农村的, 我说我是城市的, 然后社友B说, 他的在亲戚那边是农村的A来一句, 我妈不让我跟农村人玩, 我跟B直接沉默尬住。 178365说, 大二和个男的关系挺好, 平时就一起玩游戏聊天啥的, 后来他告诉我, 大一刚开学就盯上我了, 玩那个游戏也是为了让我主动找他, 故意让我知道的, 我当时还有男朋友, 他就说要当我的狗, 就因为我长得偏S一点。 云书倾听, 说, 疫情期间, 室友翻墙出去和男朋友住, 学校查人的时候再回来, 有次翻墙被辅导员发现后, 只让他写了检查。 后面又蹭一学生外出实习的门禁卡, 外出, 一住, 就是一两个月。 偶尔回来住几天, 厕所寝室弄得全是垃圾, 不收拾。 小小怪, 说, 大学是有一对颠婆姐妹, 一个冬天都不洗澡, 不洗衣服, 衣服放在不锈钢的柜子里, 居然散发出来, 放在潮湿的木柜子里, 好多年陈年旧物的衣服的味道, 整个宿舍都是这个味道飘得对门宿舍, 也是这个味道, 旁臭旁臭的颠婆身上, 也汗自有。 宝贝尔心甘说, 大学同学男装gay去骗男生感情, 结果对方精神失常, 闯入宿舍没找到同学, 又去教学楼找他, 在我们楼层大喊我同学去gay有艾滋之类, 男生妈妈在门口根本拦不住。 同学屁都不敢放, 躲在屋子里让我们喊保安。 Full Like a T说, 我们宿舍有个女生跟他男朋友分手了, 他们之前恋爱听的歌都不允许我们听。 刷短视频的背景音乐如果是的话, 也不允许我们刷视频, 否则就会生气放狠话, 会诋毁我们喜欢的明星, 我们必须听着, 还得陪笑脸, 否则他就会不高兴。 Momo说, 不是我们班的, 是我学妹班的。 他们班学尾要求每个人每节课给他签到签退, 老师的签到不算数, 他的签到签退才算数。 然后他们写作老师只要求平时作业15篇, 期末作业手写。 结果学尾要求他们所有作业都要手写交给他。 那个老东西, 说, 隔壁班一个男的会在所有班级一同上的大课上询问大家对已考过科目的孤分, 他会自己先排个名次, 别人没孤分他还会磨及人家孤一下, 他必须知道自己的名次, 如果最后成绩出来偏差大他就要去找老师问是不是判错卷子了。 Amory说, 为了不上课还能拿毕业证, 装自己有抑郁症要跳L。 深夜发微信给辅导员说自己不想活了, 然后天天去酒吧喝酒, 第二天回宿舍睡觉。 辅导员不敢说他还让他可以拿毕业证, 不懂为什么要用别人真的抑郁症的借口, 去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 没礼貌的小鬼, 说, 我们专业里一个男生是某警察局局长的儿子, 成绩加上宗策就是第一, 各种花钱买论文, 找老师改成绩, 老师不改就上级打电话施压。 一个女生是本校某副教授的女儿, 考试前基本没看见复习过, 可能是和老师要到了考试原题。 Narvana 12138说, 我大四下学期发现缺学分又选了门课, 因为毕业要早考试, 让自己去跟老师商量考试安排, 我认真上课期中考试期末考试, 再三跟老师说这个关系到我正常毕业, 结果那个B老师不给我期末打分, 然后结业了, 后面又耽误一学期。 桃子桃桃逃跑, 飞奔符号说, 班里有个男的, 是教师子女。 有个女的天天叫他少爷, 还非要用山路十八弯的语气, 少爷上课还发出各种怪叫。 老师一进教室就大喊老师好帅好美。 管纪律的时候, 男的吃东西让他们小心点吃。 女生吃直接下来制裁。 老公肩宽五十八说, 有一次, 我出宿舍楼的门, 我在里面按了门的开关, 然后在我伸手去开门之前, 有个女生在外面先放到了把手上, 我就自然而然等她先进来。 然后, 她一只手拉着门, 转头跟她对向, 来了个长达三分钟的舌纹。 我当时一整个不知进退。 小离师, 说, 分享一下前男友, 因为我喜欢他之前, 喜欢过另一个人叫小璐。 在一起之后, 她隔几天就提一下, 说你和我在一起, 就是因为人家小璐没理你, 然后说我会背着他找别人, 而且是一直说。 隔几天就说, 喜欢他之前喜欢别人, 就是个罪一样。 奶奶说, 食堂三楼的, 不认识男女同学舍吻, 我当时正在和朋友说话, 没咋看他俩腻歪的。 结果后面女孩子, 做男孩子腿上舌吻, 我去, 声音实在太大了, 就看了一眼, 结果他俩没看见我在看他俩, 还在继续舌吻, 然后我就自己, 带着朋友走了。 Pirance说, 我们寝室的的, 女生吃完的泡面碗, 放在公用洗手台上, 长毛了也不刷, 挤痘痘出来的浓水, 往公用镜子上抹, 上厕所上到外面也不擦, 让他擦他, 就阴阳怪气。 我当主持人, 三个人组团阴阳我, 因为我是团之书, 他们入团不成功, 就怪我。 皮蛋Solo周, 说, 昨天跟完了六年的好朋友聊天才知道, 在初中到高中, 追了我四年的男生, 在我转学后, 和我们体育老师谈了, 体育老师快40了女的, 那个男生才16.17, 他俩在广播室舌吻, 被同学拍下来了。 我朋友, 昨天和我讲的, 直接震碎我三观, SHJCBRHXJKSNZGGSNXJDJDBH说, 一女生专爱班上有点小钱的男生, 和一位电子歌表白, 被明确拒绝后, 还想靠送礼物扭转局势, 可电子歌碰都没碰, 直接拒绝并提出不再往来。 结果他觉得面子上挂不住, 造谣说和电子歌谈了一个小时, 被电子歌的一位女性好友拆散了。 来一口相遇派, 说, 本科撒颠婆, 因为有阵子, 我们那里不太安全, 我们同学担心就说, 要注意防护什么。 颠婆们和他说, QJFan也不是谁都Q, 人家看不上你, 戴冷汗的笑撒颠婆, 戴口罩的脸期间, 去蹦迪还戴一张脸的太阳了。 戴一张脸的太阳了以后, 拒绝检测不承认自己, 戴一张脸的太阳, 最后把室友都传染了, 还是不承认。 甘甘鱼, 说, 我们学校表白强, 一个女生自己发的他男朋友和前女友, 瞒着他上床的聊天记录。 事后, 前女友的朋友跑去和那个女孩子道歉说前女友是恋爱脑, 让他不要被那个男的骗了什么的。 那个女孩子觉得事情发生了, 才去告诉他就很生气曝光出来的。 爱吃泡芙那小耗子, 说, 大学班长为了保研, 在帮老师批卷子的时候, 抄了班上成绩最好的同学, 也是跟他保研最有竞争力的人分卷子。 大题抄得一模一样, 还把人家本来的正确答案改了。 还是后来那位同学觉得自己不可能分那么低, 申请看卷子才发现的。 程兰峰说, 团支书拉我参加朗诵节目, 节目的人员安排, 剧本, 排练, 情景剧类型都是我弄的。 当时五点钟我回去写剧本, 他七点就催着我发给他, 后面节目拿了一等奖, 领奖的人也是他, 人家问是不是他的节目他说对, 当时我人还站在旁边。 威宇婷说, 我初中有个学妹B, 拿同级一个长得漂亮的女孩子A照片跟别人网恋, 捞了好多钱, 后来是那个网恋对象, 偶然翻到A的QQ空间, A和B是朋友, A的空间陌生人也可以看到的那种, 发现A怎么和他网恋女友长得一模一样, 就加了A。 纯正目强劈类我事, 说, 颠婆不和人床主打声招呼, 就擅自搬到床主的床上睡, 后来床主被老师要求搬回来, 请人和颠婆说声, 颠婆不乐搬但见不得别人说她不愿搬, 开始对床主及朋友发颠, 大喊大叫, 四楼的人都来围观五楼颠婆发疯, 颠婆朋友也开始发颠。 小茉莉放假版说, 我们学院第一级有个女生, 成天在空间和朋友圈发小作文鸡汤, 但是她在自己的微博, 天天发长文嘴自己的朋友们, 挨个挨个地发长文, 每一个朋友她都看不起, 那个微博表面上只有十几个关注, 其实连我这个学姐都知道了。 哈哈哈哈哈哈。 搭吧六说, A室友和A不同班, 某次A室友告诉A下午要考试A的班级, 没有收到通知A就去问老师, 老师说确实要考试。 叫A马上通知班里人A通知了B骂A是老师的狗腿子, 并贴脸开大, 在考场上指着A骂, 并发朋友圈阴阳A热爱学习。 怎么还不下雨, 说, 我们大秦有个颠婆拉粪堆直接拉厕所门口, 没错门口, 她甚至都到门口了, 都不打开厕所门进去拉, 谁懂啊, 那天下午发生的, 晚上我别的戏的朋友都来问我到底是谁。 但是由于没有目击证人, 至今我们都不知道是谁, 只有非常非常怀疑的人。 福生, 说, 疫情风效期间, 室友成了主播, 天天晚上播到一两点。 我们其他人, 早上快八点了去吃早饭, 被说不是正常人的作息时间, 心脏不好, 有事情我们要负责, 我们其他人动作都很轻, 就怕吵着她。 心脏不好的主播, 凌晨三四点睡不着在织毛衣。 冯白月, 说, 初中的时候搞活动, 类似运动会, 全校的人都得去参加。 结果, 当天被巡逻的老师找到一对小情侣, 在教室里面那啥。 据说被找到的时候那个女侧标志正跪着, 给男侧标志口。 更尴尬的是, 那个女侧标志的妈妈, 还是学校的宝洁阿姨, 后来应该是转学了, 没再看到过。 闷得而密, 说, 班长成绩好, 拿了国家励志奖学金, 结果团支书那个颠婆不愿意了, 说她也要, 可她成绩很垃圾, 其实只要她成绩看得过去, 导员也会给她, 但是都挂科了, 还怎么给, 结果颠婆天天去办公室闹, 没办法, 导员说, 班长拿正书, 团支书拿奖金。 古希腊掌管史的神, 说, 一个男的, 我带本魔源去学校, 他看见是日曼, 就说是黄色漫画。 一个女的, 问隔壁班要钱, 人家不给, 就一阵打骂威胁, 去年她在老师办公室门口喝饮料, 因为学校不让带零食, 班主任问她喝啥, 她说是水, 班主任拍照, 她摔班主任手机。 中条彩位, 说, 女A和对象分手, 半夜去爬墙男生宿舍二楼, 跪求男友不要分手。 男友过节带她回家, 她坐沙发上看电视, 男友和男友妈妈打扫卫生, 男友和她闹分手。 半夜冲到男友家里, 敲她家门叫, 不要分手, 把我当假想敌, 天天被地里骂我。 长安, 说, 有一个男生学网上把学生证丢女生宿舍附近找女朋友, 结果被一个男生捡到了, 没还她。 扔的那个男生在校园墙上发找她的学生证, 并说她不应该这么做, 导致学生证丢了。 第二天, 那个捡到学生证的男生在校园墙上回应说, 跟她触对象, 就还给她。 Carrie Tan蓝色的心, 见过威神版说, 颠婆在网上买教具参赛, 在决赛该介绍教具的时候, 拿出了自己在网上买的美术作业, 给评委们看说, 这是我自己画的, 就蛮莫名其妙, 指着老虎的一个红色伤口说, 这个是爱心, 每次美术作业, 我们累死累活地做, 她去网上买的, 老师还给打高分。 怪旅桥之桥, 说, 疫情的时候, 跟男朋友翻墙出去约会, 感染了新冠, 做核酸, 让室友顶包扫码, 自己发烧到38.2摄氏度, 不去校医院, 自己又翻墙出去看病, 结果被确诊, 反馈回学校, 来回折腾, 导致学校4000多人紧急隔离, 风寝半月, 学校财政都快空了。 洪心佑, 说, 高考完后, 班长跟其他几个人用班费聚会, 把剩的500班费用完了。 没跟没去的同学说是用的班费, 绝大部分人都没去。 我去问他, 什么时候退剩下的班费才知道, 班费早被他们聚会用完了, 找他退一开始, 还不退。 他们聚会的那几个人, 还觉得自己没错。 薄荷拿铁乱说, 我朋友的社友是班长, 然后能先拿到同学参赛发下来的奖状证书, 然后一直扣在手里, 不发出去, 同学疑惑, 为啥这么久还没有获奖证书才发现的? 还有借着收作业, 提前看别人的PPT和论文, 别人写一万字, 他就两万, 就为了卷评十分。 某某说, 以前大学同学的男朋友, 安德外JG一类的角色, 在中东战死沙场, 或者在中东染病, 听说了几个版本, 气息奄奄之时, 不回沿海老家, 要来四川见他, 但是最后哪个版本都说得没见上? 他男朋友立了遗嘱, 给了他百万遗产, 和他的智障妹妹。 文艺怪诞, 说, 大学班里的团支书和班长, 分别抛弃了自己高中时期的男女朋友, 不顾阻碍在一起了, 从此以后班里的所有奖学金, 入党, 平优平仙的名额, 都被他俩和他们的跟班垄断, 毕业之后, 俩人又一拍两散, 很难不相信, 这四年俩人是为了利益, 紧紧绑在一起。 安内说, 初中毕业考试, 考场一男生想去WC老师不让, 后来憋不住又说了, 老师就是不让去, 然后坐在座位上尿了生理上的, 老师问, 什么意思? 他说, 您说不让去呀, 我只好就地解决了, 大概原话, 当时考场鸦雀无声, 我心里默默说, NB。 杨锦, 说, 我大一的时候, 奖学金就是因为, 我们班学尾跟导员关系好给我挤掉了, 我的学分能加的说不能加, 结果那个学尾加了, 最后总分就比我多0.01分, 然后奖学金给他了, 我真的会谢, 真的是颠婆, 辅导员也是颠婆, 那学尾也是颠婆, 是真的很福。 半堂小李, 说, 室友A从来没见他在宿舍洗内裤, 衣服喜欢堆矿里一堆几个星期, 宿舍不大, 还喜欢到处放他的东西, 不会打扫卫生, 说了扫扫更脏, 很注重自己外在形象, 如果我们跟他说了什么, 说不通, 再去我们自己的宿舍群里说, 他会破房, 觉得没照顾他面。 杰尔水花四剑说, 我大学室友在金钱关上多奇趴不说了, 在寝室散养仓鼠, 上厕所在卫生间随地大小便, 后来因为我爸死的时候, 嘲讽我和我爸, 让我拿棍子揍了, 后来他说一次, 我揍一次, 我在寝室的时候, 他一点声音不敢出, 受不了了, 后来他终于搬出了寝室。 殷纪和说, 班长是女的, 跟班里一群男的搞暧昧, 女的都不跟他玩了, 结果俺搬另一个女班长, 又去舔这个女的了, 而且后来这个女的跟一个男的坐了一星期同桌就在一起了, 天天亲办个多点, 还叫这男的去骂别的女的, 班主任还不管, 向着班长跟他男朋友。 羽毛强说, 在原宿舍闹矛盾, 搬到低年级宿舍, 又闹矛盾, 到处宣传自己被孤立, 闹到全学院, 包括一些老师都知道。 毕业的时候, 新宿舍的人都在庆祝人终于走了, 并且, 两个宿舍都和宿友友在金钱上的矛盾, 并且还有一些别的乱七八糟的事, 通通觉得自己没有错。 何念叨我, 说, 宿友女童, 他对象天天来找他, 上他床, 雅人在那打拨, 有时候聊天很吵, 我戴耳机都听得到, 他对象走的时候凌晨两三点都有, 开那个门吵死了很尖锐的声音, 还偷偷问别人我是不是歧视他, 你有多特别啊, 我长这么大, 不知道我歧视同性恋了。 杜金的制造厂, 说, 当年上初中的时候, 班里有个女的, 他一开始说他在小学有多惨, 班里的女生都孤立他, 原因是他更招男孩子喜欢。 后来天天不来上学, 就混社会, 他妈也不管他, 就由着他玩。 来学校就谈恋爱, 跟这个男的抱, 跟那个男的亲想要后续可以撕我。 沈钊, 说, 我们学校女童群群主, 我曾经是双, 跟他加了好友后, 没说几句话, 过后交男朋友后, 他跑来私聊, 骂得很难听, 还让其他女童一起网抱我, 造我黄瑶, 问就是说执女装机, 我说双性恋, 让我拿出跟女生谈恋爱的证据, 我没谈过女朋友, 所以我不是双性恋。 Laurie说, 我对象室友, 一直记得他是有对象的, 在外地, 他也是外地的, 到我们本地上学, 有一次在操场看到他签一个女生逛, 我还想着他对象不是在外地吗? 然后最搞笑的, 女朋友来学校找他玩几天, 开了几天房, 再接着, 跟现女友开几天房, 无缝衔接呀。 跳跳鱼, 说, 我们专业有个女的期末考试作弊, 被监考老师抓住, 让他去补考, 也不知道, 他俩发生了什么冲突, 那个女的打教育局电话投诉老师, 结果投诉那女的被找出来了, 在第二天考试的时候, 我们系的主任挨个考场的骂人, 本来考试就猛逼挨了一顿骂, 更猛逼了。 某某说, 颠婆自己晚上九点前就要躺床睡觉, 不让我们发出声音, 说吵到她睡觉了。 神奇的是, 九点前睡觉, 晚上十一点, 她起来开空调, 早上六点不到, 就把空调关了。 颠婆一个, 就那点电费每个人平摊下来也要补了多少好吧, 傻逼。 忍了她四年, 我也是够够的了。 MZO下话线说, 就在昨天有个女生出轨, 校外男小三来帮女生搬行李, 被圆佩抓包, 男小三逃跑了, 圆佩闹到宿舍楼下砸了女生手机, 然后扇巴掌。 圆佩找妈妈, 要了两千块要配女生手机, 那个女生在宿舍楼下一直哭, 还踢那个女生, 最后把书记都搞出来蛮可怕的。 Stardust说, 我大学一社友, 班级平平困户, 她给我们全宿舍说选她, 因为她想买个笔记本电脑, 但人家那时候已经有一个笔记本了, 全宿舍就她有。 我们都没选她, 颠婆穿了社友的风衣和帆布鞋, 没提前打招呼, 跑到青海去了, 说我们对她不好, 抑郁了。 你搁着马卡巴卡呢? 说, 我来说个, 就是身边的人, 她找班里人不谈恋爱, 就是无聊寂寞的时候, 找出来亲嘴。 听到这种关系, 我惊了, 原来真的不想负责, 只是为了生理需求, 关键都是一个班的, 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我感觉他们很疯癫, 不知道再想些什么, 并且双方都很享受这段关系。 小熊小熊, 说, 宿舍有个颠婆, 冬天经常晚上两点在床上用吹风机, 不知道吹什么, 呼啦呼啦吹老半天, 可想了, 全宿舍人都被她吵醒了。 后来有天晚上八点多, 我和另一个室友聊天, 她自己也和她朋友在我们宿舍聊天, 她反过来说, 我们声音大吵着他们聊天了。 我, 林之宇, 说, 一个没那么颠的, 疫情最严重那年, 学校天天安排宿舍消杀, 中午开门通风, 一大四学姐晚上回来发现宿舍还有胃, 所以质问另一室友, 那个室友争辩已经开过窗了, 那学姐不依不饶把晚饭吃剩的汤水全到她床上, 后面又在戏大群里争吵, 惊动了戏主任。 Startling说, 高中高二级巅宫借了一套我们学校的校服给一个计校的女生, 女生穿着校服混进我们学校了, 学校实验楼有监控是坏的, 他俩在那那傻了一夜, 后来女的报警了, 据说是那个男的答应睡一觉用家里的关系给他转到我们学校, 结果反悔了, 他俩干起来了。 学姐说, 这个事我自己也有问题, 我以前是那种讨好型人格, 我们有个小团体, 准确来说是另外三个先认识的我后家进去的, 然后玩了一个学期吧。 A开始跟我说B的不好, 但是A关系看起来又贼好, 然后我其实是跟B玩得更来, 我就会帮B说好话, 结果B。 Oversoul说, 大家对于那种自己放假打算留校, 然后追着导问找活干响卷的同学怎么看, 同门里只有我一个人放假按时回家, 所以他们留校的这几周都去学习了, 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回家了, 然而莫名其妙多了下学期要几时间出去学习的任务, 你自己想学干嘛带上我呀。 小红鼠63A50B47说, 那我说一个吧, 以下同学全为女性, 我和小A小B是好朋友, 小C只喜欢和男生玩, 但是时间长了, 男生也讨厌他C就问我们能不能和我们一起玩, 我们答应了之后, C先孤立了B, 又孤立了我, 最后和A成好朋友了, 现在又把A孤立了, 还到处传A的坏话。 谢小花说, 我不太了解, 就是有的人去一趟林仪去趟大连都得发个定位, 然后过几天一会说刚从日本回来, 一会说自己在香港怎么怎么回事的, 也没个定位, 看了某某某演唱会, 发的图片感觉像战姐拍的, 因为一根迪奥炫了三年, 我属实是不信她有相机能不发朋友圈。 偶遇幸福, 说, 我说一个, 不算颠但是很恶心人。 大学小鱼种的口语考试, 每个人都抽不同主题, 需要提前准备。 我表现还可以, 外教说, 我把重点都讲到了, 问的问题也都回答上来了, 所以, 期末会给我满分。 我回教室分享这个喜讯, 一个女同学, 你是照着材料读的吗? 广坤不困, 说, 一个男的捡了别人的钥匙要20块, 还说别人侮辱他的自尊。 前世自己说的, 别人给他了他还不乐意一直去表白墙, 发说人家侮辱了他好神经的评论, 全是骂他的, 掉钥匙的是女孩子, 他还说人家不去约会, 钥匙就不会掉, 大学了还丢东西, 小脑萎缩, 这真的活久见。 小呸, 说, 昨天我们几乎全部的成绩都出来了, 同学, A不仅自己搞了99点最高分, 我们班绝大多数券面还被莫名压分了, 昨天我们班三分之二的学生都联系了学尾, 又联系了老师, 说券面好像给压分了, 和我们估的差距很大, 我们去联系老师, 同学A就会去举报学尾。 土豆大爆炸, 说, 我们即有个男生上次和他们班一个女生吵架没吵过, 装晕倒了, 还抽搐, 班主任打电话给他妈说要打120, 他妈知道是装的, 因为不止一次了, 就说他过会就起来了, 结果他愣是装着班主任叫了120, 然后被他搬四五个男生抬到楼下了, 全校都看见了, 我认真了你呢, 说, 有队男女天天下课割水房腻歪, 老师来了也不收连点, 专挑人多的时候, 抱和亲嘴, 还互相扒衣服, 关键那个男的还是个三, 女生有网恋对象, 几乎每次下课都能看见这俩, 也是罪了, 有时候真想一拳, 把他俩鼻梁鼓打折, 然后一个关琴使黄灵, 一个鸭五指扇底下, 拉屁说, 我们班有个女生挂过科, 但是她想拿励志奖学金, 于是她跟班长说她要拿励志奖学金, 班长说可以, 但是条件是, 班长叫她的时候要随叫随到, 我们学校规定挂过科的不能拿励志奖学金, 我们班主任又不管事, 决定权在班长呢, 后面她还是拿了励志奖学金, 哇说, 我高中同班男生幻想班上两个女生都喜欢她, 但她喜欢其中一个女生, 天天发短信打电话骚扰那个女生, 甚至觉得那个女生不喜欢她是因为她皮肤不好, 住校期间每天早上起很早打沉屁, 用自己的债洗脸, 最后女生不堪其扰转学, 甚至她还想找到那个女生, 找了一个老吃软饭的, 老吃软饭的养了一个小吃软饭的我同学, 小吃软饭的养着她男朋友的兄弟, 我同学和她男朋友兄弟的那些破事, 我们班都知道, 毕竟是一个学校的, 大家嘴都挺严, 瞒着她男朋友, 每次看到她男朋友都觉得绿道发光, Inlately说, 我朋友他们班班长, 自己经常不通知事情, 导致一整个班就只有她自己完成了要求作业, 有一次开班会, 大家都按时到了, 她迟到好久, 最后来了因为和班里一个男生闹矛盾, 哭了, 一堆人还要去哄她, 最后哭哭啼啼的说, 今天班会因为自己的原因不开了解散, 不要捐赠, 是骗子, 说, 我在学校里, 我都横着走, 爹妈都在学校里当官, 我是最大关系户, 敢说敢做, 敢做敢当, 从原来痛恨关系户, 到成为关系户, 到理解关系户, 又加上我正义感满满, 把爹老师和爹同学, 全都举报举报, 现在被全班鼓励, 老师不理, 但心理素质太强大, 又毫无影响, 因为没人敢真的动我, 我们只是好久不见, 说, 我一个社友在七末周, 向辅导员举报我违章电器, 要辅导员给我处分, 问题是我最近一直在复习考试, 话都没跟他讲, 不知道哪里得罪他了, 他直接说, 看我不爽很久了, 我们这学期的小组作业还一起做的, 十五周结束小组作业, 十七周举报我, 我真是会气到家了, 重生之185, 纯情帅哥爱上我, 说, 大一下学期时候, 我们班有个男的他, 女朋友要和他分手, 然后他不行, 直接翘课, 去他女朋友, 学校门口蹲他女朋友, 然后他女朋友不和他复合, 自从这之后, 他就开始发颠了, 说要辍学, 然后课也不上试也不考, 还天天发朋友圈, 说自己多好多好女朋友, 却还要离开他的那种, 偶获一批圣经红艳, 说, 某个室友, 有个课的老师, 私底下给了班里, 一个同学重点, 让那个同学, 私底下告诉全班同学, 那个同学, 把重点给了我这个室友, 让这个室友回来宿舍和我们说, 结果他回来宿舍说, 没有重点, 考完试, 我们剩下五个人才知道有重点, 全班就我们宿舍五个人, 不知道重点, 娇羞的绿驼驼, 说, 班里一个腿不太方便的女生, 大家对他都蛮照顾, 也没人区别对待他, 他在班外转我们巴士他, 我们不熟他, 让我陪他过圣诞节, 我说我不爱过圣诞节, 到他嘴里变成, 我因为他过阳节跟他吵架, 还辱骂他, 老师找我好几次, 然后发现他自导, 自言老师也很无语笑容可拘, 朱瑞说, 社友谈了个比他小一届男朋友, 然后这男的天天海伦斯, 出去完整失踪, 要么男朋友一边打游戏, 一边跟他视频, 脸上直接把他丢, 一边不搭理他, 然后快毕业的时候怀孕了, 他自己找朋友陪他去的, 打完回来, 给男的打电话, 也爱答不理地打游戏, 去年两个人订婚了, Carrie Taugh说, 听朋友说的一些, 他们身边真人真事, 一初中谈恋爱的一对颠工颠婆, 趁假期, 前一天放学, 学校没什么人, 找空教室活春宫, 男生的好兄弟, 他教室门口, 听二, 中考时, 一对小情侣分考场, 分到左右隔壁桌, 两个人优势科目还互补, 互相帮忙做闭上了本地的, 一所重点高中, Martina T.说, 以前高中有个男生, 全班除了一个长得真的不好看的女生, 其他全追过一遍, 我也是还有一个小学的时候, 有个女生偷东西, 来我家玩, 偷走我的彩笔和迪士尼戒指, 我还都没发现的时候, 他妈妈偷了别的家长的戒指, 被弄到学校了, 真牛逼, 妈妈带着女儿一起当小偷。 梨花师, 说, 听说, 隔壁班班长藏另外一个同学奖状, 就是为了让她少加几分, 不和她竞争奖学金, 我们学校奖状可以额外加分。 奖学金都是按班级里排名分的, 被藏奖状那个人, 差一点就拿到奖学金了, 也是后面奖状发下来之后, 才知道, 其实奖状早就从学院发下来了, 只不过没拿给她。 亮光闪烁秋近冬时, 说, 我们宿舍一女的A特别爱生气举个例子, A和B是饭搭子, 他俩都是买饭回宿舍吃, A说想吃一楼的菜, 问B想吃啥, B说想二楼的面。 A就生气了, 说, 那去吃面吧, B说我们个买个的, 然后楼下会合。 A一直不讲话, 搭拉个脸生气, 得别人哄他好久才行。 巧克力棒巧克力会吃冰淇淋, 说, 我宿舍的颠簸, 考试周, 我们是下午考试一天一科, 九点起来用洗衣机洗衣服, PS, 我们宿舍的洗衣机巨响, 因为我们都晚上复习, 早上最早起来的也是十点, 那天, 他硬是把全寝室的人都吵醒了, 哦除了我, 因为我睡眠质量好, 只要睡着了, 天塌了都不会醒。 这时路灯亮了, 说, 我们班长, 竞选前说了一大堆自己高中班长私自花班费的例子, 说自己如果当班长了, 一定不会出这种情况。 第一年, 他用班费请老师们吃饭, 然后用班费请全班同学喝奶茶。 打印材料花了一百, 实际二十左右, 生活委员问他怎么花的, 他, 你别管, 反正我有发票。 青山之我义, 说, 我一个颠颇远房表姐, 上高中喜欢上了她的体育老师, 没跟爸妈说, 在学校似乎是疯狂追求。 那个体育老师年纪似乎也不大, 拉拉扯扯的, 不知道咋被他爸发现了, 然后强制分手。 结果是怎么个事, 我就不知道了, 我讨厌这个姐, 虽然是唯一的姐, 但是她真的是个颠颇。 不要打扰我睡觉, 熟睡符号说, 高中生, 我坐在边上, 我同桌出来, 我一定要站起来, 请她出去吗? 某天考试, 她在玩手机, 快收卷了她, 直接边说我看看, 你答题卡, 那种不给不行的语气, 边抢我答题卡, 而且, 我没有招惹她, 我觉得, 我们是两类人玩不到一块, 不喜欢和她说话, 还是我的错骂她, 低头就说脏话。 一向, 说, 大学运动会比较水的那种, 大家愿意报的, 就去征个名次, 不愿意的, 就给自己放假了。 班长要求我们全班, 每个人都必须报两个项目, 说报项目的, 就不用参加院里的方阵了。 报完了, 最后院里人不够, 还是拉了班里人去走了方阵。 班长还咨询过导员, 导员还同意, 他这么干, 在下毛毛雨, 说, 和另一个女朋友坐同一班高铁, 但是不同站, 骗人家说去广东找他爸, 费用他爸公司报销, 实则和我出去玩, 费用基本上我来, 后来被我发现, 出轨已经好几年了, 他设友同时见过我和那个女生, 帮他圆晃, 好笑的是他设友女朋友, 还在WB阴阳我, 五大口腔烂货是真不少。 麦, 说, 有个女的一直在和别人说我们专业, 有个男的疯狂追求他跟踪他, 甚至有天要给他抢了, 之后我才知道, 那女的自己把衣服脱完了, 被那男的赶走, 那男的还给他删了, 现在只要是和那个男的有微信好友的, 那女的都疯狂恨我, 都不认识, 他他还老造谣骂我, 因为我和那男的有好友。 唐说, 学校有个学长, 一次跟宿舍的人闹矛盾, 就在人家床上拉屎, 还把整个宿舍都涂满了屎, 门把手上也是, 杯子里也有。 还听说他们班有一次, 每个人桌上都有一坨屎, 后来被劝退了, 结果他不爽, 过了一年多又偷偷穿着校服溜进学校, 把当年那个劝退他的老师, 在走廊桶了。 易梦森, 说, 本来是三个颠婆, 在中午午休的时候, 去新开一个月的超市, 但是三个里面有两个偷了里面的零食, 他们拿的应该很多, 不然也不会被收银员抓住, 他们被抓到了, 然后回学校的时候就在班级里讨论这件事, 班里, 自习睡觉的还蛮多, 都教室里一小部分的人都听见了, 包括我。 类子, 说, 本高二生, 我们厕所在五楼有一层, 然后男厕所门口, 哪里有个专门接水冲厕所的桶, 就是那种小桶, 放在门口哪里, 不知道那个男的巅宫不去厕所坑里面拉屎, 他蹲在那个接水的小桶里面拉屎, 然后第二天早上, 负责来冲厕所的那个班级的男的, 看见里面有驼屎, 人都妈了。 下话线一杯橘子汁, 下话线说, 我们班一个男生和另一个男生在宿舍有冲突, 打电话报警, 迎面驶来的警车说有冲突的男生强奸他, 报警这个男生的姐姐是名律师, 还以为他弟弟在学校被校园霸凌了急火火的来了, 结果默默带弟弟回家了。 还没完, 这个报警男的偷偷来学校, 被发现举报了, 然后导员和书记开车送回家。 大耳朵涂兔, 说, 团支书不告知志愿者活动, 都是自己去或者身边朋友去, 只有那种吃力不讨好的才会发出来。 导致大二评奖学金的时候, 好多人因为志愿者小时不达标评不了, 而他一个人有五十多个凭奖学金志愿者小时要三十个, 而我当时只有十个, 全班第三的成绩拿不了奖学金。 荔枝匠, 说, 颠婆完全没有自理能力, 在大义军训的时候, 让他妈来照顾了一整个军训, 就睡在他们宿舍, 然后军训完了, 他妈不放心, 学校附近租了房子, 颠婆一开始是每周打包衣服给他妈洗, 后来是直接搬出去, 跟他妈住, 再后来, 不知道为什么又回来住宿舍了, 然后发生了一件超颠的事情。 幽说, 好多瓜我也来一个我们宿舍一女的, 我称为三姐, 因为她跟她对象在一起, 就是小三上尉, 她这个人非常不合群, 然后我们宿舍都不愿意跟她玩, 然后她自己的垃圾袋一周没有到, 然后在宿舍里吃饭, 那个汤都淌出来了, 在垃圾袋里, 然后给她妈妈发语音说, 我们在她桌子底下尿尿, 反派甜心, 说, 上大学的时候, 有个隔壁寝室的一来, 我们屋就丢东西, 然后她都放在自己被子里, 被我们当场发现, 用晾衣杆棒了一顿, 晾衣杆都打折了, 第二天一瘸一拐地上课, 全校都知道, 她偷东西, 被我们打瘸了, 然后此女孩在日本酒店里当小姐卖, 把老大一件和服挂在水房里, 烦死人了, 旺仔小秃头, 说, 大一期末的时候, 辅导员明确说了, 学校规定奖学金, 只看专业成绩排名, 平时分加期末成绩, 我一看我在前4%, 专业前5%有奖学金, 这不妥妥的了吗? 结果一个, 排名超过10%的颠婆, 找到辅导员一顿操作, 拿了奖学金, 钱发了, 光荣榜上了, 我才知道自己被顶了。 戴冷汗的笑戴冷汗的笑说, 高中生, 隔壁清北班, 有个大学霸, 美女, 有个特别好的男闺蜜, 男童, 他俩玩特好, 结果人俩kiss好几次, 女生学习很好, 长得也漂亮, 高一时, 想做喜欢的男生后面, 给后座女生当众下跪, 现在高三, 和另一个同班男生谈, 同时和另一个喜欢他的男生搞暧昧, 离离离离离, 说, 女A和女B是初中同学, 在高中共同认识了女C, A在和BVX摇天中说, 科B和C的CP, 然后C直接告诉老师, 说A传谣, 辱骂他, 并且发说说阴阳A, 说说中说谣言满天飞, 说实话, 如果C不发, 说说我都不知道, 随后C发了一连串的爱特谁谁谁, 并且上谁谁, 谁是C女朋友, 说, 当年我们宿舍五个人要考研, 只有一个人不考, 到了12月份的时候, 我们都可紧张了, 那个不考研的, 突然开始天天打字敲键盘, 一直打字到半夜两点那种, 我们都睡不好, 第二天还要早起复习呢, 但是谁也没说他, 后来我们考完研的第二天开始, 他就不打字了, 真无语啊, 南云兰说, 大一开完学生会的会去食堂吃麻辣烫, 对面桌子做了一对情侣, 我吃得好好的, 对面那女生突然就娇羞往男的怀里钻, 那男的手放到了女生的裙子里, 然后疯狂动, 搞得我难以下咽, 然后他们走了, 我以为苦难到头了, 五分钟后, 我面还没吃完, 他们结束了, 又回到位置上了。 季雪岑师, 说, 我有个特别特别丑的女同学, 经常显摆自己网恋对象, 说自己恋爱不断, 没几天换一个男的, 真的很搞笑, 不是外貌公鸡, 但他真的客观上很丑很胖, 而且不爱洗澡, 天天在宿舍里抠脚放屁, 不穿NK, 素质和性格都不咋样, 学人精一个, 还喜欢大吵大闹我真不理解他, 为什么会这样? 小红鼠623FF8AD说, 之前分班后开班会的时候, 有个女生说, 她是同性恋, 后来她谈男朋友了, 而且这个人特别离谱, 凭贫困生举报我们班一个人用苹果, 她自己也用的苹果, 两个人还是一个型号的, 最后这个女的平上了, 就问离不离谱, 我们班还有个男的, 也很奇葩, 两个卧龙凤厨都跑我们班了, 某某说, 班里唯一一个长得挺人模人样的, 被俩女生一起追, 本来那俩女生是朋友, 然后反目了, 就因为个长得人模人样的SB男的, 然后我们班体育课跑步, 是高个子排前头, 刚好那俩女生是班里女生里面最高的, 然后那俩女生较量, 非要比谁跑得快, 害得我们其他女生跟着都要跑很快。 某某说, 大学的时候, 一对丑男丑女做教室最后一排上课蛇吻, 被对此不满的同学在群里提醒质问, 他俩还有脸骂人家, 可惜, 大家都是赞把他俩抱出来的同学, 后面这两人某次还发动态, 是他俩出去玩蛇吻的照片, 又丑又恶心, 直接把这两人删了, 但我现在都还想得起那让人恶心辣眼睛的画面。 欧气十足斗包杂, 说, 学信王采集的时候, 有个马院的女生让家里人抬着担架, 把自己横在教室门口, 刑警大队都来了, 他抱前男友QJ, 是因为前男友说家里给不出他想要的彩礼数目, 要分手, 女生不同意就把私密罩丢在班级大群里, 并且直接报警, 后面男的退学了, 女的觉得事情既然已经闹大就额学校前。 圆板, 说, 大一的一个室友, 天天和他们班一个姑娘一起上下课一起走, 那姑娘以为自己和她关系很好, 天天早上来我们宿舍门口等她一起走, 但事实上是那个室友天天回寝室, 给学长学姐打语音说她坏话, 挑的别人都觉得那姑娘装可爱, 让所有人都讨厌她, 真的离谱, 这种人最后还保言了翻白眼的脸。 AAA及艾克甜心, 说, 我来说A是学尾, 我们是师范专业, 因为竞选的时候觉得她台风很稳, 加上都不熟悉就选了。 她特别厉害, 就是刚开学和我室友玩得好, 天天跑来我们宿舍讲别人坏话, 挑起我们对别人的敌视, 以至于我们宿舍就只和她玩, 但是在外面就说, 我们宿舍讲别人坏话, 让别人不主动靠近我们。 傅时期的新投国, 说, 我们学校不知道哪一级的男生, 已经毕业了, 但他毕业的时候被严毙, 出去之后扬言要报复从我们学校出去的人。 有次他就造了一个女生的黄瑶, 那个女生报警后, 这个男的拿出他的精神病证明, 说我有精神病, 你能拿我怎么办? 然后警察让私聊, 真的怕了这个世界, 惦人怎么这么多? 于说, 中午食堂吃饭, 两个女生找位置坐, 有一个男生坐四人桌, 女生A想坐那里, 女生B说, 不喜欢和男生挨着坐, 那个男生就破房了。 开始骂女生B, 说他们全身上下没他一双鞋柜, 说他的所有前女友都比他们好看, 还在学校表白墙上挂他们, 最后评论的人全在骂男生, 男生怕了就删帖了。 TTTTT说, 我今年刚进高一, 有天晚上换位置, 那时候才开学不久, 我们班一男的就坐到我后面了, 我都不熟, 然后他突然就说哎, 你信不信, 要是我愿意, 我能和所有高一的人成为朋友, 高一一千多个人, 我当时就以为他开玩笑, 我没觉得有啥, 然后他又说只是他不想, 我就知道这人杀笔吧。 庄绵绵, 说, 我只说一句, 那些在大学谈恋爱的情侣, 麻烦多赚点钱出去外面开房, 不要在人来人往的饭点的食堂门口, 拿胶水粘住两人的嘴巴。 老学姐虽然毕业多年, 但是每次一想起这些小情侣, 忘我的, 在人群中打嘴巴子的画面, 还是想作偶, 还有宿舍楼下, 快赚钱出去开房, 没钱叫爸妈给。 宇宙霹雳无敌洋战士, 说, 退伍军人回来上大学的兵戈, 平时嘴里上纲上线, 又牢记, 又不忘傻傻傻的, 穿着眉闲的军装, 和老婆军训胶鞋上课出门, 唯一一次穿了一条工装裤, 是在上学期期末考试, 都真多呀, 左一个兜又一个兜的, 往外掏小纸团作弊, 最后还得了奖学金, 把我室友挤下来了, 这老兵哥拿钱都丧良心。 某某说, 有那么一对情侣, 你的吵起架来会当着全班的面, 不分场合动手打男的, 一直以来男的都忍着, 直到有一次上生物课, 老师也来了, 又动手打了男的, 男的忍不了了, 直接掐着他脖子, 推到后门扇了两巴掌, 从那以后, 两个人就变成互殴了。 最奇妙的是, 他们在高中分手七八年之后, 又复合还结婚了。 原版, 说, 大学每年体测, 老师兼考, 也就走个过场, 对作弊偷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结果我们那届出了个奇葩, 他跑去举报说, 他自己都认认真真跑下来的成绩, 不如我们其他人, 作弊的成绩高, 于是那之后, 每年体测跑圈都不让少跑, 仰卧起坐也不能不标准了, 因为他一个, 我们那一届被全校讨厌了感觉。 某某说, 大学班里的一个男生特别装, 而且长得爸咋说呢, 加了我们全班所有女生, 大概五十多人, 以及其他专业的, 不知道多少名女生, 挨个追, 每天都问我们在干什么, 有没有时间跟他出去玩, 或者要不要陪我们上自习, 大学四年下来, 愣是没搞过对象, 你就能想到他有多难看了, 难看就算了还天天发自拍。 开心潇潇乐, 说, 我的前摄友, 特别颠, 他表面上和我们撒很好, 叫得可亲热了。 背地里又说, KTV, 特别脏好多病毒, 我们特别爱去通宵唱歌, 然后还偷偷用我东西, 被我发现了, 还有之前, 我们班有个很优秀的女生, 她选了自强之性, 她说, 人家喝百岁山, 所以不给人家投票, 但是表面上就刺个大牙, 表现得特别热情。 贝奥说, 本科有个男的, 大一绿了同班女生小一, 和学姐二暧昧, 结果最终, 和大几岁的学姐三在一起, 绿了三无数次, 三要分手她拿low照威胁说, 要寄给学姐三父母, 还要分手费。 后面谈了好几年, 拉扯打踏分了又和好, 家里很贫困, 在等贫困线拆迁。 一开始很同情, 三现在觉得, 啥锅配啥盖愿打愿挨。 魂欲不摸水, 说, 我服了, 为什么会有人, 在食堂里面这么多人, 在那个沙发上接纹啃得难舍难分, 还啃得躺起来了, 很大的动静, 我真的怀疑她要在我后面进行一个造人计划, 我和我室友三个人直勾勾地看着她, 他们看到我们了, 还啃, 那个B动静大道, 我能听得清他们口水的声音, 他们不尴尬, 我都替他们尴尬。 NGS说, 颠婆期末周背书超级大声, 在我们全宿舍不出声末背的情况下, 她的声音巨吵, 那天还和她朋友通着视频, 被两句聊两句天, 六人连桌, 她在我左边, 受不了让她默背她说, 默背背不下来, 必须每天让她朋友在视频里给她抽背, 我让她出去, 她说外面冷, 于是让我出去背, 还说就这么一会, 我不能忍吗? 男说, 说, 大一开学几个月, 异地女友要分手, 她说, 她敢分就去跳河, 女友没搭理她之后, 好几个小时, 女友都没联系到她, 就上了和男生的关联, QQ挨个, 给她导员同学, 甚至院长发消息说我是她前女友, 怀疑她跳河了巴拉巴拉的所有导员院长, 甚至校长找了她一下午, 最后真在河里找到她了, 那男的在河里游泳, 是QQ耶, 说, 摄友考研, 大家都很善解人意, 只要她开始学习就不说话了, 结果某天晚上地震, 其中一个摄友说, 地震预警了, 问我们要不要跑, 因为寝室大部分都是苹果手机, 只有她的手机地震预警响了, 好心把我们喊醒, 当时这位考研的室友, 还在底下学习, 转过来直接吼我们, 让我们不要说话了, 要跑就跑, 利多卡因, 说, 我们学校之前, 老师给了那科学题库, 每个人都有一本, 但是有那么几个人没刷那个题, 然后就觉得考试不公平, 去举报老师, 从此以后, 我们学校那科学, 再也没有过原题, 900多页的那科学一学期干完, 天知道, 我们期末复习的时候有多绝望, 有的人就是自己不想努力, 还想拖别人下水, 那几个人只能说是, 粪堆, 想当The Sir Jurin的狗说, 本人大一和大四考研的拼寝室, 中午十二点吃完饭回寝, 坐在椅子上吃水果, 被说吵, 吵到他睡觉了, 没有说一句话, 也没有拖拉椅子, 晚上跑完校园跑回寝室, 大概九点四十, 进寝室的时候喊了XXX, 我回来了, XXX是同班同学的名字, 被颠颇警告, 说我太吵了, 寝室是给人休息的, O'Rellier说, 大学设有睡我上铺, 每天晚上和不同的人, 男, 打电话到半夜, 还扩音, 严重影响我们休息, 跟辅导员反应过几次, 他也被叫去谈话, 丝毫没用, 记忆最深刻的一次, 跟一个男的说, 他小时候喜欢弹钢琴, 他父母, 给他买了台钢琴回来, 后来被小偷给偷了, 从没见他卸过妆, 用的全都是三无产品, 我们全宿舍都替他担心, Momo说, 学校晚上音乐社团在操场唱歌, 大家都坐边上玩, 一个男的一定坐我旁边, 紧紧挨着, 都快坐我腿上了, 然后问我, 你也是这个社团的吗? 我当时猛了, 我说是, 然后他抓起我的手, 问我会不会弹吉他, 有没有老简, 一边说一边摸, 我直接把手抽回来, 推了他一下说你有病吧, 然后周围人都在看他, 他就走了, Momo说, 我的跟大家的不能比, 但是我还是想说, 他说要介绍男的给我认识, 当时看他那样子, 是笃定我会拒绝的, 我就偏偏不顺太意就说好的, 我另外一室友, 还对我摇头, 让我别答应, 但是我当时就是不想拒绝, 过了一段时间, 那天宿舍刚好只有我和他, 他说那个男的, 好像看上他了, 就是他之前要介绍给我的这个, 正经人, 说, 高中有个事, 我真的, 人当时都羞鼠了, 晚自习刚下, 同学的男朋友来教室等他, 我们没在意, 直到他俩催我们赶紧出教室, 我和同桌调侃, 说不着急不着急, 这点东西收拾完, 结果他俩直接关教室灯然后开始接吻还上下互摸, 我俩最后是跑着出去的那个女同学还是小三, 正牌女友是下学期转过来的, 一瓶乌龙茶, 说, 我大学也有个狠颠的同学, 我是个有拖延症的学位, 所有科目主打考试周级线求生, 复习的时候, 我会边看边, 做个思维导图, 然后这位同学发现, 我比他分高之后, 跟导员举报我作为学位有学习资料不分享, 天老爷真愿望人, 但凡打印电资料, 我能找到的, 我都分享了, 我就是为了方便自己备才画思维导图的, 大学生永床小红薯仓鼠说, 我们生理学最后一堂课, 老师说要给我们画重点的, 但是后来说不画了, 因为有一个班的某位同学, 在老师给他们画完重点之后, 尼玛, 有本事你在画重点之前, 把老师举报了, 说不公平, 真的服, 画完重点之后才举报老师, 那你都听完重点了, 我们这些没听到重点的杂导哦, 这不是更不公平吗? 气死! 肉松酱, 说, 大学时宿舍在一楼, 对面就是男生宿舍, 每天很多男生会在窗边路过, 为了注意隐私, 我们都会把窗帘拉上, 我们导员知道我们白天也会拉窗帘以后, 问我们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说白天男生路过会往里面看, 夏天女生在宿舍穿的衣服也会比较暴露, 我们导员说, 看看怎么了, 看就看呗, 他们还能进来摸啊, 搜, 说, 大学隔壁寝室的, 和男朋友吵架一发疯, 就来我们寝室哭闹, 后来有一次我受不了, 喊他滚回自己寝室哭去, 他和初恋高中在一起, 大学不同校, 大一暑假分了, 和一个研究生在一起, 和研究生分后, 又和初恋和好在一起, 几个月后, 又和初恋分了, 和另一个男的在一起, 最后又分了, 和初恋和好, 结婚生了两个儿子, 赫安, 说, 大学室友晚上回来就坐那玩手机, 洗完澡继续玩手机, 等到凌晨两点就开始洗衣服, 洗完衣服就开始开着强光敲键盘, 夏天军训后半夜把空调关了, 每次第二天早上起来都跟洗了个澡似的, 他不开空调, 还不让其他人开, 宿舍干啥集体活动都要看他眼色, 微博骂另外三个人, 关键是班上的同学都觉得他人很好, MD活着真累, 说, 不是我们学校的, 是我们隔壁学校一女老师和他的男学生失声恋, 然后被学校发现就把那女老师辞退了, 那女老师走的那一天, 下课时间去那个男学生的班里, 当时还有其他老师在班里给学生讲题, 就是直接冲进去亲了那个男生, 班里监控录像拍到了, 然后还传得挺广的, 还传到我们学校, 我都看过那视频, 阿秋阿秋耶四叶草说, 老师期末发了一百来页的PDF说是考试重点, 而且拖了四天才发, 大家都以为是他辛苦整理的Coco画线Coco抄, 前前后后, 搞了六个小时满满一本笔记, 抄的时候发现PDF重点和课堂重点几乎没有重合, 难以置信, 最后我小红书一搜, 第一个推送的封面就是那个PDF, 更让人生气的是, 考试就出了三道题, 老板来半只考鸭, 说, 我大学室友挺颠的, 四年发生太多是人都妈了, 三言两语都说不完他敏感脆弱的性格以及奇葩的事, 本来大家都觉得他年纪小乡下人又真是可怜, 都尽量让着他了, 好家伙就跟大家都欠他一样, 明明是他的错, 他直接说, 那你们不能让着我吗? 三天两头甩脸耍脾气, 不跟这个完了, 就要拉拢另外一个的那种小学生行为。 雪岩, 说, 我们学校外教的考试, 有人用ChatGPT平时分是42, 然后作弊直接干到92.5, 被老师查出来了, 还点名那个巅工, 结果那个人上去说是自己improving, 还解释什么什么一大堆, 但是外教说再考一次线下, 他考了高贵的38分, 最好笑的是他们是一大帮一起作弊, 基本上都是92.5。 某某说, 平常装乖装可怜, 深得老师喜爱, 喜提班主任亲自提名班长职位, 本来应该是大家投票选的, 拿捏住了班长这个职位的信息差, 大学前三年没少干恶心事, 向下打压学生, 向上装乖, 第四年保研给学院乱报异象人数, 导致班上人家中科院下令营都过了的人的人没保上研, 自己每每利用班长的信息差一声不吭去北大了。 梅子甜酒, 说, 团支书和祖宣委员同宿舍好友, 运动会志愿者名额一个班两个, 他们没通知班里同学, 偷偷把自己报上去, 后来群里有同学是团委工作人员, 转手把截图发班群里, 东窗事发后, 又在和负责报名的老师说班里, 有课放弃名额, 在班群里解释是有课, 所以没通知俩巅工, 拉着所有班委和同学们道歉, 转移矛盾, 不肯承认本质错误, 咕噜咕噜, 说, 我初中一个小女孩人, 就是长得不算好看, 但是说话声音很软很温柔, 算可爱那衣卦的, 她跟我们班一个男生搞在一起期间, 分手又搞了一个女生, 然后, 先前搞的那个男生不死心, 继续当舔狗, 给这个可爱的女生和他女朋友钱, 请他俩又玩又吃, 这女生还扬言说, 之前在一起, 就是因为要花她的钱, 这还不是炸裂的, 还有几个, 独有姐姐, 说, 大学的时候, 我们三个人一个宿舍, 我和必有男朋友, 会出去约会溜达, 有一次元旦放假, 必去未婚夫家了, 我和男朋友也约朋友跨年, 当我第二天回学校路上遇到了和C玩一块的女生, 质问我为什么出去玩不带C, 说她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孩, 在宿舍里面会害怕我们不在, 她会不安全说我和必自私, 每次出去玩都不带她, 猫说, 我们大学有一对情侣, 每天中午在食堂大庭广众下, 旁若无人的前戏, 每天都有好多人看她俩, 她俩一点无所谓, 打扫卫生的阿姨, 路过我们都无奈地摇摇头说, 这俩人真不要脸, 阿姨都见怪不怪了, 我们有一次直接录像了, 我现在微信收藏里还有视频, 但是从来没给任何人看过, 就是那个男的, 捧起那个女的的胸, 聚拢柔搓, 某某说, 团支书从来不发通知, 有好处自己悄悄交材料, 被问你们班的材料怎么这么少, 就说没人交材料啊, 还有一次就是, 她想顶替已经被选出来的青马班成员, 就和前辅导员串通, 结果被发现之后, 被顶替的直接在班群里钢塔, 把她的假面给撕了, 哈哈哈哈爽, 后续是她觉得自己没错, 就像这件事没发生过一样牛, 一只鸵鸟, 说, 我高三那会儿, 班长长得挺帅的, 找了个特别做, 全班都讨厌的女生当女朋友, 那是一个午休后的课间, 那个女生衬衣开了两颗扣子, 日常都是开两颗扣子漏钩, 扑到班长怀里, 问, 老公, 大家都不喜欢我怎么办, 班长答约, 没事, 让我们红尘作伴, 活得潇潇洒洒这件事, 即使我现在本科毕业四年半了, 还记忆犹新, 唱说, 是我别的系同学跟我说的, 他们搬一个男的一放假, 就到处旅游, 发各种旅游的照片, 结果后来被他搬同学打假了, 他发的照片, 都是从纪录片结下来的, 疫情期间还能去日本旅游, 然后同学想看他机票什么的, 他说他给烧掉了, 同学问, 为啥你朋友圈这张照片下面那个小角落, 那几个人, 为啥跟纪录片一模一样, 他说是巧合, Soft亲爹, 说, 高二周五晚上, 周六要上课, 我们请的一个巅婆, 带着他的好姐妹, 来我们宿舍打牌, 一直到晚上大约两点, 最离谱的是, 但是周筒策成绩刚出, 我们请一个同学, 考察了一直哭, 给父母打电话, 哭到晚上十二点, 另外那几个打牌的, 就在寝室中间, 对K, 王炸, 讽刺感拉满, 打牌那几个, 平时成绩还没哭的这个高, 这次也是, 养一个月亮, 说, 我大学的时候, 同班有个男的, 追人不成就骂, 追了我们学院所有他认为能追到的女生, 有次踢到铁板了, 被那个女生的男朋友警告了, 后面就追隔壁学院, 在后面就是追隔壁学校的, 他刚开始就是问别人他怎么打扮好看, 他这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 拒绝了就开骂, 到最后就真的是化妆上课, 耳环长的能掉到锁骨, 某某说, 我们老师自己没说清楚期末报告的要求, 导致很多人都没按格式做错了, 就是格式不一样, 内容是要点, 他一个个打电话骂没长脑子, 让我们第二天早上改完去找他, 不然给挂科让我们自己重修去吧, 找他也只给及格分, 一个学期做的策划就白费了, 明明是他自己没说清楚, 但他看这么多人都做错了, 也不反思一下自己。 西方甩卖的歌, 说, 延续两届参加竞赛, 颠颇把去年我们一起参加的作品, 给了这一届我们竞争对手, 本来要求保密, 他直接给, 而且竞赛的时候, 他作品付出为零, 我们发现后颠颇朋友不承认, 闹到警察局因为证据不足, 学校让我们签了, 不再追究, 还有颠颇朋友的指导老师颠工, 借着开会名义, 叫我们过去没收手机开会问我们, 为什么偷看他们作品。 电机杀冒脸K说, 我男朋友去探探上刷他哥们, 想钓鱼, 然后刷到了他高中喜欢的女生的男朋友, 问我要不要告诉他, 我说那肯定告诉他呀, 然后那个女的就去探探上钓鱼, 刷同城刷到他男朋友, 然后开小号, 加了QQ聊天, 没说两句, 男的问要不要看他下面, 女的说看, 男的就发了, 然后女的就跟他摊牌了, 俩人就分手了, 据说出了两三年了。 小面包专业饲养, 说, 颠颇贫困生当理由, 一直要申请各种奖学金, 拿到了自己买MacBook。 有门课老师, 没给他高分影响拿奖学金, 把老师举报了, 要大家重新考期末考试。 Final, 提交最后一天, 拆小组个人, 然后造谣, 别人抄袭拿不出锤, 拿贫困生当借口, 要各种奖项和补助, 拿不到就各种无锤举报同学, 反对他就是因为贫困生, 看不起他。 Stardust说, 宿舍一颠婆, 在宿舍养两只仓鼠, 仓鼠白天睡觉, 晚上咬笼子磨牙, 很吵, 他把仓鼠放他被窝, 跟他一起睡, 每天喂仓鼠肉包子, 最后仓鼠长成一只灰色的大老鼠。 他又买了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 每天大家一回宿舍, 那狗就追着大家咬脚后跟, 生疼。 结果被导员发现了, 颠婆和大家大吵一架, 说他分手了就不能养的小动物吗? 我不想上课, 说, 绿茶姐原本是学尾, 后来换届, 她依旧自居学尾, 在各种老师、 辅导员面前讨好。 然后辅导员和老师 很自然就把任务给他做, 他倒好, 仍给他们现任学尾, 说是老师给他的任务。 有一次课前收作业, 现任学尾不爽了说, 老师让你做的事能不能别给我做。 绿茶姐就开始哭, 老师问她怎么了, 哭一节课了, 她说让同学做事, 她不做。 李嘉恩, 说, 2005年高一新生, 有对同学早恋, 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 天天下课, 自习就在教室后排摸摸啃啃, 弄得我们这些三好学生 都不好意思往后转头。 最后也不知道是老师发现, 还是有人举报, 学校说只能留一个, 两个人在那里生离死别写血书。 时间过去了快20年, 我都记得这对癫功癫婆, 不知道他们本人会想起这段狗血的故事, 不? 番茄喂的青蛙, 说, 我之前宿舍只有三人住。 周末, 一个社友回家, 一个跟男朋友出去玩, 我在宿舍玩手机, 玩到晚上两三点, 跟男朋友出去玩的人回来了, 听到开门声, 我就说了句, 回来了? 他说是啊, 我男朋友也来了。 震惊骂的, 他们还让我戴耳机说怕待会他们, 轻轻有声音吵到我睡觉。 谁能懂, 当时我连床帘都没买, 只有文账。 某某说, 开学竞选班尾, 奖项和成绩明明都强的人没选上, 对班级活动有规划的人没选上, 准备很久PPT的人没选上, 最后是没得过奖学金的某人 以一页PDS加位, 当场公开票数加老师, 称会根据个人情况, 调剂职位, 每每当上班长。 后来得知某人, 男暑假就填导原女, 毕业刚留校, 现在他们还老一起在南宿舍打麻将, 双方都有对象。 三赤月, 说, 学伟没有把补考时间发出来, 让我们班期末没过的都挂了, 然后去对质不承认, 翻聊天记录, 就是没有, 后来闹到了辅导员那里, 学伟说, 是在睡觉没看见补考名单和时间, 但是他自己去补考了, 最后说让学伟道歉, 得了轻飘飘的口头道歉, 并让挂科的不要说到班级群里去, 结果传的都知道了。 挂的那几个重新修学分, 一学分一百。 七七, 说, 我们宿舍的一个女生, 因为认识了学校里好几个男的, 认为我们嫉妒她, 天天去其他宿舍, 说我和我两个社友的坏话。 上学期一天下午五点, 我在和朋友通话, 吵到她睡觉了, 前提我真不知道她在睡觉, 和别人语音用狂骂我十分重。 这学期实在受不了, 去和辅导员反应换宿舍时, 她一边装绿茶, 一边说她没有骂过我们, 全骂的是她家的狗。 小手冰凉, 说, 大一, 一天晚上, 宿舍都没睡觉, 一起听鬼故事, 然后突然有个社友说出事了, 一打听另一个宿舍楼, 有个女的不穿鞋, 拿着剪刀, 脚腕上系着铃铛, 挨个屋镜, 说自己不是精神病, 让人陪她玩躲猫猫, 后来老师疏散宿舍楼里的学生, 警察也来了, 她跟警察玩躲猫猫, 一晚上都没消停, 离我们宿舍楼还挺近的, 真觉得上个大学活着都难。 香蕉是我前辈, 说, 东北冬天, 有一天早上寝室开门后 发现楼下的雪堆上 有一个巨大的坑, 怀疑前一夜有人跳楼了, 查监控, 确实有个女的, 半夜, 从二楼跳下去了, 导员找到那个女生询问情况, 结果这大姐是因为半夜摇一摇, 摇到了体院的男的, 着急出去约屁, 但是太晚了, 寝室楼锁门了, 阿姨不放人, 她直接从二楼跳下去了, 哈哈哈哈, 而且一点伤都没受。 Reset说, 一个神经巅工, 我不认识故事的女主角, 但是我们学院都知道, 那个妹子见自己有个不是自己买的快递, 就以为是朋友给她偷偷买的生日礼物, 到了之后拿来一看, 竟然是在位的kink用品, 气得那妹子把给她买这东西的脑看男给揪出来了, 结果男方一点处罚都没有, 大一发生的事情到大四了,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声烟拿铁, 说, 想起个可能不够颠, 但很搞的, 大一军训捡到了同学的手机, 交还给了班上管手机的男同学, 后来那个女生想买奶茶谢谢我, 但不认识我, 就给那个男同学转交, 他给我发消息说自己在食堂吃饭, 要我去找他, 我就去了, 半路说你再不来我就喝了, 我以为他开玩笑呢, 结果到了发现真的喝掉了留半杯给我, 哥们你, 还给我留半杯呢。 中章, 说, 我们班有个女的, 一考完试就喜欢去老师那里, 问这个学生考多少分, 那个学生考多少分, 然后还喜欢到处传, 不止成绩, 他特别特别八卦, 有的时候不认识的女孩子, 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一点八卦在背后还能讲起来, 还据擅长无中生有, 反正让人据无语, 关键是感觉, 他在学校里, 人员还不错, 一张嘴, 说八卦许多人来听, 也不管那个是不是真的。 Ferry说, 我班一对情侣坐我前面, 没错在我面前亲嘴亲的跟拔罐一样, 拨得老大声了啊, 就在教室还坐腿上亲, 一放歌就特别大声对唱, 我一朋友坐那女的旁边, 跟他对象打电话, 他俩在哪故意秀恩爱, 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说, 人家对象怎么怎么说, 看他俩啥的, 我朋友生气了, 那女的还让我朋友去哄他, 说我朋友不理他他生气了, 还得买个礼物才好。 Yves说, 有个长发男生涂黑指甲油, 我以为他是gayling, 就和他一起开心聊天了好几天, 还加了switch好友, 后来发现他有异地的女朋友, 还在到处约跑, 还试图在酒吧给我女生朋友灌酒, 我就远离他了, 结果一次学校活动, 我又遇到他了, 打了招呼, 然后晚上他约我去喝红酒, 吓死我了。 然后, 昨天看他朋友圈, 他发了个自己女装的图片, 爱吃小台芒, 说, 有个男的, 大学时候过生日, 邀请了我们整个学院的女生, 我是外院的, 基本全是女的, 然后请我们吃的是刘洋争菜, 十个人一桌, 六个菜追过八九个女孩子, 当时他喜欢我室友, 铺垫了很久说要给他送一个礼物, 然后就往他邮箱里发了一个自己做的PPT, 一打开上面就是一朵红玫瑰, 上面是我爱你, 还有很多奇葩事, 说都说不完。 比尔下话线嘟嘟说, 癫婆, 因为我没叫他起床, 我没答应过叫他起床, 而且, 我是第一个出寝室的人, 他下午里一刻发我漏NK的视频, 他还嘲讽我谁看你呀, 然后花钱, 叫其他室友针对我, 有一个玩得好的告诉我的, 其他两个针对我, 其中一个还是学人精, 我买什么, 他买什么, 学我就算了, 还要诋毁我, 他们看伤害不到, 我就扔我沐浴露这些的, 还偷我化妆品, Curley, 说, 医学院, 有一门课, 本来一直是线上的, 然后很多专业都会考, 有一个人当时考了98, 觉得不行, 为什么不是100, 去找老师了, 后来老师发现他答案跟参考答案一模一样, 线上考试吗? 就是抄的, 老师就很生气, 从那之后, 老师就把这门课改成线下考了, 好像还很严, 然后那个男生就喜提98个, 称呼, 每年期末都会被提到, 秋刀鱼, 说, 简单说一下, 癫婆在家是独生女, 妈妈担心, 她去打暑假工照顾不好, 然后要跟着去收拾卫生做饭洗衣, 麦残说, 自己想独立, 然后让我们帮着劝他妈, 结果去了电子厂俩星期, 就跟大八岁四川大山里, 一个穷光棍, 睡了还无措施, 连着俩月眉来姨妈害怕, 怀孕了才告诉我们, 我们劝他喊男朋友, 跟他一起体检结果, 他怀疑我喜欢他男朋友, 借机想见他男朋友, 瑶瑶, 说, 说个真事, 我摄友, 先叫小美吧, 小美上初中的时候, 就跟他的教官在一起那个啥了, 高一文理分班的时候, 我跟小美一个班, 刚认识第一个晚上, 她来姨妈了, 然后她教官给她送东西, 送了暖宝宝阿姨妈金, 还有两大袋零食, 当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关系好好, 她还说她教官给她一套房子住, 她教官也经常开车送她来学校的, 又一起去露营旅游, 屈如晴, 说, 我的前男友林星浩在初中刚毕业的时候, 为了邱星浩星浩而辱骂我在高中的时候, 邱星浩星浩勾引多名有女朋友的男同学, 而林星浩多次为了邱星浩星浩, 而辱骂那些女同学邱星浩星浩于去年五月结婚, 过了没几天, 我遇到了林星浩, 她上前就求我与她复合, 被我拒绝了邱星浩星浩, 婚后不久就与她的丈夫闹矛盾, 林星浩知道后, 讲她自己会等邱星浩星浩离婚, 林星浩与邱星浩星浩所死, 某某说, 有个女的路上碰到她同学跟一帮人一起, 得知当天是她同学生日要去吃饭庆祝, 非要跟着去蹭饭, 她只认识生日那个人, 其他都不认识, 然后喝酒喝大了, 先是发酒疯, 然后陷入昏迷, 三个男生想送她去医院, 在公交车后门上去, 两个男的在上面拽, 一个男的在下面抬, 抬上去之后, 她一脚把下面那个男生踹下车了, 然后那个男生手腕骨折了, 轻狂书生, 说, 同一届的巅宫挪用前女友银行卡一千块钱被发现, 然后不愿意还钱, 就被前女友挂表白墙让她还钱, 巅宫还想让前女友怀二人在一起时, 共同消费的钱, 一万零几, 反正精确到个位数, 女方很无语, 然后又挂表白墙, 最后巅宫破防打电话给女方爸爸, 骂人输出, 被前女友知道后, 又被挂, 然后被取消预备党员, 具体有无处分就不知道了, 萌萌说, 晚上十点截止的作业, 颠颇九点才开始下软件, 开着寝室大灯, 坐到凌晨三点多, 凌晨四点多上床了, 开始玩手机, 啼啼啼啼, 凌晨五点多在床上萌萌翻身, 还是个洁皮姐, 自己干衣服, 占大半根杆子, 干了一个多礼拜, 都不收, 别人的湿衣服碰到她, 就在寝室, 发出尖锐报名声, 但是自己的垃圾攒很多都不到, 在洗手台上的牙杯, 下面浸水都发霉了, 没见她洗过, 某某说, 我的颠婆室友, 老是和男朋友出去玩, 经常不上课, 不到寝室带, 据喜欢麻烦我们寝室的人, 给她各种跑腿, 次数太多, 我寝室一个女生, 实在是忍不住了, 就和她说, 下次不想帮忙了, 然后她给我室友骂了一顿, 还告诉我们其他人, 我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 哈哈哈哈, 真的会有人觉得, 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 而且, 平常让她帮忙干个什么事, 这不行, 那不行的。 317说, 寝室里的颠婆, 上完大号厕所门关起来, 窗户也不开, 主要她的, 巨臭无比, 那味道就一直闷在里面, 等我们上厕所的时候, 那味道简直不可描述, 有一次她, 喷到了外面也不清洗, 寝室长进去, 看到了出来和我们讲了才知道, 然后也不去清洗, 我们去其他寝室借了厕所, 然后和他们也讨厌她的人分享了, 人家才去收拾, 也不知道等谁帮她收拾呢。 橘查橘子说, 这就不得不说辅导员了, 什么都不通知。 人别的班党员都好几个了, 我们班题都不提申请的事儿, 你给人家发消息, 永远不在下, 永远不回你, 哪怕人家刚在班级群发完通知, 也不搭理你。 每次有什么重大通知, 都是从别的班打听来的。 就像这一次, 我们都报完名了, 人家才跟我们提考试报名的事儿。 人别的学校别的班都发考试大纲, 人家提都不提。 Win说, 我以为你说的颠工颠婆是在学校发颠, 正好我在学校发颠, 刚在学校吵架回来的, 吵得很大声的, 别人说我是河东师吼, 隔一个教室的另一个隔壁的, 都能听得见。 我以为你说的是这个意思, 随地大小变得发疯, 结果是这个意思, 这突然让我想到了我吵架的对象, 他脑子也挺有病的, 我偏偏还不能跟他动手, 因为他爸爸是律师, 我一动手, 我死定了。 于白, 说, 我摄友找了个又矮又错的男朋友, 非要带过来给我炫耀, 还专门叫我回头看他俩舌吻谁懂啊? 家人们, 我真的很想吐, 然后他还跟我们班提尾搞暧昧, 最炸裂的是, 上课的时候, 提尾把手伸进我摄友的衣服里摸, 我坐在旁边都看待了谁懂我的震惊啊? 然后他还穿黑丝跟提尾视频, 他还跟我们班好几个男的都很暧昧太溜了呀, 我这个大学上的, 真有意思。 某某说, 有个学妹打电话给老师问学校哪个楼最高, 有个学弟在学校喝酒喝吐了, 被120拉走, 那个学弟在班里跟谈了很久的对象打架, 人员崩塌, 转专业了, 我们教师节当天订的鲜花放在校门口被偷了, 告诉导员花被偷了, 但是监控只能警察和老师查, 然后民警开车接我们去所里了, 学弟在学校实习早退被抓, 死不承认, 寄出跟正式员工的聊天截图, 要拉别人下水, 骂我的事, 无脑日寒产物, 说, 我们班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人员也挺好的, 然后一个颠婆, 总是以朋友的名义, 各种打压她, 然后斤斤计较, 总和她妈妈告状说, 那个漂亮女生欺负她怎样怎样, 一学期基本上要找三四次, 她妈妈也特户独自, 搞言语攻击各种各样很没素质, 搞得那个漂亮女生和她妈妈越来越无语, 后期就是直接掰了, 很多同班同学也看清楚了, 那个女生的真面目就都疏远她了, 孤独离谱屋暂节, 清单中说, 我们实习分到一起, 她的闭设老师跟他们要资料她, 跟我诉苦, 明天就要今天还没写, 然后实习每天还有背诵品牌知识的检查, 那天晚上, 店长问我们今天要背的这部分, 哪天能背出来给她检查, 我想着我老师反正也快要了, 就说我们俩有个资料还没写, 这两天写一下再背, 店长刚点头, 他在旁边截话说, 你没写啊, 我写了的, 我明天就能检查背这个, 我, 光影, 说, 我们学校考试不告诉考哪科, 但是会告诉哪个学院出题, 该学院肯定出自己学院相关的科目, 我们就能大概猜到哪天考哪科, 但是有些一个学院出的多的, 还是猜不到, 有个巅工举报, 说都能猜到考哪科, 叫什么通考不通科, 神经病吧, 他自己不要考试吗, 自己能考过吗, 然后学校取消了哪个学院出题那一项, 从此考试考哪科, 考前能复习对, 就看命吧, 祈福, 说, A男的B女的, C男的兄弟, A和B谈恋爱, A不喜欢B, 因为B的死缠烂打, 就问B处不处CP, 就是这么问的, 然后B同意了, A在暑假的时候, 已被妈妈发现为理由, 和A分手了, 但是B对A于情未了, C喜欢B, 然后B对C又有点意思, 于是, BC就搞暧昧, 嗯哼, 说, 我们学校教室门上有一个玻璃小窗户, 透明的, 外面能看到教室里面, 然后疫情期间的一个冬天的晚上, 冬天又很冷, 都在寝室上网课期间, 很少会有人去教学楼, 有一对情侣, 在一个没有监控的教室里那啥, 被路过的人看到了, 并拍了下来, 还发到了学校表白墙上面, 一个小时传遍学校, 然后半夜11点30导员到年纪大群里, 发通知说不信遥不传遥, 真的很颠, 月亮先动心的, 说, 突然想起, 我大学室有那个颠婆了, 可能一米五, 但是体重可能有180到200, 比较容易出汗, 打扮很小公主风, 就是短纱裙之类的, 重点在于, 我们在热带地区上学, 她每天洗澡洗头三次, 但是从来不洗衣服, 不洗床单, 衣服只通风晾位, 纱都发霉了, 上厕所不冲, 说在家, 她妈妈会帮她冲把空调遥控器藏她床上, 开16度, 我们其他人每天早上被冻醒, 悲伤但黄苏, 说, 我们学校女A和男B谈恋爱, 女A有个闺蜜C喜欢另一个男生D, A与B恋爱期间还和A的好兄弟D搞暧昧, 然后把B给绿了, 和D在一起之后瞒着C, 结果后来C自己发现了, 就去找还不知道自己被绿的D联手整顿AD, 找了一堆人去骂D, D被骂得受不了了又和AT分手, 当时他们在一家餐厅, A一直哭, D一直狂吃碗里的面, 还把A的那一份吃了, 好运来啊, 好运来, 说, 跑完早圈, 本来就急着回班, 楼梯前面两个女生手牵手一前一后聊着天, 我从她们旁边侧身钻过去上楼了, 然后就听见后面传来其中一个女生说我推她, 我直到听见她说我我才意识到, 啊, 我推到人了, 她还骂我颠簸, 楼梯难道还要排队吗, 再来学校楼梯也就这么宽, 她们还手牵手的情况下, 我要过去可能确实不小心挤到她了, 但也是情理之中啊, 白书一点, 出瓦稿, 说, 想起来我高中一个事, 也不知道算不算颠, 我是觉得他们挺颠的, 就班里一对情侣, 每次快到放假的时候就吵架打架, 把护送的东西扔掉, 从教室扔掉, 直接在教室打架, 班长赶忙带人拦着, 每次都这样, 然后完全放假了, 女方就在班级群, 疯狂刷男方骗钱骗感情, 然后开学了, 她们又和好了, 在那你浓我浓, 我真的, 养个颠工颠婆, 我们也是他们play的一环, 猛牛小布丁, 说, 曾经是好朋友, 人设是纯爱爱人, 后来发现他被刺我, 不来往之后, 发现他在外面坐机, 在酒吧当陪酒, 当QQ&Y模特, 和已婚老男人交往, 想尽办法从男人身上捞钱, 最尴尬的一次, 大晚上我和男朋友吃完火锅, 正好碰到他和两个中年大度男人喝得醉熏熏, 从隔壁餐厅出来, 很难不去想他们的关系, 再后来, 把知道他事情的人全删了, 继续纯情人设做捞女, insane, 说, 女A是女T, 但是有个对象男C, 女A不是真心喜欢男C, 因为女A还有别的对象, 女A就天天在班里, 讲男C多舔她, 就算你很忙她, 也会继续说, 然后男C班里, 有一个女B, 女B知道了, 当面和女A对线, 还记得俩人吵了很久, 互相骂得很脏, 结果男C还是喜欢女A, 女B说给男C转500, 让他俩分手, 结果男C和女A直接评分, 女B现在节节下课, 跑我们班骂街。 塔罗刺客, 说, 往往这种人会在社会上混得很好, 跟我一个高中同学很像。 高中时候, 跟班主任谈恋爱, 搞了个全是优秀学生, 还是啥的名额。 高中毕业, 把班主任甩了, 当时班主任离异, 孩子上小学, 比我们小不了太多。 上大学也是各种神奇的操作, 毕业后, 先是进了试电视台和同工, 后认识某领导进入税务系统, 做了某是领导的情人, 在税务系统一路高升, 现在不知道近况。 正在, 说, 大学室友, 在和上一任谈的时候, 和班里刚来一个月的留学生好上了, 天天一起上课, 一起吃饭, 一起出去玩, 一起看校内演出什么的, 还骗他男朋友说, 只是自己出去玩, 但, 他们只是朋友, 后来他男朋友还是发现了, 就找他对质, 一度要分手, 他还说, 舍不得他男朋友不想分, 后来还是分了, 因为发现, 不止和留学生待在一起, 玩还搂搂抱抱, 他就到处诋毁他前男友, 说他扑啊他。 乌云, 说, 学校里一个男同学, 经常骚扰我们班另一个女同学, 在女生, 已经明确拒绝他的情况下, 还经常找跟女生关系好的同学, 找他发消息, 男生还找他的朋友结女生朋友圈, 看女生受不了了, 去找我们班班主任, 结果我们班班主任说, 人家看你的朋友圈, 是人家的权利, 把朋友圈转给谁, 也是人家的权利, 当然, 你有权利不让人家看, 但是别人把朋友圈转给谁, 你就管不了了我真的服了, 不说话, 说, A和他前男友分手, 且那男生找A复合, 好几次A不同意,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完了, 但是不幸的我因为和A前男友有点交集, 就被做我后面的A天天骂晦气, 跟个公主一样, 不小心, 蹭到他一下, 要说, 我撞到他了, 没给他道歉, 还在考试的时候挑刺我反手递试卷, 说我不考虑别人试卷乱扔, 烦得不行, 被我骂了一顿, 考完试当天还原考场, 我故意从他旁边过去, 狠狠撞了他, 后再不敢找事, 手望, 说, 学校的床翻身会发出响声, 但大家都尽量小动作, 不弄出声音, 我上铺那个颠婆, 就使劲地翻身, 好生好气地说他直接开骂, 然后我又不会骂人, 也不会说脏话, 开学洗衣服, 我拿桶付钱, 想让他拼回来, 就跟我吵了一架, 我还以为是自己的问题在那反思, 然后人家的意思, 是他就是流氓, 就是这种说话方式, 还说我活该欠骂, 自己要和他说话, 主要是我高中不差, 还见识了物种多样性, AAA秦宁岛甜品批发商, 说, 今天在学校等开校门, 我和朋友在吐槽, 今天的九省联考的语文卷子, 和某一不知名女生, 把脸上的粉蹭到了, 我身上的事, 一直在骂晦气, 今天中午, 发现我被我搬上一个能人挂班裙了, 你是不知道某某, 这里是我名字, 在我挤过去的时候, 一直骂晦气, 我当时真的要哭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真的差点哭出来, 我仔细思考三分钟都没发现, 他有出现在我旁边过, 真的离谱, 玉泥波波预言脑袋, 说, 有个学生会组织部学长, 他前男友在学校表白强挂他说他劈腿, 花他钱, 这个男的好像没考上大学, 已经上班了, 他来我们学校找他, 他白天出去和他约会看电影, 晚上和他劈腿的女朋友开房, 然后被发现了, 这个事情在我们学院闹得沸沸扬扬, 结果他劈腿女朋友根本不在意, 还是和他亲亲我我, 主要这个男的长得不帅, 身高不高, 身材也不行, 不知道看上他啥了, 立马二三, 说, 高中, 期末考, 我旁边比我第一名的女生作弊, 让我抓着, 拿着手表插, 还拿着资料翻着看, 我寻思, 他应该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就没举报, 结果人家直接作弊, 做了630分, 直接全年级第11名, 关键他是从初中一直作弊到高中, 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没有, 当场举报, 我们都叫他, Copy姐, 人家还给他爸妈打电话说, 我们都说他作弊他好委屈, 我真的好后悔没有举报他, X平方说, 学校入党有名额也有要求, 我们第一批符合要求完成了要求, 成为了入党积极分子, 今年大三有人说, 预备党员已经选出来了, 团支书本人没通知, 班导没通知, 还是别人跟我们寝室, 有个入党积极分子说的, 什么都没公布, 直接就定下了到现在班上很多人都不知道, 好无语写了那么多思想汇报, 啥也不说, 就给我们打死了, 连我们是因为什么被刷他, 因为什么入选都不说稀里糊涂, 不是乡村, 说,班里有个小孩长得还挺帅, 然后颠婆都是一个班的, 喜欢他想去靠近他, 他也没搭理颠婆, 然后某次下了考试, 那次考试特别难, 颠婆就在他失落那会把他口罩摘了, 揉了揉他头发, 跳着走了, 还去跟他朋友炫耀, 他在我们班交际花也没有一个人烦他, 但是他干的那些事我知道很多, 祝他成功吧, 明天期末考, 颠婆还有一堆事, 是个连续剧, 想听的话我明晚考完讲, 某某说, 社友, 开学就跟我们炫耀他男朋友多有钱, 家里买了多少房, 给他买上签的护肤品, 还有手机, 炫耀一年多纳纳的去追别人了, 完了他搜查那个女生的信息, 发现人家根本没理他男朋友, 他男朋友破罐子破摔也不理他, 完了他, 直接打电话给男的父母, 要青春损失费, 一两千吧, 打了胜仗一样, 跟我们说, 手机护肤品还有贵点的东西都不还, 闹到他父母面前他父母还得给他钱, 迷你堆堆, 说, 室友出轨, 他本人跟出轨对象开房的他男友知道, 他出轨以后说要来找他, 他说无所谓, 然后还在网上呛那个男的, 有本事就去我寝室门口等着我, 结果他男友男扮女装真的来了, 一脚踹开我们寝室的门, 爬他床上等他, 我们又跟导员说又报警, 他才仓皇逃走, 最后导员来了, 则问我们, 为什么没有控制住那个男的, 万一他跑到别的女生的寝室里了怎么办, 我们怎么负这个责任, 陈旧的诗, 说, 室友有一件羽绒服, 在寝室说两三千, 在我搬别的女生面前说三四千四五千的样子, 实际那个羽绒服一千都不到, 当我搬别的女生来问我他的衣服, 是不是真的这么多钱的时候, 我尴尬地说不出话, 因为他经常有个什么事, 在我们寝室说好几遍炫耀一下就算了, 还要跑到别的寝室再去说, 别的寝室人都不理他了, 因为都知道他太虚荣了, 他还天天跑着去给别人炫耀, 谁懂啊家人们, 咎咎你呀, 说, 大义军训时, 先进个人是叫关给我朋友的, 女班知道了, 去找辅导员哭, 要把先进个人换他, 在我朋友不知情的情况下, 先进个人, 从他到女班身上了, 还是后来我朋友才知道, 那个先进本来就是他的, 就再也没理女班, 女班还在宿舍哭, 问我朋友为啥不理他了, 无语, 反正还有很多吧, 就半夜一点还在走廊发声打电话, 我们连电话里面的声音都能听到, 结果被我们开窗开门骂了, 一声要链接的中国女人, 说, 不是学校的可以吗, 就我前两天的事, 我下班上公交回来, 一上公交坐下, 对面就有一个女的很胖那种, 我就眼神飘过一眼, 她就用粤语骂我, 我能听得懂, 听得到的就是看我干嘛, 我本来想那我就一直看你, 没想到, 她转头, 问司机说你男的女的, 就摆明一看司机就知道男女, 我就觉得, 那个女的精神不正常, 我赶紧换了一个更远的位置, 但是她那个嘴也是一直嘀嘀咕咕, 我只要你, 说, 我隔壁班之前认识的一个女生, 长得很漂亮, 但是玩得有点花, 她谈过的男生, 长得都一般化, 高一就谈一个本班的, 靠刷双结棍求偶, 两个人臭味相投在一起了, 那个男生还和他朋友说等, 得到他身子就分手, 那个女生知道后说无所谓, 每天晚自习下课都在互啃, 我班级同学, 还有其他班的路过都能看到, 还有围观的, 起哄的, 两个人啃得更兴奋了, 从脖子啃到嘴, 特别恶心, 宙斯龙华一方城店店长范范, 说, 我读书的时候, 那会儿还没有手机支付, 生活费带在身上, 我怕掉, 于是我就放在宿舍, 钱是藏在被套里, 被子还叠成豆腐块了, 但还是被偷了, 后来, 查到偷的人是谁, 但我和社友都没声张, 全程看他演戏, 最后, 把他戳穿了以后, 小偷还要报警, 我们都让他报, 他就心虚了, 然后跟我商量, 怎么还钱之后, 从其他人口中得知, 他以前就是惯犯, 搬来我们宿舍, 就是因为偷东西被逮住了, 鸡肉卷饼, 说, 高中的行骂, 这个女生是转校来的, 皮肤很黑跟MM斗心似的, 又矮微胖, 一开始对他讲的话都很信, 感觉还挺牛逼, 越到后面越不对劲, 当时分班了不在一起, 跟他班同学说, 他在原来学校有个校草, 竹马, 这两天给他写信, 其实是自己写在纸上, 让我给他抄一遍, 再拿给他们班同学看, 我一开始还不想抄, 但太好奇, 内容了就抄了, 还有他各种朋友写来的信, 都是他用不同字迹写的, 小红薯64A18917说, 当年因为摄友毕业家实习, 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 被学校强制安排了一个摄友, 差点把我杀了, 刚入住编故事卖惨, 什么家里老人出事, 自己没心思读书回家照顾老人, 回来被摄友排挤, 只能搬出去住, 一边勤工俭学在学校工作, 一边努力学习, 因为没有正式的外诉申请, 被老师发现了, 于是被强制安排回来了, 虽然当时感觉逻辑怪怪的, 还是很同情他, 结果嘴里没有一句真话, 小笼包, 说, 我们这届有个男生, 他女朋友背着他跟好几个学校里男的有关系, 而且大部分都有点小钱, 在他身上少说, 总共也有个15W, 有一天榜一大哥发现他有男朋友, 在表白墙, 找到了很多相同遭遇的兄弟, 后来他男朋友, 也就是我同学在朋友圈发了一条, 大概意思就是他原谅他女朋友了, 大家不要再骚扰, 他了巴拉巴拉,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女的有一部分钱和礼物, 也给了我这个同学, 孟无端下话线说, 看到到朋友圈的响起来, 很早之前和朋友去吃了一家铁板烧店, 那家店的特色就是, 最后会把炒蛋往幸运客人嘴里扔, 我当时觉得有意思就拍了视频, 过了一周我一个学姐问我, 怎么认识的, XX, 我说, 那是谁我不认识啊, 学姐说, 他看那个人同一天发了和我一样的视频, 还以为是我朋友那天, 和我一起去的关键我都没那个人的微信, 也不知道怎么到的我的视频, 还是个没啥意义的沙雕视频, 一坨小桃子, 说, 我的大学室友, 他对象是他三来的, 在宿舍还各种炫耀, 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 大学时期两个人异地, 所有人睡觉了, 也可以舔着脸开麦打游戏开视频, 很神奇, 我们宿舍和同班其他宿舍的女生, 就是玩不到一块, 后来大三大四返校了, 慢慢发现, 这女生很喜欢去各个宿舍, 在我们宿舍, 喜欢吐槽别的宿舍的女生, 谁知道在其他宿舍说, 我们些啥了, 现在已经和对象订婚了, 尊重祝福, 奈何花落枣, 说, 大四的时候, 辅导员一直催我们就业签三方协议, 还诅咒我们法考考研不会通过, 因为我们法学专业, 要不然就要法考, 要不然就要考研考工类的, 不想直接就业, 我们私下很不喜欢, 后来拿毕业证的时候, 我们专业有个巅工, 当着辅导员的面, 把三方协议模板, 一人一份给撕碎了, 撕碎就算了, 还撒到辅导员桌上, 场合是小型毕业会, 各专业辅导员都在的那种, 大白聪, 说, 我现在在上初中, 同学给我同桌, 和他的日常对话中, 我能明显感觉到, 他的三观不是那么的正, 就比如, 我们在上体育课时, 学校就有一辆车走过, 一点声音都没有居然, 从我身边就差一点, 就开得很快, 冲过去了, 我就在那里说, 幸好没创到我, A说撞到了, 还能赔给你三十万呢, 你也死不了, 其他几个男生, 也附和我真服了他, 还有时候就对我说, 他想死, 让我掐死他, 掐死是最轻松的死, 陆拉拉说, 室友家境一般, 生活费需要自己打工, 然后有一个学期, 他去奶茶店打工, 认识了一个三十来岁的胖男, 他社交能力也挺强, 有几次和那个胖男单独出去玩, 最悔三观的, 是他有一次还和胖男出去一夜未归, 后来, 我听寝室里其他同学讲起才知道, 他们出去KF了, 关键是, 那个胖男还已经订婚了, 后来他未婚妻知道后, 立马退婚, 而且我那个室友, 还因此染上了FK病, 毁三观, 是眼镜妹啊, 说, 音乐学院, 有个男同学选修了手风琴, 放假直接偷了一台琴回家, 在老家那边的火车站, 遇到另外一个同乡的女同学, 还背着硕大的琴, 泰然自若地向他打招呼, 女同学见他面色如常, 也没多想, 还以为是找学校借的, 直到第二个学期开学, 女同学才知道, 学校丢了一台手风琴, 但是老师去询问他, 他一口咬死没有这回事, 说手风琴是他自己买的, 学校有人证, 但是没物证, 只能自认倒霉了, A翻斗小区第一巨神胡英俊, 说, 班上新转来的颠婆, 最早就只是, 体育课老师让报数他装大哑巴, 不说话, 让全班一起罚站晒太阳, 后来飘了, 莫名其妙地去惹是生非, 后来被打了, 结果更颠了, 莫名其妙地踹飞了我们班一个营养不良的豆芽菜, 后来被踹了凳子, 对, 豆芽菜的老大, 仅仅只是踹了他的凳子, 我当年可是被过肩摔了呀呀, 惊人享受世界, 还觉得自己很委屈, 有一天, 自己在走廊上阴谋, 凭什么你们都巴说? 说, 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们家开文具店的, 然后专门租了一个房子当库房, 有个女生来我家找我, 来的时候两手空空要走的时候, 拿了一个黑袋子, 我问都没问, 我就把袋子打开了, 连本子那些都要拿, 拿了一堆, 我直接就问他了, 他还给自己找部, 说他没看见这些, 我寻思着, 不是我看见就拿走了, 这只是我发现了, 之前可能还有很多次我没发现的, 我照着, 他就开骂, 后面再也不让他来我家了, 伪艺术家, 说, 真的惊人享受世界, 我朋友宿舍一女的, 我朋友约拍写真, 他跟着蹭地方, 约地方耗了两个月左右, 然后车也是我朋友约的, 我朋友好心说让他先做装造, 还提前说了不拍一样的, 人家应得好好的, 好吗, 转眼功夫把我朋友衣服换上了, 说他两句回寝室就抱腿哭, 说我们两个就是欺负他个子小, 青天大老爷, 还有被害妄想症, 说坐火车回家, 有人要害他, 别人正常聊天说, 别人猥琐想害他, W说, 之前我们宿舍有一个喷射战士, 墙上地上都是, 但是他不承认, 导员找他谈完话后, 告诉我们, 他很可怜, 家穷又没人爱, 就剩三十块吃饭, 让我们时不时点粥给他, 他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 让我们多包容他一下, 带着他扫厕所, 结果基本是我们扫的他就递了两盆水, 后面我们发现他申请不上助学金, 又买手机, 又买电脑, 比我们宿舍所有人都好, 然后又一口气买了四五双鞋, 每双最少一百家, 专业探笔机, 说, 他立志考青华, 才考那二百八十多分, 我都不好意思, 打击了半夜在床头吃药, 我说了几遍, 不要再三更半夜吃, 死活不改, 他觉得晚休朝, 直接走上课走出去, 害得我们得找他, 还说我们搬孤立他, 拿错了衣架, 死活说自己没拿我另一个摄友, 明明看见了, 才去问他, 后面他俩听说打了一场架, 结果本来没什么事的, 然后他自己偷偷告老师请家长了, 老师跟我摄友说, 暗示就是说, 以后他有什么情况, 跟班主任反馈, 陶克希克的爱, 说, 班里有个女生, 表面上又漂亮又高, 家里还有钱, 结果偷我们班别的同学的电子作业, 把名字辟掉, 改一下图片亮度什么的, 当自己的上传, 也偷过我的, 我之前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还和他玩得不错呢, 还偷人家辛辛苦苦苦, 花了好几个小时的, 美术作业, 写自己的名字交上去, 趁各科科代表不注意偷偷改自己的平时成绩, 老师都知道了, 找他谈话好几次, 当时答应的好好的说一定会改, 事后又犯, 雨猫秋, 说, 我们学校有个女的谈对象, 和对象在空教室坐了, 然后怀孕了, 自己吃了要在学校厕所留了, 就因为他, 那天刚好打扫厕所的, 我和我的小伙伴, 差点没被吓死, 没有到血流成河的地步, 但是也挺多的, 最主要那大姐, 应该是直接在厕所坑旁边脱的裤子, 血一点没留到坑礼服了, 还有个颠婆, 就因为, 她对象和她分手, 修眉刀一刀下去, 不知道划哪了, 但是听说那只手废了, 搞不明白, 都来学校当恋爱脑来了, 一点点甜, 说,女同学A和同班的最好上了, 后面A拉了一个群聊, 里面是一些班里喜欢二次元的朋友, 我的朋友M也在里面, 然后群里有个不认识的C, 我朋友就问他是谁, C说他说A的男朋友, 然后MB like, WTF, G不才是A男朋友吗? 然后A出来跟C说我一会跟你说, 然后紧急解散了群聊, 后面G跟我朋友M说, 那个C是A网链的对象, 想分手, 但是不知道怎么说, G还帮A出谋划策, 摆, 烂, 闲, 于于说, 跟设友一起买了学校的炸鸡腿吃, 结果他的鸡腿没炸熟有一点血丝, 他去联系商家, 商家给出的赔偿条件, 是要么给他重新做一份, 要么把钱原路退回给他, 结果他不接受, 反让商家赔偿2000元, 还问我他这么做对不对, 我就说了一句, 我们这边如果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基本都是这么个处理方法的, 他直接说我是不是说他小题大做, 然后立马当我面, 给他妈妈打电话骂我, 然后又连发了三条抖音骂我, 审判梅尔索, 说,班里一同学, 考试前一天还在通宵完, 结果用手机考的考试的两个科目成绩班级第一, 我们那个考试是有题库的2000道题出200道, 手机上考试200道题, 他能对199道也是牛逼, 老师来了都不一定有他考的高, 用试卷考的科目没及格, 懂得都懂他自己干了什么, 结果出考试成绩了, 还问我能不能让老师通融一下, 只差几分就及格了, 我们学校的规定是期末考试成绩不及格, 平时成绩再高也没用, Shuchin说, 之前我们高中的时候有个女孩子, 让她男朋友给她脖子肩颈手臂都种满了草莓, 然后穿了一条吊带连衣裙把草莓露出来, 当时我看到就感觉很奇怪, 我问我龟龟那个女生是不是把火灌了, 我龟龟翻了个白眼说, 那是草莓印, 她故意的, 我大为吃惊, 故意干吗? 露出来好奇怪啊, 龟龟, 炫耀, 炫耀她男朋友很爱她, 我, 她男朋友嘴巴会吸肿了吧? 龟龟, 我们去看看, 她男朋友嘴巴肿了, 没走走走。 Claudie说, 嗯, 颠婆一定要是同学吗? 是老师不行吗? 有个女老师她老公, 原来是我们专业负责人, 开学一个月, 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免了, 佛系等退休的老教授, 灵威受命。 女老师上课的时候不好好上, 说从我们这一届开始, 不给提酷了, 上课酷酷讲法条, 最后期末说, 提酷我已经给你们讲过了, 根本没有提酷只是重点, 我们说, 老师没有把老师再发一遍, 她威胁我们说, 不要得寸进尺, 最后大家背得夯吃夯吃她一个都没考。 某某说, 我之前保研了, 然后在寝室没什么事情, 因为看两个同学每天11点到寝室洗澡, 洗完快一点, 其他同学想早睡, 但不敢说, 我每天10点多洗完澡, 打算方便他们洗, 结果有次我突然有事11点, 他们看我还在洗, 在全寝面前骂我真见, 她骂完其他人都被吓到不敢讲话。 第二天关系好的室友告诉我之后, 我直接被气哭, 关键她以为我没听见, 过了一段时间还质问我对她态度, 怎么没有对其他室友好颠簸一个。 装傻我最厉害了, 说, 我宿舍是两室一厅, 一宿舍住四个人, 另一个房间的室友, 大夏天觉得费电, 不愿意开空调, 半夜开我房门关空调, 因为我在通宵赶作业, 被我抓个正着, 从不买沐浴露洗发水洗衣液, 偷用我和另一个室友的, 被我们发现后说, 只是帮我们试试好不好用, 之后我们都用完就拿回衣柜锁起来, 还很厚脸皮, 过来问我们为什么不给她用。 还很喜欢造黄瑶, 报警后哭着说我们对她造成伤害, 说要跳楼, 死活不道歉。 XY说, 我们搬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谈, 上课在那眉目传情, 有一次上外教课, 那个女生男朋友, 跟我我后面的男换了个座位, 在那传纸条, 吃饭一起吃, 然后那女的很没素质, 总以为有人要抢她男朋友, 还传谣。 那女的对那男的一见钟情, 为了她剪短发, 然后天天出案纸条, 写写恶心的东西, 听同学说的, 然后男的还发朋友圈说什么, 一见到你就开心什么的, 说以后永远在一起, 以后去领证, 我真的服了这些早恋的。 XY说, 这就不得不说我大班的学霸, 真学霸啊, 没考完一科, 就和那科的老师说考的好多原题, 提出的不好巴拉巴拉, 导致老师都觉得, 现在的学生素质真高, 我的下一届好多科目原题很少很少。 男平, 他情商也是薛定谔的, 对于家庭条件好的二老师, 他就很聊得来, 对于其他一般的同学, 就装情商低, 不断制造学习焦虑, 类似于你, 怎么只学这些, 怎么还没发文章之类的, 就是不愿意理普通人罢了。 水泥风心, 说, 高中一个女的, 隔壁宿舍的, 当时是那种教师公寓楼改的宿舍楼, 三个寝室公用一个卫生间, 然后有一次他上厕所等我, 我拿着抽纸出来看他没带纸, 随口问了一句, 你要纸吗? 他说, 我上小的, 不用纸啊。 这还不是最炸裂的, 最炸裂的是, 因为阳台也是公用的, 我去晾衣服, 我看他也在, 我发现他的内裤, 是那种, 好像没洗直接晾上去的, 中间是厚厚一层白带, 都干了, 然后碎了那种, 他还是反着晾的。 王天香, 说, 宿舍一颠颇, 每次回宿舍也不算晚, 我们宿舍有个独立卫浴, 9点多, 10点最晚到11点的时候, 他都不去收拾, 他就要等到11点30分之后, 他才在收拾, 在之前他都在玩手机。 有一次我发烧了非常难受, 他还这样, 并且他在2点多还在洗袜子, 收拾东西, 收拾塑料袋。 我就说你能不能明天收拾? 已经很晚了。 他说, 怎么就吵到你自己了? 别人都没有醒, 就吵到你自己了呗。 而且他上厕所, 经常不冲小便。 我真低好困, 早睡板说, 高中的一个颠婆, 说自己是日本人, 偷室友的钱, 污蔑是别人偷的。 偷我男闺蜜手机, 没成功。 后来又偷我们搬另一个男生的手机, 成功了, 但是被搬上一个女生发现了。 因为当时QQ部署会显示手机型号, 他的手机型号显示的正好是那个男的丢的那部手机。 这件事之后, 他就转去了另一个班, 还在那个班说, 我们班集体孤立他。 后来那个班的班主任也知道了他偷手机的事, 也不让他待在那个班, 然后他就转学了。 时代的仪立辉, 说, 朋友班上一女, 前任常发钱给他想复合, 他不拒绝不同意, 钱照样收, 但是聊得很暧昧, 同时间有男的追他, 他想了想, 前任总给钱真好, 就和那男的在一起后, 和前任还是那样暧昧, 继续收钱。 后来他们班上的人又发现他和他前任初中就做过了, 所以前任才跟小丑的脸一样给他发钱。 后面他们又发现那女的手脚不干净, 然后宿舍丢钱在他书包里找到了, 同时发现了避孕套和ZW棒, 他们还拍照发给了我朋友粉色的。 最态萌生, 说, 晚上十一点半在宿舍跟男朋友打电话, 我就在上铺, 带了耳塞一清二楚, 都说了, 不要聊了, 明天聊嘛。 结果第二天晚上给他男朋友说的, 我室友让我晚上不要讲话了。 然后等到晚上十点过我上床, 我就直接说, 大家到十一点过就早点睡嘛。 跟男朋友聊天的明天早上聊嘛, 然后他很理直气壮地说, 杂子了吗? 其他室友在他晚上聊天都不说他, 就我一个人在说, 我都在想是不是我早睡就有错。 小王成功上岸, 说, 我朋友他们学院很卷很卷, 但我们只是个二本, 所以他们卷的方式就是各种拍老师马屁, 其中有一位男生Q考试全靠破案女朋友复习, 然后给他抄, 结果某一门只有七十多他就狂骂女朋友, 然后找老师。 几天后, 教务系统里, 他的分数离奇上升十分, 但是还是拿不到奖学金, 于是他去找了副院长, 然后所有人的成绩单上, 突然多了一门心理健康, 大家都是七八十分, 只有Q拿了九十五他的祭点成功上升, 拿到了奖学金。 屁大张, 说, 颠婆在大意上和大家玩得不错, 伪装, 可大一下就开始暴露, 开始向室友借钱借化妆品借衣服, 每天晚上都和对象打游戏, 或者吵架吵到凌晨, 闹得大家睡得都不好, 一次逃课, 后来不止一次被导员通知家长颠婆, 就打电话给导员哭泣, 哭泣完以后, 转头挂了电话, 就各种国粹辱骂导员, 再向导员解释, 为什么缺席课堂的时候, 还找了一个因为室友发烧感染新冠, 所以传染给了她的借口, 把责任推开, 颠婆还有更多反人类的事情。 三娘九苏随机掉落, 说, 校园跑去打卡的打卡, 有两个人一男一女, 在那里打波波, 因为天黑了, 还真看不仔细, 我就走近了点, 去打卡, 我们学校的点很小, 一定要很近才能打伤我就去了, 然后那个女的娇娇地叫了一声, 宝宝那个人偷看我们, 那个男的说宝贝, 咱们不理他, 他一看就没男人疼, 这年头像我这样的高富帅, 可不好找我, 地铁, 老爷爷, 手机, 老铁长个不到一米七, 跟我差不多高牛什么呀, 长得不说丑, 那也是敏然众人, 各位整的拳头突然硬了, 崩溃的萝卜头, 说, 我们学伟偷自己室友的东西, 室友发现东西丢了很生气, 就说要去查监控, 学伟害怕被发现, 就私底下找室友说是自己偷的, 求求他别告诉别人, 还跑到辅导员班主任哪里说, 如果班里人知道了他会很难做, 辅导员怕他想不开, 就给室友说这件事就算了, 我们本来不知道, 结果是一场, 考试学伟被抓作弊, 平时在我们眼里乖乖女爱学习的形象崩溃一窥, 而且还没事爱给室友发小作文, 我当时听说了以后觉得他好恐怖, 都不敢理他, 星星派对纸喷花说, 我大学里的巅婆, 刚开学的时候打扮得整体很整洁, 头发新染的还是渐变蓝, 穿得碎花裙, 然后对每个人都很热情, 没过多久, 才知道他的衣服从来不叠, 直接窜摆一下就塞柜子里了, 到放假期的时候, 他的柜子有一股怪异的味道, 然后他把衣服全扔出来, 在他的床上, 开着他的柜子通风, 能想象那股味道吗, 我们闻了好久, 他没清理通风也很难解决, 还有一次, 他把踩了狗屎的鞋子放在阳台上, 不刷, 就在那风干, 南旭, 说, 我们学校一女生, 竞选奖学金没选上, 就举报选上的人谈恋爱, 谈恋爱的是我们学校的一对童, 他们俩真的很好, 而且谈恋爱学校很多人都知道, 快手公开, 因为是这种事少, 我们都很关注, 就像一个从小长到大的童星一样, 天天没事干, 就只能磕他俩CP, 就像羊仔一样, 过两天翻他们快手看一下, 然后人家竞选奖学金选上了, 就被那个女的举报了, 关键是举报了人家, 你也选不上, 你还举报人家, 这不就闲得放屁, SJGHGSKSKNH说, 也没有狠颠, 我就想知道, 为什么我身边的人谈恋爱, 都喜欢反复分手复合, 最神的一对, 刚谈的时候, 如交四期, 半年后开始以星期为单位分手复合, 那对男生女生和我关系都还行, 我跟男生一个社团, 有次他们大分手, 男生到处在社团里, 说女生出轨所有人都很同情他, 两个月后, 那个女生也进社团了, 继续如交四期, 还有一对出去同居, 结果男生在他们同居的地方捉奸了, 养男的打到去了医院, 闹到了辅导员呢, 然后那对继续亲亲我我, 于星河说, 我大学时候有个室友, 有一天我跟我另一个朋友, 去看我们学校的魔术表演了, 然后看到一半, 我的一个室友跟我说, 那个室友在我们宿舍学狼叫呢, 让我快回去, 他害怕, 然后有一次周末我室友回家了, 我家里的比较远就没回去, 那个室友也没回去, 然后再跟他网恋男友打电话, 然后大晚上在宿舍学猫叫, 我无意间听到他网恋对象说他喜欢猫, 然后他才学猫叫的, 反正当时我就跟我另一个室友吐槽, 他这个行为可以叫他颠婆吧。 偷乐, 说, 高中我当时的室友和他当时的男朋友, 互相嘴上说着, 看不上天天吵架, 天天掐, 天天嚷嚷着, 要分手, 然后就是不分, 天天演戏, 感觉跟校园偶像剧一样, 然后有一次我一考返校回来英语听力考试, 由于教室里面没有我们一考生的座位, 我只能坐到那个朴信巅宫的后面, 然后他下课的时候, 转过头来问我你, 现在还觉得我配不上他吗? 他指的是我们宿舍那个, 装逼颠婆, 我没有说话, 然后他自说了一句, 其实我和我的兄弟们都说觉得他配不上我。 甜心小如宝, 说, 我们班就两个女生, 上学期上课的时候我睡着了, 他和我们班另一个男生以为我睡着了, 背后说我坏话, 让我听到了, 说我大嘴巴M, 他俩玩得挺好的, 不过他俩啥秘密, 我也不知道啊, 然后这个女生有一学期和我闹别扭, 找别的班的一个男生来找我, 真的无语啦, 后来这个男生的女朋友说他勾引他男朋友, 还是我给骂回去的, 注意, 这个男生是我们学校有名的炮王, 懂得都懂, 他俩玩得贼拉好, 这个炮王书位哪个女生都会和他说, 某某说, 社友, 一边跟异地男朋友闹得要死要活的, 一边又跟学长打电话, 打到三更半夜, 花枝乱颤, 有时候突然又笑了, 有时候突然又哭了, 我们为啥知道他三更半夜打电话呢, 因为每次一熄灯, 他就用很善解人意的声音说, 我社友都睡了我小点声, 然后继续用全宿舍都能听见的声音, 继续聊电话, 有天半夜听到有人在楼道哭, 宿舍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全醒了, 准备去楼道看看是谁在哭准备去安慰一下的, 仔细一听是社友, 立马又安心躺下了, 好饿好想吃卖卖, 说, 这题我会我们军训的时候, 有个女生跟教官谈恋爱了, 在学校已经私底下一直一起吃饭了, 每天训完之后, 那个女生都会留下来等教官, 然后结束的时候, 大家都特别伤心, 哭得很伤心, 结果第二天就在朋友圈里面看到那个教官的正脸照, 就是他们出去玩吗? 然后这种现异兵是不可以跟学生谈恋爱, 私底下加学生微信的, 然后呢, 这事情后来闹到男方单位, 然后男的跟他女朋友不是现在这个, 也是找了个理由搪塞了, 现在还一直出去玩, 也四, 说, 我有鼻炎, 晚上睡觉, 吸气有声音, 并且也有喝药, 摄友给我反馈, 于是我每天晚上等他睡了再睡觉, 我另一个摄友晚上打呼噜, 每天晚上十二点准时打, 有一天我睡起来, 另一个摄友还在打呼噜, 我就看见这个摄友拿纸巾扔另一个摄友, 没叫醒, 直接用手敲上床梯, 让大家都吓起来, 本人一直处于猛逼状态, 坐着看完全程, 他说是他把我叫起来, 因为我影响他睡觉了, PS, 我问过其他摄友, 说我睡觉声音并不大, 他本人也会打呼噜, M说, A和B是好朋友, B谈恋爱了, 男朋友称为C, 恋爱期间, A和C偷摸有点暧昧, B和C分手之后, A和C就敞开大门暧昧, 现在不知道在一起了没, B还会和A说他们暧昧的细节, 啥的炫耀啊, 比如, A问C借短裤穿C借了, A穿到B面前, 就说这是谁谁的, 都挺奇葩的, A和B现在关系, 也还很好, 我就不理解了, B现在还喜欢C, C呢同时吊着很多人, 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事, 就是, A有次晚会主持, C夸A笑起来, 比蒙娜丽莎还美, C平时很装和宋燕一样, 杰丽, 说, 宿舍两个厕所, 有一天发现其中一个厕所非常容易堵, 宿舍商量了后, 大家一致决定不在这个厕所上大便, 结果这姐不知道为什么, 另一个厕所也没人的情况下去这个容易堵的厕所上大, 结果就是堵了, 她一桶桶水地往里冲, 粪堆都被她冲上岸了, 那个味道, 我刚好睡在阳台边的床位, 真的很崩溃, 她发现, 冲水不管用之后就撒手不管了, 我说味道很大, 让她找人来通厕所, 她也不管, 拿着她的劣质香水一通喷, 整个宿舍都是粪堆味, 加着劣质香味, 鱼仔堂堂路过, 说, 同专业有个男的, 为了保研考试高分作弊, 她女朋友因为成绩不好, 所以坐在她旁边一起拿手机作弊, 结果两个人一起被逮了, 那个男的为了保研, 全赖她女朋友头上, 她女朋友恋爱脑扛了全部, 结果就是男的没事, 女的零分处理, 后面保研排名出来, 那男的保上了, 但因为当时众目睽睽之下, 两个人被抓包, 所以直接被竞争对手举报考试作弊, 学校为了核实情况, 复查监控的时候, 直接全翻出来了, 她保研名额没了, 竞争者美美保研, 我真的会被笑晕, 小鹿澄澄疯狂上案板说, 有个大学同学和隔壁学校的男生网恋, 还没见面的时候, 男生给她点外卖啥的都要发朋友圈秀恩爱, 奔现了秀, 表白了秀, 在一起了秀, 一百天秀, 半年秀, 生日秀, 一年秀, 雅人出去租房秀, 男的给她炒个西红柿鸡蛋秀, 买猫秀, 做副驾秀, 喝奶茶秀, 这些都正常, 谈恋爱吗? 关键是, 她吵架闹分手, 都要在朋友圈通知大家, 大概隔一两个月闹一次, 前几天看她发朋友圈, 就这样结束一千天的恋情吧, 主打地送感情, 通知大家, 她分手了。 某某说, 十二年上的大学, 我同系有个班的男的, 这个男的是我专生本同学, 所以我认识他, 不过我和他们班班长比较熟悉, 会把自己的QQ号和微信号, 伪装成他们班其他人, 投向签名, QQ空间上传的照片, 就是偶然有一天, 发现, 我有两个那个班长的, QQ, 就问他你怎么两个Q, 他说, 另一个不是他的, 是那个巅工的, 他发什么说说, 上传什么照片, 那个巅工立马跟着发, 而且巅工不止学他, 还学过他们大半个班的人, 不过学那个班长最多, 心, 说, 对付这种人, 就大家一起联合起来啊, 这种人品质就有问题, 留着放到社会来毒害我们吗? 啊, 嗨嗨呀, 不用特意孤立他, 你们就根据具体的问题, 找他问清楚, 然后电话录音, 直接扔导员那里, 他们处理就好了呀, 问题只有闹大了, 更多人出来, 佐证他平时的为人, 最好还能利用学校舆论来一波, 学校相关有权威人士, 下场这个事, 才能有效解决, 要不他仗着自己这个卑劣行径, 可以横行天下在你们学校, 你们不给他点教训, 我们看着都好生气呀, 不上岸不改名, 说, 我们班有个女同学, 他寒假做梦梦到和我们班的男同学在一起了, 结果人家直接加那男同学, 和他聊天说, 自己梦到他了, 然后, 开学直接在一起了, 我感觉什么时候都能看见他们, 快递站, 食堂, 路上, 我尴尬得不行, 并且在他们交往前之前, 他们和各自的男女朋友分手了, 之前那个女同学在朋友圈晒, 和他的前男友各种, 特别恩爱爱, 没想到这么快就换人了, 现在朋友圈依然恩爱, 祝福吧, 我现在都快毕业了, 还没男朋友, 我饿了, 说, 我们室友在宿舍里面养猪, 刚开始没影响到我们, 大家也就没说啥, 结果后来五一放假, 他趁我们都回家了, 又带了一只朋友的公猪, 回寝室玩, 他养的是母猪, 五一返校, 公猪被送走了, 母猪就开始在寝室发情, 白天就老叫, 晚上就框框撞笼子, 因为室友把猪笼子放在爬梯处, 母猪撞笼子的时候, 也会撞到爬梯, 住上铺的我好几次被撞醒, 最后和其他室友一起抱给了宿管, 也是因为养猪的室友, 不给母猪洗澡, 再加上粪便之类的, 宿舍越来越臭, 确实忍无可忍, 小田爱吃辣, 说, 看了很多, 我来说, 宿舍是上下铺那种, 女生嘛, 就买了那种床帘, 大家都有, 就他还没装, 但他也不常在宿舍睡, 睡他女朋友宿舍, 每次拉上床帘, 他要是回来了怎么样, 就要在我床帘那没拉岩石的地方, 偷偷看我在干嘛, 有时候我戴耳机就也听不见, 就突然往旁边一看, 一个眼睛真的吓人, 后来真的忍不了就跟他吵了, 就再也没说话, 我跟同宿舍的也说过, 确实发现他爱看别人干嘛, 拉上床帘他都要拉开, 主要是拉开一脚, 偷偷看, 真的我的阴影, 梦说, 大一奖学金停选, 班长不在群里通知, 只告诉几个关系好的, 然后全班除了他们几个都不知道这回事, 等奖金发下来才知道, 大二我设有去评了奖学金, 也就八百吧, 后来没信了, 以为没评上, 结果大三时席回来, 系主任对账, 问我设有奖学金到账没, 我设有才知道, 他得了奖学金, 之前班群里班长要得奖的同学的银行卡号码, 没要我设有的, 系主任跟我设有说了之后, 我设有去问班长, 然后班长说得含糊其词的, 说什么忘记管设有要了, 乱七八糟的, 七七说, 我们班有个IT, 家里开公司, 特别有钱的那种, 和我们班一个有NPY的侄女, 一直都是好朋友关系, 后面他们两搞在了一起, 那时候侄女还没有分手, 她和IT在搞暧昧, 然后同时和她的NPY冷暴力, IT还和她的NPY认识, 后来侄女和NPY分手了, 那个男的至今都不知道, 分手原因是她女朋友和IT搞在一起了, 他们在一起后, 因为IT和侄女不是一个宿舍的, IT经常去找侄女宿舍找她, 跟她在同一个浴室洗澡, 还有在宿舍里上演活春工, Jush说, 颠婆爱上颠公, 给我朋友和好几个女生造谣说, 他们暗恋颠公, 有一次, 上操她跑过去跟我朋友说抱歉, 抢走你心爱的人了, 意思是, 颠公颠婆在一起了, 我朋友说, 跟我有什么关系, 等下课把颠公和颠婆拽出来都骂了一顿颠婆, 还给女生造H谣, 就班级里的只要是女生都被她造谣过, 颠公也不是什么好人, 他能骂出来的词比我们课文字数都多, 后来大家都受不了了, 几个女生组成Avengers一起把他俩的光荣事迹告诉老师了, 最后他俩败, 全班孤立了, 小羊羔Triple A说, 我是上铺的, 最后一个上床, 不过那个时候九点左右, 重点是我是上铺的, 最后一个上床的, 我关了灯上床, 还没十秒那个颠婆下铺的, 爱打游戏, 每次都很大声玩得挺晚的, 突然就摔东西, 冲着我的床, 我跟他上下铺, 说NC一样, 反正一直骂我, 就是没点名, 然后又开了灯, 期间一直骂骂咧咧咧, 到了十二点左右, 他跟另一个老好人吵架, 他将那个老好人关灯, 吵架的时候, 为了压那个老好人一头, 他还提到我说我刚关过一次了, 真是颠婆, 洋葱没有心, 说, 十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 老师开学的时候, 说有入党意愿的同学, 可以先写好自我推荐, 什么什么时间之前交给班长就可以了, 班长和我一宿舍, 我写好之后就告诉他我写好了, 还说, 等到了时间我再给你, 省得你保管, 他说好, 反正他也不想入, 结果, 你猜怎么着, 等到了时间, 他愣是一声没坑, 自己写了一份给了老师, 还说, 你本身就他一个, 老师也是老手, 直接在QQ群说了这个事, 我当时就不干了, 直接拿上我写的, 跑到办公室, 揭穿了他, 并顺利挤掉了他, Leilander说, 看到这个就想到了我大学, 有一次期末考试, 不知道谁算的成绩, 也不知道咋算的, 单单挂了我们几个外省的, 我们几个都是河南的, 在山西上的大学, 看起来没啥问题, 关键是, 这门课老师提前给我们透了一些题, 考试时候, 大家都互对了答案, 而且我和我们宿舍六个人答案一样, 他们都过了完了成绩出来, 之后我们班长还说, 怎么你们河南的专业成绩都这么差, 我听出来了, 他话外之意我就回他说可不就是吗, 我就是在我们这儿, 成绩差滑荡了, 才去你们那儿的, 吻恒说, 我们学校不是有个墙吗, 女生A掉钱了就发墙说, 有人捡到了我的钱, 还不感觉还回来, 我已经查监控了, 不然对你不客气, 下午的时候, 捡到钱的女生B就去女生A的宿舍, 还了yes, 我们以为此事到此结束转场女生, A哥抢那里骂女生B为什么中午, 不还是不是故意不想还, 女生B就给他说理由说了好几个, 别问我怎么知道, 他们两个发墙聊天记录都出来了, 然后他们吵了两天多, 就没有后续了, 因为墙本人就说不再发关于他们的事了, 你要吃松果吗? 说, A女和B男谈恋爱, 挺猖狂的, 后来被给了处分, 但是还没分, 一天, 他们一起逛万达, 遇到了一个之前和A有过节女生CC女生, 盯了A女一眼, 然后一边喝奶茶, 一边玩手机, 过了一会儿, A女和B男走到C面前, B男想抢C女手机, A女在旁边说, 把你手机里拍得我们俩的照片删了, C女说, 没拍A非要翻C手机C不同意, 双方争执, 谁也不让, 最后C女说, 如果手机里没有, 就报警A答应了, 然后翻C手机没翻到, 又不让C报警, 然后灰溜溜地逃走了, 唱诗, 说, 我跟一和二是朋友, 当时初中我和一是同桌, 我和二玩得好, 一和二当时还不熟, 因为我的原因, 他俩就玩在一起了, 19年那个时候, TXL题材小说, 不是挺热的吗, 现在也热, 他俩就说, 在一起做一对百合, 谈了没多久就分了, 一跟二谈的时候, 他心里面是有喜欢的人的, 二初中开学的时候就对一有好感, 但是二不知道怎么和一玩在一起, 他俩当时没有什么交集, 然后我出现了, 二就靠着我跟一玩在一起了, 我莫名其妙地成了二的踏脚石, 我也挺莫名其妙的, Butterford Day蝴蝶说, 头对头睡的室友, A热衷拍室友不穿衣服的照片, 还热衷体育生, 大一我被同班很普信的一个体育生追, 拒绝后还死缠烂打, 结果不知道怎么跟A勾搭上了, A开始替他监视我的生活, 晚上开前置摄像头, 偷偷看我跟谁聊天, 然后造黄瑶, 大一下A又和男朋友, 高中谈得小混混的兄弟, 另一个, 一个体育生, 搞上了, 每天和男朋友视频半小时, 再和体育生视频半小时, 放假小混混发现后, 和A分手, A无缝衔接前男友的兄弟, 然后恋爱过程中和前男友不清不楚被发现, 刘乐乐说, 大学我是班长, 班里一个女生一直跟我作对, 在班级群里总是莫名对我, 拉着她几个室友一起给我下半子, 那阵子我和我的团支书真是快抑郁了, 后来我发通知要收奖学金材料截止时间, 材料会跟奖学金挂钩, 她觉得我威严耸听, 就不好好准备随便交了, 过了截止时间才知道, 真的奖学金要看这个材料评定, 就去找导员闹, 导员知道他德性不让他补, 他就去找导员的领导闹, 导员的领导最后让他补了, 不知道他咋补的, 给自己补成一等奖学金, 这我谁说理去, 靠, 小季今天睡饱了吗? 说, 设有A因为晾衣服, 有人的湿衣服, 碰到他的衣服, 他衣服臭了, 他觉得肯定有人故意贴着他放, 其实我们阳台可以晾得空间很小, 然后大早上摔盆骂骂咧咧, 然后宿舍群发小作文, 然后设有B被吵醒, 有起床气, 对了他, 设有A就受不了, 觉得之前都是他在讨好我们, 自己花钱烘干衣服, 把阳台留给我们, 之前他都是在迎合我们,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他自以为的奉献, 我们其他人平时没位置晾, 会喊其他人把肝的收走, 设有A然后开始抱走, 开始各处道歉, 一说, 我和我以前的朋友一起回学校看老师, 然后随便就帮老师看了一下低年级的武教, 我们一人负责一个班, 小朋友们尊都都敲击, 可爱我一中午收到了他们送的各种小灯膝, 走的时候, 一堆小朋友把我抱住, 不让我走, 被我朋友看见了, 他就阴阳怪气我, 有悠悠, 你好受赢呀, 还说了啥我记不清了, 反正挺过分的, 我自认为我性格挺好的, 但受不了别人洋洋怪气我, 我就对了他一句, 生活索然无味, 蛤蟆点评人类, 他脸都红成个猴屁股了, 和他撕破脸后, 就一直没联系了, 好想睡觉, 熟睡符号说, 大二的时候, 陪我朋友在宿舍楼下的狼亭里卖花, 离我们五米左右, 有一对情侣, 一直在啃嘴, 我们大概是下午四点多一点开始卖的, 没过多久, 他们就在那里了, 那个时候天还是亮的, 然后一直到八点多钟, 差不多两桶花都卖完了, 我们准备收汤回宿舍了, 雅人还在啃, 这个时候, 天早就黑了, 我们都走了, 他俩还没停下来, 而且女生是其坐在男生身上, 雅人抱着啃, 啃得非常的忘我, 期间俩人歇歇的时候, 男生把手伸进女生的上衣里, 他要搞什么, 想必不要我多说了吧, another说, 我们有个男生叫太子哥吧, 太子哥成绩一般, 但是帮导员干活, 大到, 管我们学生请假, 小到帮导员做实验, 啥都干那种, 然后导员为了让他有个好成绩, 平优平线方便一门公共课, 给其他学生压分, 就是这门课, 有做过往届原题的学生, 才考了八十, 但是我们太子哥九十, 我这门课原始成绩还行, 但是老师平时分才给我二十三, 全勤独立完成平时作业, 没借助AI, 我朋友预估八十结果才考了六十, 已知这门公共课老师, 在我们学院读过博, 这里面有什么派交易, 就是我不知道了咯, 麦牙堂, 说, 我讲的大学的事, 就是女生纠纷, 团支书还有AB三人都是我们搬的, 团支书跟A是社友, B是贫困生, 家里突发意外, B申请贫困补助, 被团支书魅下了, 并买了超贵的衣服自己穿, 我们是从A的口中知晓, 团支书报复A, 把A男友送的三千多, BJD娃娃给扔了, 因为我搬两个贫困生, 一个是我社长, 他气不过, 把这事举报给院里, 院里查了, 爷爷骂了团支书,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贫困补助没下来, 任何人也没得到团支书道歉, 因为团支书提前给院里也送礼了, 豆本游都那说, 寝室的社友A, 已经跟另一个寝室的人, B换了床铺, 在寝室的时候扫地滑水, 好像永远扫不干净, 浴室地漏, 不知道是不是老师他不剪头发, 这事地漏有点堵的时候, 就跟每个人都说过了注意, 也留意过了基本每个人的习惯, 感觉就是他不剪, 导致堵塞, 没有报修的时候, 水下不去漫出来, 整个阳台都是, 但是他从来弄不干净水, 导致每次都是, 我和另一个社友, 最后洗完弄干净所有东西, 他还在面台洗衣服, 同样水整个台面全是, 但是他也不作为, 就是好像永远弄不干净, HGYFY1986说, 我们自习, 我自己有事, 就先从楼上下来了, 当时刚好和我们的颠婆坐一块, 颠婆也要跟我一起出来, 然后我们前脚走, 后面几个我们班的几个社会哥就出来了, 然后到了一楼, 颠婆给我拽进卫生间说, 你知道为什么咱俩刚出来, 王某某就跟着出来了吗? 王某某就是社会哥其中之一, 我说为啥, 颠婆说因为王某某喜欢他,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王某某的好兄弟们拿颠婆开玩笑, 结果到颠婆耳朵里, 颠婆当真了, 一时不知道是社会哥更颠, 还是颠婆更颠, 颠婆的事真的不光一见, 岁九, 说, 一他有高中就在一起的, 对他很好的异地对象, 他自己炫耀的, 旁边计算机系男生有异地女友, 他看上了男生, 顺利翘到手搞到了一起, 带着男生去见, 因为他要分手来挽回的男友, 但是, 人家现在确实结婚了, 二, 还是他, 把半夜十二点, 当中午十二点, 跟计算机男生打电话调情, 我忍了很久之后, 实在受不了在网上说了这件事人人网, 没有骂人, 甚至是带着调笑的口吻, 别问我为什么不当面调解, 因为没用, 他骂我自己没有男人, 要就眼红他, 那气势, 把我吓得哭到缺氧, 北婉, 说, 我朋友他们班有个男的, 前段时间发消息骂我朋友, 说忍他很久了, 一直看他给他造成了困扰, 影响他学习, 关键资格成绩还巨差, 最后还攻击我朋友的长相, 关键我朋友还挺漂亮的, 我朋友发了好几个问号过去, 说跟他不熟, 那男的, 你看我两年了, 你觉得我会看错? 事实就是, 我朋友在第一排, 他在最后一排, 他们后排比较吵, 老师经常批评, 然后他看热闹式的往后望而已, 再加上他是课代表, 那男的一直不交作业, 经常去催他M, 就是说, 怎么会有这么普的? 顺手迁移, 说, 班上有个外宿毕哥, 天天吹牛, 有个千金女友, 每天早上开电机上学, 自己不买早餐, 来到学校蹭别人早餐吃相难看, 班里, 有个媚男的英语课代表, 因为总给男生开后门, 所以没有多少女孩和他, 后来他们两个做前后了, 男的天天跑去给女的锤背, 弹他肩带, 甚至还和我开玩笑, 你信不信, 我敢打他屁股, 接着就一巴掌呼过去, 女的也就撒个娇, 垂他之类的, 但是我们班大部分人都知道他装, 所以就当他是个猴子, 猴子那个时候, 老和人说他拍女的屁股, 还说, 这在学校不犯法的, 初澳美员H说, 班里一女的跟我吹牛说, 他自己羽毛球打得特牛逼, 还把所有在场的人都锐平了一遍, 结果上场还没我一瞎打的, 打得好同样的事, 元旦晚会, 我学声乐的我领唱, 他嫌我唱得太多了, 不停地在老师面前说这一段, 只有他自己唱, 什么设计也没有, 就他自己唱, 特别尴尬, 就他自己唱我真的服了, 最后只能又分给他一段, 结果他他妈的又跑掉又忘词, 本来设计好的节目都被他毁了, 然后演出完还跟没事人似的约我出去玩, 就为了能把他crash, 顺便约出来, 一天到晚就发疯, 滚NM的, 好久不见, 下话线57490632说, 初中的时候, 我有一个神经同学, 网恋还跳楼了, 运气好就手摔断了, 后面好了, 又回学校了, 刚好我被分到和他一个寝室, 回学校后, 他也不怎么说话, 喜欢穿一身白还留着黑长直, 有一天晚上我回寝室晚了, 寝室比较有年代感, 门旁边有个小窗户, 门从里面反锁了, 敲门没有反应, 我想, 大家应该是睡了, 准备去隔壁宿舍蹭一碗的, 转身走, 不知道为啥我往窗口看了一眼, 好家伙心脏病都快整出来了, 他站在窗户那一声不吭, 一套白色衣服, 头发散着脸都遮一半了, 妈的之后几天给我下的都没回寝室, 辣妈调辣, 说, 有个女的, 高一跟我们玩在一块, 天天跟我们说她在上海有八套房, 还有一个工作室在上海, 每个月收入八十个W, 后来有一回上课要做PPT, 我们是一个组的, 我们没电脑, 就让她做, 她就说, 家里的电脑太卡了, 还有她是LE, 她就网恋还在弹一个的同时, 吊着好几个, 她本人常年只穿一双鞋高帮的海垫, 增高鞋垫, 平常比我还高半个头, 但是体检的时候量身高她一米五, 她体重73, 在网恋的时候抱的是178110几斤, 她平常说话就是会刻意的, 把声音压下去, 还会在发语音的时候压气泡音, 抓住月亮, 说,我以前的某个同桌, 老喜欢和我比成绩, 结果又比不过我, 每次考完试, 她都会自己翻我的试卷和她对, 我和她答案, 不一样的她用蓝笔做记号, 我做错的她用红笔做记号, 她自己做对了, 我做错了她还会在题目旁边, 用红笔写个错, 每次她没考过我她就会不和我说话, 哭四五天, 我和她说话, 她说让我不要和她说话, 她有抑郁症, 心烦得不想跟我说话, 然后半夜三四点定闹钟起来, 在宿舍厕所里面哭, 特别吓人, 如果哪次她考得比我高, 她会说, 这次考试不算难, 你这两天在想什么呀? 连连的咳咳二说, 我大一时, 军训还没过去, 我们的班尾交啥文件来着, 需要辅导员签字, 然后她自己给签了, 学生会的来找她, 她和学生会的骂起来了, 还地狱攻击, 我当时很惊讶, 她和我一个宿舍, 我才发现她还能更奇葩, 一步扫地, 不拖地, 不到垃圾, 说了很多次不停, 我们就化区域了, 自己打扫去吧, 二不洗衣服, 她的衣柜一股胃, 三自己的东西, 老是喜欢往我和另一个室友的地方放, 说了不听, 直接就给她扔垃圾桶里, 四我们在宿舍打电话不行, 她可以, 无论什么时候她, 都要让你给挂了, Bio下话线妞说, 我真的服了, 我室友对男朋友的行为敏感, 总感觉她男朋友想分, 我室友又不想分, 天天跟我说, 她想分手就直说呗, 没爱就直说呗这样的话, 但是我室友自己又和同班别的男生不保持距离, 比如, 周末我和我室友会留在学校, 那个男生也是, 因为我们家都比较远, 然后他们两个就一直在教室坐在一起, 我们班是没有男女混坐的, 而且我室友还是我同桌, 然后一直不知道在聊什么, 还搬手腕斗嘴什么的, 我都猛了, 她男朋友虽然说对她比较冷淡, 但是她男朋友不会跟别的女生走那么近的, 让让啦, 说, 当时我们校区是研究生校区, 本科只有我们两三个专业在这个校区, 所以会认识一些研究生学长, 有一个我并不熟的学长连名字都不记得, 就见过两三次, 我们宿舍楼下是体育馆, 周天没课我中午下楼拿外卖, 刚好碰见他从体育馆出来, 他朝我打招呼, 拉着我说了会儿话, 我当时特想走了, 因为很饿, 后面要走的时候他给我来了一句, 你们女生不出门, 穿得都这么拉胯吗? 我惊了, 贼无语, 然后刚好过来一个, 学长听到直接扭头和他朋友说了一句, 我们学校人素质这么低吗? 他朋友说, 外校的吧? 余话, 说, 不知道算不算, 大学同学, 女的, 关系不错, 某天有个男性朋友让我给他介绍对象, 我就问了那个女的, 那女的说自己没对象, 可以渐渐了解一下, 然后那男的就经常喊那女的吃饭看电影啥的, 过了半个月男的跟我说那女的在校外有对象, 我都好尴尬给人道歉, 然后还有一个女的跟之前那个女的一个宿舍, 就是那种一眼看狠女神, 很多人追她不同意, 后面也谈了个校外的, 然后毕业之后, 大概半年参加毕业典礼, 那两个女的都没来, 一问才知道怀孕在家准备生娃, 其中一个女的找的男的大她好多岁, 言下雪, 说, 毕业几年了, 说一个大学时期的室友, 她有一个从高中就在谈的男友, 雅人考同一所大学, 入学的时候, 打扫宿舍卫生, 跑上跑下买东西, 她男友一手包办, 平时对她也是无微不至, 用现在的视角来看, 就是很适合结婚那种类型, 然后军训的时候, 她要死要活喜欢教官, 后来喜欢上一个有女友的学长, 买了情侣装, 非要送给人家, 主打一个死缠烂打, 但与此同时, 她并没有和自己的男友分手, 反正那操作在我看来挺颠的, 她男友也颠, 主打一个不离不弃, 这不前段时间, 俩人还结婚了, 只能说,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善于睡觉, 熟睡符号说, 宿舍有个女的, 把下铺同学的床, 当餐厅衣柜衣服, 都堆人家床上, 整天在人家床上吃泡面, 跟她说了还不改, 每天不刷牙洗脸, 早读课一开口, 差点把同桌熏晕, 洗衣服, 内衣裤袜子, 还有外衣, 全丢洗衣机里, 浴巾用完, 直接扔阳台铁杆上, 那个铁杆聚脏我做卫生的时候, 一擦全是灰, 用完的擦头巾, 随便丢在别的同学行李箱上, 床上啥东西都有, 什么吃完的零食啊, 衣服啊, 袜子啊, 床垫底下, 也全是袜子, 之前污蔑班上同学偷他手机, 监控也不扎报卷也不报, 乱传人家谣言, 会因为同学脸臭就觉得人家不喜欢, 他在背后骂人家, 那不然呢, 说, 嗯, 每次考前, 我们自己整理的复习资料, 某室友就过来蹭说, 给我一份呗, 自己弄到的从来没给我们分享过一起玩事后, 有求与你是好朋友, 不需要你了, 就把你扔开, 考完盐上岸后, 再没和我们说过一句话捏, 自己把乐器立在门上, 市长不知道推门而入, 给他摔坏了, 他就企图让市长掏所有的维修费, 修好, 最后对办了他还试图让市长拿走他的破乐器, 他以后用市长的, 我帮了他忙给他照前顾后, 最后他发说说, 感谢两个社团里的学长和他聊天指导他, 还是我带他认识的, 俩男生估计线下再见面也认不出他来, 一只小快乐, 说, 我这个和题主类似是研究生学妹告诉我的, 这个课属于是比较难的计量经济学, 然后因为上得比较好的就一个老师, 就有很多选不上课的同学来旁听站位什么的, 反正这个课本班站坐都很严重, 又来了很多旁听的, 有同学就不爽了和老师反映这个情况, 老师表示自己也没有办法只能规劝, 他没有权利不让别人旁听, 结果这个同学就去举报了, 一层一层网上举报, 据说都到市里教育局啥的了, 反正很无语, 举报的内容还是失封失德,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罪名对于老师来说的严重性质, 反正老师很生气和无语, 跃拳时踪进, 说, 去竞赛有一个颠颇, 自己考了第11名, 前10名都被转同一个区好戏分, 在考总决赛, 他就跑去我们这个区撒泼打滚说, 一定要让我们其中一个人退赛, 说什么自己爸爸要求很强, 不退赛就会被打死, 然后哭穷之类的, 我看不惯就说光我们屁事又不是我们爸爸, 还有一个毒舌小天才也说了两句, 然后他就和老师说, 我们冷酷无情目中无人之类的, 不配在前十, 老师也给无语注了说这是学术竞赛, 不是人品竞赛没犯法就行, 然后这个滇子就跑去屋顶上, 闹自杀, 污蔑我逼他的, 为什么没说毒舌小天才, 请听下一个回合, 七七七, 说, 有个女的, 觉得自己特小公主吧, 刚来的时候, 说不会洗碗套背套, 也让别人帮她, 说自己是中毒玉米症, 实际轻度, 也不学习, 天天在寝室里面怪叫, 刚来时不分时间的打电话加号哭, 你们懂被哭声吵醒的感受吗, 她真的特烦人, 之前运动会, 我有手机一直说要拍照拍了好几遍都说, 不行我特烦就走了, 她就一直跟着我, 在我身边尖叫, 两面三刀, 在别人面前, 说我说别人坏话, 在我面前, 又说对方说我, 挑拨离间, 现在放假了她还发表白强, dis我, 说我一堆不服实际的话, 实则是她天天嘴, 别人还转播女生黄瑶不还钱, 开心酱油, 暂不接预定说, 我大学一颠婆和同班男的谈恋爱, 在教室都亲亲, 周末还去男的宿舍睡觉, 然后其他摄友也在, 一个宿舍八个男的, 她一个女的, 不知道怎么好意思睡觉, 而且她还好意思和我们说, 她对向上床的摄友, 放屁好想哈哈哈哈, 她也是我们摄友, 也是最有钱那个, 那个男的也是班级里最有钱的, 反正两个都比较调皮的那种, 不过大学毕业后好像分手了, 现在好像都还没结婚, 我们有宿舍群, 偶尔大家还聊天, 她俩除了比较开放, 爱玩, 爱泵迪也抽烟喝酒那种, 不过为人还可以对人都挺友善的, 就是太开放了, 我和他们玩不来, 想吃芒果之事, 说, 我设友全宿舍, 就我一个四级过了, 然后有一天班里, 有个简历作业, 我们班, 一个学日语的男生, 在简历上写自学英语四级四百八十分吧, 然后我们都挺震惊的, 然后摄友就开始, 拿这件事说我, 人家日语生自学都那么高, 你才刚过线, 我一整个大无语, 老姐们你四级都没过, 来跟我指着点点啥啊, 还有个离谱, 放假前一天, 我躺床上好好的, 宿舍电子秤, 坏了, 她想寄行李回家, 又怕快递公司坑她, 她喊我下床, 帮她把行李箱炕起来看看, 跟不跟我早上寄我那二十千克的行李一样重, 我人都傻了, 把我当人形成呢, 还一嘴命令的语气, 小红鼠六千零六十三圣以十的四百二十八次方说, 这么一看, 我们宿舍真的是神仙宿舍了, 首先我们很懒很懒, 懒得竞争, 懒得卷, 很佛系, 没有利益冲突, 每个人值日都很拖沓, 因为我们垃圾一般自己带走, 垃圾桶满了, 不是值日生, 也会换一下垃圾桶, 可能比较干净, 大家值日拖个一到三天, 然后就是, 大家没有极端的人, 没有极端洁癖和邋遢的人, 睡觉问题, 那几个早睡的有灯有声音的情况下, 也能睡得很香, 不受影响, 我们晚睡的也不整动静, 就悄悄玩手机, 几乎没有早起的, 又早起的, 也是静悄悄的没有声音, 我在下铺, 有时候我室友还会帮我们拉一下拖地的背, 苏世主的东坡肉说, 她是个来自普通家庭的骄傲公主, 让我认识到, 努力的人并不代表这个人就是值得尊敬的人, 学习上她确实努力, 但是生活上什么事都是别人的错, 她背后引导好友, 说人家坏话, 好友顺她一顺口说两句, 她瞬间撇开干戏, 长期都是她引出带有争议性的话题, 有时候直接贬义, 别人接话以后, 她的口头禅是你们在说什么呀, 我可没这样说哦, 妥妥绿茶表, 心比天高, 某些方面自负, 还是当代受害者有罪论运用大师, 对内就是受不了一点意见不合, 对外就是委屈宝回来对内哭诉的, 恶心至极, 物种确实多样性, 香菜吐丝卷, 说出去喝酒醉的不行, 坚持自己OK, 结果我们寝室剩下五个人, 给她收拾卸装, 送她上床后, 她吐了, 并外一个寝室玩得好的, 刚好过来就拿垃圾桶给她接着, 还差点吐人家手上, 然后呕吐物件的满地都是, 还吐到饮水机上面, 第二天起来, 她把自己那点拖了, 吐到我们的地方, 简单拖了一下, 根本没拖干净, 我受不了, 我就拿拖把自己拖, 她说她用力了拖不干净, 可是我拖得干干净净的那个饮水机, 因为被她吐了, 我们都不想用了, 就说让她去换一个, 然后还有半桶水也不想喝了, 就说下次做清洁的时候, 冲地, 她问有这么嫌弃吗? 恶猫咆哮, 说, 必须拿出我们般的卧龙凤厨了, 首先是卧龙, 大一的时候, 感觉还是个肉肉腼腆的男生, 大一下一个假期, 没见她减肥成功了, 一假期瘦了六十斤那种, 之后这人就变了, 开学第一件事, 追着全班每个女生表白, 还是那种古早爸总式的, 女人我关注你很久了, 我也知道, 你喜欢我很久了, 爱情经不起等待, 你拒绝我就是你不识台剧班里没人答应, 她又去表白学校里, 一个很漂亮的网红姐姐, 据说跟人家动手动脚了, 被别人双开门男友打了, 还去校园墙, 晚尊说是网红仙人跳她, 但是网红放了完整聊天记录之类的, 给她垂死了, 罗杰下话线某某眩晕说, 我本人是大大咧咧很直, 还有点说话不过脑子的性格, 现在改了一点, 因为会戳到某些人的自尊心, 和寝室里其中一个摄友, 大一比较要好, 因为一起去学习, 但他真的很抠搜, 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还说扫兴的话,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大二下策, 也就是今年上半年和他闹翻, 他还挑唆其他摄友孤立我, 下半年有摄友认清他了, 和我说了他拿自己手记录我的手机聊天记录, 从大一下策开始就说我的坏话没停过, 之前有和他吵过架, 但最后都是我先去道歉的, 几个摄友还说他给他们看的聊天记录全是他很弱势, 我很强势那种, 二十H说, 班里同学颠颇A一个人非要晚上拖地, 正常同学是在白天拖地, 然后拖着拖着自己哭了, 把宿管阿姨引了过来, 让宿管阿姨以为是校园霸凌, 把宿舍别的同学说了一顿, 宿舍里一个直率的女生, 把她直接骂了一顿, 她躺在床上哭, 还不盖被子, 颠颇B是颠颇A的朋友, 颠颇B坐在别人的位子上, 那时候是夏天天很热, 而且, 那个同学和颠颇B玩得还算熟, 那个同学就开玩笑说了一句滚, 他就气得趴在座位上哭, 别人问他原因, 他也不说为什么, 然后颠颇A还拉着他和老师告状, 最后一节课, 班主任把同学骂了一顿, 说, 高中和我玩得好的一个女生, 和我读一个大学, 本来挺高兴的, 本来都是一个地方的互相照应, 大二的时候, 突然和我闹翻了, 才知道, 大一他就在宿舍其他人面前, 说我坏话了, 我直到后面知道了好多他干的事情, 才知道, 他一直在被刺我, 一边和我说, 同宿舍一个短发女生的坏话, 一边和他说我的坏话, 他平时和男生格外开放, 有一次, 他和一个男生坐在一起调侃, 同宿舍一个脾气较好的短发女生, 那个男生对短发女生说过来, 坐我大腿上, 他不知道是真听错了, 还是故意地说话男生坐他旁边很近, 重复了一遍说坐我大七十八, 上, 专心写作业, 说, 评论都是说同学的, 我说个颠婆老师我们系一个老师, 每到考试的时候就开始奔走, 他带的学生, 必须是我们系最高分颠婆老师带的学生里, 有一个男孩经常矿课, 于是该科女老师拒绝给很高的平时分, 这老师就疯了, 当场在办公室跟该科女老师动起手来, 该科女老师的学生也实惨, 之后都会被这个颠婆老师给很低的分数, 乖乖上课的不至于挂科, 但与奖学金无缘了, 有矿课的记录, 那肯定无条件挂科为此, 他俩又在办公室打了一架, 五六个老师拉架都没拉开, 后来在颠婆老师退休之前, 那个无辜女老师都不怎么带学生了, 怕连累学生, 且一沧海逢考毕过板说, 我们班有个颠公, 他去参加了个体育比赛, 拿了三等奖, 听说可以置换一门科目的分数, 然后这个颠公跟每个老师都提了这件事, 还想免考, 老师说换不了必须考试, 他还死皮赖脸地缠着老师, 结果老师真给他们换了, 然后那一学期, 他还有跟他一起比赛的几个的每一门科目祭典, 几乎都是满的, 还到处发朋友圈说, 这祭典啊, 第一次那么高,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原因, 还是他的原因, 我就是心里不平衡, TMD, 他根本考不出那么高的成绩, 全是拿那个比赛换的, 那些老师也是一个都没有发现, 他用一个比赛换了所有科目, 凭什么呀? Laurie说, 我是有每天要么和对象, 要么和家人开扩音打电话到大半夜, 有一次直接打到半夜一两点, 开着扩音, 每次回来都是学习, 晚上睡得晚, 早上起得最早, 图书馆学习回来很晚了, 要么大半夜洗衣服, 要么就是大早上洗衣服, 搞得拼临胖浪的, 说了很多次都不听, 我还跟他吵过, 还有就是他对象高中, 没读完出去打工, 他的吃穿用度, 大部分对象高的, 还嫌弃他不赚钱, 经常看到他跟其他男生出入图书馆, 本来他是要考研的, 没考上, 只是没想到他居然真的跟他对象结婚了, 原以为看不上他的, 他结婚, 我们是有一个都没去, 没随理。 小肥柴, 说, 我想起来我念小学的时候, 初二有两个人在讲台桌里那啥, 被老师逮住了, 当时他们班都去上体育课, 就他俩没去, 我上初中时, 转学后的, 那会儿初三, 我们班一对情侣出去开房第二天上课没返校, 被老师查到, 然后他俩便撑去网吧包夜了, 结果没多长时间, 那女的就怀孕了, 她和我一个宿舍, 当时还把我们三个女生叫过去, 给我们看她的验孕棒, 高一的时候, 有一天上晚自习外面下雨, 突然好多同学都冲到走廊上我还以为咋了, 后来听他们说, 高二一对咆哮生情侣在车棚里那啥, 被人看到了, Vocal, 我真的服了我这种上学经历, 土豆会发光, 说, 大一竞选团班干, 选之前明确说了, 要是团员才可以竞选, 结果一个男的不是团员也去选, 大一谁都不认识, 就搞那种男的选男的, 女的选女的, 然后那个男的就选上了, 我落选了, 后来我反应过来他都不是团员, 为什么能竞选, 我去问当时被选上的班长, 他说不知道, 然后他去问了男班, 一问下来, 他确实不是, 然后就把他撤掉了, 重新选过, 但是我很生气, 负责人是有团员名单的, 开学前统计了名单, 结果我记得的东西, 他拿着名单都能忘, 最后重新竞选我没礼, 我觉得这群班干很颠, 后来确实证明很颠, 连个活动都办不好, 欧夏画献欧说, 一直把A当班里最好的朋友, 我自认为, 就算不是他最好的朋友, 普通朋友总算得上的吧, 直到有一次, 考完是可能, 是考得有点杂, 他自认为的, 就一直在座位上写数学, 上课也写下课也写, 不是数学课, 甚至晚饭都不吃, 我就好奇问了一下他, 然后宇文克的时候提醒他, 代代一直在下面转你不要命了, 然后他就是你不要管我, 不要管我, 我觉得, 他语气有点重了, 就没说话了, 后面我俩一天没说话, 我不知道他什么原因, 我是恰巧那天很不舒服, 感觉发烧了, 没经历说话, 结果晚上回家, 他自己说的我觉得, 你想阻碍我学习, 不想让我进步, Strave说, 我来说几个, 我是第一次住宿舍, 然后大三要去实习, 我客观评价一下哈, 本来女同学A和我一个组, 结果后面加了一个男生B, 这个A和B关系句句好, 然后三个人嘛, 大家懂得, 就是比较复杂, 然后我又都不是很熟悉, 我每次听到他们讲, 他们认识的玩不认识的, 我就会去找我熟悉的同学, 我同学在其他组, 然后我可能觉得, 干得会比较少, 因为实习报告就是他们写的, 然后实习结束, 他们俩给我白脸色看, 之后玩认识的自己确实干得少, 但是绝对没有不干, 那个女生最清楚, 之后他们开始大肆说我坏话, 甚至基本一个学院, 我们年级都知道我, 嘟嘟嘟噜, 说, 初中哈, 班级一对小情侣, 就坐在第一排靠近门的那一桌, 一下课就开始不停亲嘴, 女的把腿搭在男的腿上, 男的还摸他腿, 还摸他私用男的, 真的奇丑无比, 后来我初三转学后, 又一对奇葩, 那个男的在班里人巨多的情况下, 搂着哪个女孩的腰, 对着PG拱了几下, 大家都聚在一起聊天, 他就在我们旁边那样子, 有人还调侃他说, 要不要全班筹钱, 给你俩开房间, 我跟哪个男孩坐得离一个过道, 他上课还爱扣鞋底子的泥, 我上初中的时候, 真的超级多的奇葩事, 我是00年的12年上的初中, 一直到现在我回忆起来这些事, 都觉得不可思议, 愿可活的自由, 说, 这让我想起来了, 高中的时候, 女生宿舍冬天吹头发, 一整栋楼就一楼有插板吹头发, 插板还就一个五个孔的, 一次只能吹五个人, 所以洗完头立马排队吹, 但人太多了, 所以就出现了, 只要有一个寝室的人排上了, 那个插孔就得等这个寝室的都用完了, 才能轮到其他人, 有一个女生等的时间太久了, 他就把已经插着, 再用的插头全拔了, 吹头发和排队的人都猛了, 他拔了的时候还说, 我用不了, 你们也别用, 这是我听现场的朋友说的, 不得不说, 这个女生是真的厉害, 那么多人, 他也是虎啊, 不怕其中有个人是抱脾气打他啊。 小哥, 说, 大学军训的时候, 我们隔壁宿舍, 有一个女生喜欢上我们班的教官, 但是教官们不是不能用手机吗? 然后那个女生, 就凌晨三四点, 去教官宿舍楼底下表白, 怕那个教官听不见找了个喇叭对着喊, 因为动静太大了, 把好多人都吵醒了起来, 看是什么情况。 后来, 那个女生说, 表白的话, 说着说着, 就嚎啕大哭, 当时因为我们学校, 是直接把学生送去部队里军训的, 所以当时他们的长官就出来了。 问了那个女生, 为什么半夜三更拿喇叭吵人? 那个女生, 说了之后, 长官看着女生, 情绪有点失控, 其实是恋爱脑晚期上头, 就把他喜欢的教官, 叫起来, 两个人单独聊了一会儿。 小王, 说, 我们那时候上早读课, 要按学号做, 我左边男生, 他学习比较认真, 我经常抄他作业, 慢慢地成了好朋友, 那时候只把他当哥们, 不知道他有那层意思。 后来莫名其妙,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 尤其我是有跟他在一个协会的, 还劝我跟他试试, 不试试, 怎么知道不合适呢? 被我拒绝, 后面知道没可能了, 但是还是保持朋友关系, 明面上不拆穿, 毕竟他也不直接跟我说这个事。 过了一年, 他跟我们班另一个女生, 因为借腾讯会员搭上线了, 我知道要保持距离, 所以平时都不怎么跟他联系, 包括见面, 也很少打招呼, 有一次上实验课, 写不下了, 有人看我再写吧。 十六页, 说, 我们班一个女生, 和他前男友谈恋爱的时候, 让他对象每个月送他一次礼物, 基本上都不低于一百块钱。 后来, 他前男友家长知道了, 就不给他零花钱了, 然后他就和他分手了, 分手后, 他又和班长玩暧昧, 因为我和班长是前后桌, 我有一次问他题目, 颠婆就莫名其妙地打一下班长的桌子, 然后还忽然捶一下班长, 把我都弄猛了。 他还总是拿尼龙绳勒班长脖子, 说什么, 他们就是纯有意, 一边和班长来些越界的接触, 什么上手摸人家腹肌啊, 侯杰啊, 一边对前男友念念不忘, 还总是发信息, 和他前男友诉苦, 说什么感觉自己被女生针对了, 真的颠。 竹岳说, 我们宿舍女生六个人, 有四个就被同一个男生天天窥探QQ空间, 而且是凌晨三点都还在看空间来访有记录, 而且把他屏蔽了还会删除好友, 重新嫁好友, 就连外貌都是很猥琐的那种, 就像是从垃圾堆里面滚过一圈。 上实验课他直接吐痰在没有垃圾口袋的垃圾桶, 自己没纸吗? 他宿舍男生都很讨厌他, 大一时候因为强行送别的女生奶茶, 而被他男朋友找上我们学校的校园墙, 直接把名字爆出女生是在补习班兼职, 不接受他的奶茶, 但这个男生一直纠缠, 没办法只能接过后丢掉。 但这个男生直接公布说女生接了他的奶茶是他女朋友了。 某某说, 一个学院级小摄影比赛, 公众号开始让发邮箱投稿, 我们乌网专业主题上赚了半天投稿了。 后来公众号发网络投票的时候发现没我们的, 以为是没选上, 遂去问相熟的负责筛选的学妹们, 得知是盲选的感觉没有黑幕。 再就是今天, 公众号发评奖了, 并且把所有投稿都展示出来了。 还是没有我们的, 看上去获奖的我们投稿的水平也差不多, 遂去问负责老师是否收到投稿结果。 老师称, 早就让班长和其他老师在班群发通知, 以告诉大家修改了投稿方式了, 班长没发。 其他老师也只发了问卷图片, 和一句积极参加反正班长的好兄弟们的投稿, 都得奖了。 泥豆子呀, 说, 我的一个同学, 他毕生想要加入日本国籍, 认为日本什么都是好的。 有一天, 我们上课讨论日本排放核废水的危害, 然后他说人家日本都没有说什么, 日本人民都没有觉得怎么样, 你们在这里说这些干嘛呢? 而且他是我同桌, 他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在我的作业本上写一两句日语, 问我什么意思? 我说我不知道, 他就会嘲讽我, 说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呀? 然后还强制性地教我日语, 定期抽茶, 我不会, 他就会很生气, 我说我不想要学这些东西, 他就说学一学, 肯定是有用的。 巴拉巴拉的, 每天都像我灌输小日子的东西, 我真的快要疯掉了, 谁来救救我呀? 鲍江马蜀团子, 说, 我们班有个男生幻想所有女生喜欢他, 然后给一个女生的妈妈发微信, 说让他照顾好他女儿, 最近降温了, 我们学校是不允许带手机的, 高中, 他自己带的手机, 考试我们需要把书全部放在外面楼道, 第一天考完试的晚上, 我们需要上晚自习, 他的手机被偷了, 他突然拿起了讲桌上的话筒, 说他报警了, 谁懂啊, 拿着我们老师的老年机, 报警了, 我们班主任当时给其他班上课五分钟后, 警察来了, 还有一个女生, 她可能按我们是复读班, 有的同学基础若很正常, 有次考了第一, 老师让他讲一下经验, 他上来就来了一句, 我站在这里, 全靠同行衬托, 他来了, 说, 大学的时候, 管理学老师晚上十一点多给我们这届 一个男生发微信说, 天太黑了, 他自己一个人在综合楼不敢走, 然后这个男生从一楼厕所翻出去, 去办公室接他, 后面好像没回宿舍, 我们学校十一点以后, 宿舍会锁楼下大门, 进出都要找宿管阿姨的, 这是我本科最震惊的瓜。 研究生期间, 有个女生跟同级男生经常出去开房, 还也记, 经常凌晨穿睡衣出门问, 就是去网吧了, 但是这个男的在校外有女朋友, 这个女生知道, 并且每次男生去找女朋友, 他都接送这个男的, 经常和不同的男的开房, 虽然和师弟舍稳, 但是只是普通的同门关系, 瓜多到我无比炸裂。 长不大的莫兰哥, 说, 我本科时期, 有个朋友英语专业的, 他是个性取向正常的老实人, 但是性格有点懦弱, 不太擅长拒绝, 性格也挺温柔, 搬上女生多, 因为他性格好, 所以自然而然成了妇女之友。 他们搬就两个男的, 所以他, 经常跟另外一个男的一起吃饭上学, 突然有段时间, 看到他一个人, 就问他, 怎么不和另外那个一起吃饭了。 结果他当时委屈得快哭出来了, 另外那个男的跟他表白, 被他拒绝了, 然后连发三个封邮件, 给他们全专业的师生, 举报他去网吧和酒吧, 还说他玩弄他的感情, 要求学院取消他的助学金和奖学金。 我朋友当时的心情, 就跟被闫亚伦缠上的汪东城差不多吧。 哭容, 说, 我是艺人, 见到谁都打招呼, 跟谁也能聊两句, 结果有个男的就觉得我喜欢他, 他老给我发信息, 但是他又很普信, 发的内容大多是你, 这个照片屁得太过了吧, 你有照片这么瘦吗? 就很恶心, 还老问我一些班级群里通知的明明白白的事。 我很烦他, 但是出于礼貌不得不回, 我打个网者, 他也要观战, 各种评价, 在教室里, 上课他老是坐我附近, 我偶尔转头跟朋友说话, 就能跟他对视, 鬼知道他已经看我多久了, 而且他同时, 这样骚扰的, 不止我一个女生。 后来我谈了对象, 我对象是他摄友, 和他关系不好, 我也是, 谈了之后才知道的, 他不知道啥时候就把我对象删了。 独角兽头时间收藏家, 说, 颠婆天天十二点, 开始洗澡开洗衣机, 洗衣机就和我床隔一个门, 然后开始敲键盘, 开灯关键是我第二天还要早八, 还有颠婆趁我回家拿了我钥匙过来三至四天, 才告诉我, 我跟他说, 下次要拿的时候, 提前跟我说一声, 我感觉很不舒服, 然后他道歉, 我回了个哦, 然后他跟全宿舍说了这件事, 然后在全宿舍面前跟我道歉, 好了, 我本身就要消气了, 结果发现, 他VX早拉黑我了, 平时上课都等他的, 天天踩点叫他快点, 还天天发脾气, 带跟宿舍其他人孤立人, 方况, SOS明明是他行为不道德, 我还有错了, 小组作业几乎我全干自己, 竟是屁都没干过, 还闲东闲西, 我真的, Ian下话线六重奏, 说, 我们宿舍, 一个男的大衣衣整年没洗过澡, 身上一股子味道, 上宫开课, 大家都不想坐他旁边, 他还天天觉得无所谓, 跟他说, 让他洗澡, 他说等一会, 过一会再去叫他, 他就去厕所假装蹲坑, 你跟他说话说, 一遍他听不见, 你得叫他两遍, 比如小刘, 他就假装没听见, 再叫一声小刘, 他就啊你叫我吗? 就是很假, 而且他半夜三点看抖音外放, 自己在下面黑黑笑, 我有一次睡着了, 被他黑黑笑的, 吓起来, 然后发现, 我对面的人也被吓起来了, 我一般十一点半必须关灯, 他自己弄了灯, 我以为是小夜灯, 结果他, 开灯了之后我才发现是LED灯, 一整个宿舍都亮了, 番茄炒蛋波波波, 黄色的心说, 我大一设有, 一个也不是很好看的女生, 但是是那种温柔挂的仪, 市区一个男朋友郊区的校区, 一个男朋友自己家里, 户籍地, 一个男朋友, 几个男朋友每个月包, 养他不同类别的东西, 一个买吃的, 一个买衣服, 一个买其他的杯子包包啥的, 且这几个男朋友都不知道彼此二, 很懂得耍小心眼, 我们宿舍知道他是啥样的人, 刚刚开始他因为一些所谓的委屈的事情, 哭的时候我们都去安慰他, 后来慢慢看清楚了, 家号哭得太频繁, 我们就不怎么安慰他了, 这个极品在中午宿舍楼午休的时间去走廊嗷嗷哭, 整栋楼都听得见, 结果把隔壁宿舍召来了, 问我们摄友哭了, 怎么不安慰, 阿巴巴巴, 说, 有一个女的, 他自己和他朋友说, 他和学校里面其他班的一个男生, 在我们学校的画室里面, 做爱他的水从哪里流到哪里, 然后还说自己和他妈妈的同事做爱过, 关键是, 那个男的根本不认识他, 然后那个男的找他谈问他, 为什么造谣声势, 然后他说是, 有人想搞他, 我是说, 有没有重可能啊, 事先他在抱团孤立别人, 当然, 他的朋友也不是什么好人, 就是个墙头草, 说他哥哥两句都不行, 反正是个男的, 看他都是喜欢他, 笑起来像寒开绽放的老菊花, 他们都是女人, 却又吃女人, 我想人总是这样的吧, 我之前一直都是不信命的, 后来我发现, 在哪都这样, 信也罢, 不信也罢, 青蹄, 说, 我前摄友凌晨三四点开卖打游戏, 打语音, 屡教不改, 外卖垃圾放到臭了都不丢, 那个外卖汤滴到地上, 拖了好几遍都还有味, 给别人连卖读小H文, 根本不顾宿舍里其他人的死活, 还有次半夜十点多给我打电话, 说自己要分手, 想自杀, 我和另外一个摄友出去找他, 劝了一晚上, 他分了, 也不闹自杀了, 结果第二天人就复合了, 显得我和我摄友跟个大冤种一样, 在他吵闹期间, 我们找过无数次辅导员, 辅导员都不同意我们换宿舍, 理由是, 这节有抑郁症得留人看着他, 就让我们当他监护人那种, 后来是被逼得没办法, 我们集体申请考研, 换了考研宿舍才摆脱他, Joy说, 我高中的时候, 在一个社团, 四个社团负责学生中选一个社长, 我还认真准备了一下竞选, 觉得当不当无所谓, 但是锻炼一下自己, 出结果的时候, 有一个社长, 又多出了一个副社长的职位, 副社长是社团指导老师, 班里的同学, 我心里想算了, Fan Watteller, 结果这个时候, 另一个和我一起没选上的同学, 开始在那个仅有我们五个人, 四个学生一个老师的房间里大哭, 于是第二天出结果公事的时候, 其他三个同学, 变成了一个社长, 两个副社长, 我直接退社了, 同学大家也是都想混个, 一官半职可以理解, 但是我觉得, 老师的决定, 恶心到了我, 半口知识小熊炳, 说, 说出来, 你们可能不信, 我是师范生, 我的室友, A是个, 在朋友圈经常营业的氛围感美女, 在外面她绝对有容貌优势, 会化妆穿搭打扮, 但是, 在寝室, 她是个十足的颠簸, 一大二的时候, 我们的卫生间还没翻新, 厕所冲水, 容易控住不住水量, 她汗字有洁癖, 就拿我们的脸盆, 挡厕所的水谁懂, 被我们抓了个现行, 还不承认二疫情期间, 我们寝室口罩稀缺, 自生难保, 我善良的室友小B好心, 把自己的口罩给A, 后来A直接把B的口罩拿空了, 其次, 她不爱用自己的卸妆油, 把同寝室友C的进口卸妆油, 用了一半均不承认, 你说脸皮有多厚, 这样的, 借东西次数不计其数, 未完, 干, 说, 我人生第一次亲眼见别人亲吻, 是在高三, 当时旁晚五点多回教室学习, 结果那对情侣坐在客室后门那里, 女的, 跨坐在男的身上, 然后两个人抱在一起啃, 最离谱的是, 还有声音, 口水交替的声音, 最最最尴尬的是, 当时除了他们俩个以外, 整个教室就只剩下我跟我后桌, 他男的, 我当时真的尴尬到, 脚下可以抠出一座城堡, 后面大概二十多分钟后, 陆续还有人回来, 但是他俩没有停, 一直在亲, 亲了快一个小时了, 而且, 中间没咋停过, 我现在大二, 每次见到教室后门, 就想起那种声音, 我真的会谢, 真的谢谢他们, 让我亲眼目睹, 亲吻是怎么样的, 让我明白, 原来亲吻会发出声音, 淳子, 说, 在书院自习室学习, 隔壁书院一女的跑来长期站位, 他说我写字翻书, 吵自己跑远坐了, 过了一阵子某天晚上学得好好的, 突然跑到我面前, 大声说我翻书, 真的很吵谁懂, 自习室全部人都看过来, 我都替他大我反问他, 你坐座位上哼歌不吵, 在自习室, 哼歌很逆天吧, 哈哈, 他叽叽歪歪说, 因为我吵到他他才哼歌的, 我又质问他, 隔壁书院跑我们书院来站坐, 干什么他鸡歪不出来了说, 关我什么事, 鸡鸡歪歪语无伦次, 第二天再来他卷铺盖滚了, 自习室几个柜子的破书都收走了, 事后还在表白墙匿名阴阳我, 我直接不匿名骂回去, 没公主命犯公主病, 自习室翻书写字的声音都不能有了, 哈哈, 吴夏, 说, 说说我自己吧, 大三上学期选课, 有一门系统选课, 因为人数不够, 然后被退课了, 但是我之前从来没经历过这个系统, 选课被退课, 所以第二轮压根都没检查, 等课表出来才知道这门被退课了, 我室友跟我一样, 然后我俩就跑教学办好几趟, 终于弄清楚了, 大三下学期还有这门课, 然后让我们大三下学期跨专业选课的时候, 再选这门课, 我以为跨专业选课是第三轮选课,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印象觉得它是第三轮, 一直在等第三轮选课, 结果跨专业选课是第二轮里面的, 等选课时间过了一星期我才发现, 在此前, 我还一直在傻傻地等第三轮跨专业选课, 我真是个大傻蛋啊, Ricky说, 想起来我们班长这个人, 真的很会为自己着想, 凭什么贫困生名单最终好像是由他定, 最终听有同学私下说, 想要拿这个贫困生补助, 可以和班长分钱, 这样他就会把名额给你, 我当时直接拒绝, 我宁愿不要这个钱, 也不会拿这种钱和他分, 然后就是入党的名额就两个好项, 也是他上报, 他本人是属于成绩不好, 挂科很多的人, 所以不太符合入党条件, 但是他每年都把自己报上去, 最终导致每年的名额都会有一个被他浪费, 当时大学傻乎乎地不在乎这个, 最后才知道这不是侵害我们的权益吗? 我们的辅导员也恶心, 就喜欢收礼, 可惜学院有领导肯为他兜底, 实在无计可施。 范说, 一, 说一个这半年内发生的, 我现在初中二年级一年级留级了, 留级那年, 有一个同学女的, 现在连续两年同班就叫A吧, 本来就是那种, 有点大病上课突然就站起来发神经的上年上学期, 开始被全班鼓励, 直到五月左右, 一位在班里的玩挺好的女同学B说她怀孕了, 而且已经是第二次了, 本来我们也没什么, 就只是会照顾一下她也莫告老师, 突然有一天, B说孩子莫了, 我们问, 为什么B说A上体育课, 把她撞了流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了B了, 因为我们体育, 是前一天上的, 而B没有出现任何流产后的反应, 就是好像平时那样, 能跳能跑, A就出来说B可能在骗我们, 她是不小心撞到她, 但力度很小她那个。 大耳猫, 说, 颠婆大一开始和各种认课老师打好关系, 平时作业copy之网论文, 认课老师给高分过, 考察课直接和老师说, 要寄点让老师给高分也不知道什么来历, 反正老师就听她的期末考试找以前的学长学姐和同级的其他班好朋友要各种重点, 然后给别人假重点, 考试作弊被人举报, 也被辅导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四年下来, GPA全系前四, 辅导员评讲评优都向着她, 不能兼评的讲学金就不转发公示偷偷给她, 入党班级民意惨淡, 就给她开院会通道, 用别人的社会实践成果重新整合挂名为自己的项目, 哄好朋友发表文章给她挂二座, 最后拿这些虚假的成绩去评了果奖, BBQ说, 我初中当时有一个玩得比较好的女生, 她介绍我认识她比较喜欢的一个学姐, 我们平常见面就打个招呼之类的, 后来见到那个学姐的男朋友, 我们还很羡慕她们的感情, 好的后面, 炸裂了, 下个学期在见面时, 我发现我那个朋友换新男朋友了, 就是这个学姐的那个男朋友, 我当时真的很震惊, 问她怎么回事啊? 她说, 暑假的时候一起玩的时候, 看对眼就在一起了, 我在见那个学姐的时候, 她正在和新男友甜蜜蜜, 好家伙, 她现男友就是我那个朋友的前男友, 我那时候才知道, 他们之间就是一个圈子, 就是一个大型的换成恋爱, 真的很颠啊, 吃饭要配肉丸仔, 说, 游子时期, 一女生无时无刻在跟自己的妈妈分享自己的生活, 其中包括微信文字和拍摄视频, 我的女朋友在游泳我在拍, 她也跟着拍, 出去旅游不停地拍, 还一直拍到我们, 我们一开始, 问她发在哪她说抖音, 后来问她就说发给她妈, WQ&M的你, 发给你妈, 成天拍我们干嘛, 旅游不定酒店, 不看攻略, 啥都不干在那装傻白甜, 一次去澳门旅游买的套餐网, 不好一天都不说话, 回到酒店跟她闺蜜吐槽, 居然哭了真佛了我, 后面旅游问她去不去, 她说不了不了嫌我们订的酒店太贵, 觉得我们坑她钱, 然后趁我不注意, 跟我女朋友又说, 她想去真觉了, 这女的还觉得自己无比完美, 看不起对自己, 没好处的人。 小红鼠625883DF说, 去学校QQ闲置群蹲课本, 我还没说把书放指定位置哪里, 学长A说, 刚好有空直接送过来, 到了宿舍楼下, A把书拿在手上一直不给我, 东扯西聊, 问我给微信, 我给了, 重点是我回宿舍之后, 她私聊我说宿舍其他女生需要吗, 她宿舍还有几本, 我摄友也急需, 都想买, 但A非得我去碰面, 一楼阿姨都在值班, 我没带怕的, 就下去了, 结果帮个宿舍都来了, 当着我的面说, 不错吧, 眼神上下扫视, 我真的要U了, 我没给微信, 拿书跑了, 结果, B和C都QQ私聊我, 各种扯话题, 我不理人, B就说, A有女朋友的, 我问为什么还加别的女生微信, B说, 男生都这样了, 先交个朋友吗? 小红薯63B111EA说, 摄友A很受男生欢迎, 每天晚上都要和不同的男人打电话, 还要打视频电话, 但是一般, 我们视频, 要么去阳台, 要么不会对着别人, 他会对着宿舍里其他摄友, 特别是穿睡衣, 或者要换衣服的摄友, 他在外面打工, 饭馆的老板很喜欢他, 想追他, 老板是个礼意大叔, 他看不上, 转手把别的摄友的联系方式, 给了这个大叔, 美其名曰, 帮摄友介绍男朋友, 我当时的男朋友家境比较好, 会给我买一些玩偶之类的小礼物, 我就堆在床上, 被他看到以后, 他去找辅导员举报我谈恋爱, 但是我们学校不管谈恋爱的, 辅导员见到, 我就和我说, 让我小心点, 不要带男朋友到我们院被他看到, 因为会被他举报, 徐洛宁, 说, 下课去上厕所, 我前面有一个女生, 因为过道很窄, 很多人往里挤嘛, 我觉得不好受, 就站了我前面女生的鞋后方, 让后边那些人往里走能轻松点, 后来来了个女的, 直接忽视我, 站了我前面那个女生的正后方, 我也没管, 等到我前面的那个女生上完出来之后, 我刚想进去, 站了正后方的那个女生的朋友, 在旁边特别大声地说, 你怎么插队啊, 我先来的他说我插队, 我就跟他说, 我先来的, 他竟然说, 那人家站了正后方啊, 不是, 谁说上厕所, 非得站了人家正后方, 先来后道他不管, 他居然觉得, 只要站了正后方, 下一个就得势他, 真的被他笑死了, 我进去之后, 还一直在门外边骂我插队, 当时真的很无语, 某某说, 我住四人间, 基本上固定的舍友, 一起住了两年多, 其中这个奇葩的, 跟我一起住了三年, 从来不洗床单被照, 第三年都发霉黑点了, 他吃水果洗洗, 直接带水扔床上, 连个碗都不用, 这就算了, 我们宿舍后来一起和子买的小锅调料什么的, 他说他不吃, 不威, 我们其他三人也没意见, 买食材他也不威, 也不会动手帮忙, 烧了之后, 每次都被要求喂到嘴里给他吃, 因为他自己的碗筷他也不愿意洗, 后面, 我们就不给他吃了, 他就跑去, 跟别人说我们孤立他霸凌他, 他还让另一个好说话的室友, 给他洗内裤, 端洗脚水, 每次都用你, 顺便帮帮我吧, 这种话术, 后来实习结束, 我们都不愿意跟他一起住了, Ten说, 我大学最颠的一个同学, 到处窜课, 自己专业的课不上, 其他所有专业的课都随机上, 然后会疯狂举手回答问题, 答错了也不管, 老师想给他家平时分问他, 叫啥哪个班的, 他说自己叫奥特曼, 让好多老师以为他精神有问题, 后来发现他就是太医了, 加自己学院课没意思, 如果蹭到的课他自己不喜欢听, 他会在四周随机找一个美女跟他聊天, 然后强制和对方处成闺蜜, 下课了就拉着人家的手要人家请奶茶, 好多女生因为他个子高涨得壮不敢惹, 吓哭过好几个人, 后来辅导员找他谈话, 他还屡教不改, 但这是说小也小, 也没办法, 一直制止, 他他还会去各种社交平台说, 我们学校大学生没有上课的自由, 某某说, 大学时候年末班为打分, 我们有几个人没给学位满分, 100满分, 大概给95, 96, 他自己收票的时候, 偷看了投票的评分, 本来应该按规定投票保密收回, 交由院学生会统计, 并且给班里男生和辅导员, 男, 哭诉我们针对他, 并且阴谋论说是我们这是为了阻碍他评讲平忧和保言, 天地良心啊, 单纯因为他当班尾不好好干时, 大家没给满分而已, 而且这个评分真的影响不到一点平忧和保言, 谁想到他反手给扣这么大一顶帽子, 而且他对评分有疑问不满, 不敢当面来问任何一个当事人, 却能转头, 却要扶导员哭诉, 是真的去找导员哭了, 导员觉得他委屈得很, 或稀泥地找了我们几个过去说了一顿, 葡萄晒晒干, 说, 我们年级有个女生因为种种原因跳楼了, 在跳楼之前他表白了同班的一个女的, 去世女生同琴有个血馒头姐, 然后那段时间是口罩期, 学校压下消息还把这个被表白的女生加血馒头姐一起弄到了五星酒店, 请心理辅导老师给他俩进行疏导, 血馒头姐在酒店大点特点外卖, 他俩拖了一个多月才回学校参加期末考, 也不复习, 还是理科专业, 然后老师都不敢挂他俩怕刺激他俩, 血馒头姐还疯狂提要求, 要学校帮他找高质量的实习工作, 血馒头姐还窜多被表白的那个姐, 他俩一起抱了省级的一个比赛, 然后备赛期间说他俩心里出现问题辣, 结果项目全部由老师完成, 挂他俩名字, 最后拿了一等奖。 秋剑婉, 说, 宿舍有人养兔子, 叫娃吧, 有几天他出去约会好几天没回来, 我们让他往兔子饭盆里多放点吃的, 他说他放了很多, 我们自己也要放假出去玩, 收假我们提前回来了, 然后A和B说兔今天怎么没有咬笼子, 我们去看了一下, 发现兔子不动了, 我们刚开始以为在睡觉, B就摸了一下说僵了, 后来A打电话给娃说兔子死了, 兔笼里没有放吃的, 然后我们发现兔子还有一点呼吸, 试着就一下, 结果十来分钟真的死了, A不小心摸到兔的胃结果, 直接瘪下去了, 后面娃居然说兔是兔瘟或者有虫才会死的, 包括和他男朋友也这样说, 我说兔笼里没有吃的, 说他吃完了他笼子里咋没有粪便, 最后宠物医生说就饿死的, 冠月说, 我有个颠簸摄友, 别人聊天他都说, 别人是在说他坏话, 莫名其妙就吼人, 有次周末傍晚, 我跟朋友打电话聊天, 他说我在诅咒他, 让他去死, 我天啊惊呆了, 我跟朋友聊得好好的他, 突然就吼我, 一直骂我, 我忍不了了就跟他对骂, 他跟疯了一样一直吼给我吓死了, 而且我那时候还腿势骨折带伤读书, 吓得我拄着拐杖到别的宿舍求助, 闹得辅导员和书记都来了, 他在发疯, 所有人都关注他, 没有一个老师来关心骨折的我, 甚至那些我辅导员都没有问问我有事没事, 都在关注那个神经病, 本来带伤, 拄着拐杖上学就难过, 这下我更难过了, 不过好在班里同学, 都关心我, 班里很多人都知道他癫, 没人敢靠近那个癫婆, 是咔咔呀, 说, 大学在一个985, 一个要强的设友大三, 要申请美国, 计算机专业, 每天晚上写代码到凌晨4点, 睡一会儿9点去上课, 关键他用的机械键盘声音超大, 有的时候遇到bug, 还会砸他的鼠标, 我们所有人都买了床帘, 戴耳塞和眼罩, 有几次我晚上起床上厕所才发现, 寝室的大灯是开着的, 问他为什么他说, 熬夜看, 电子屏幕得开灯, 不然对眼睛不好, 关键大一大二特别正常, 我和他关系真的很好, 大四申请结果出来, 我的还不错, 他没伸到好学校, 直接把我删了, 从此再也不理, 我后来, 他爸妈来宿舍, 帮他收拾行李, 也是只和其他摄友, 另外两个摄友是走得保颜, 没有出国, 客套两句, 然后无视我我这是做错了什么, 润润不吐, 说, 大学室友A, 在阳台上晾晒的白衬衣, 被旁边另外一个室友B晾晒的衣服染上了一点点颜色, 他发现后直接在宿舍高呼, 他的衬衣很贵, 怪人家把衣服挂在了他旁边, 室友B就赶紧说去买84回来给他洗, 他不满意说他这衬衣是以纯牌子的, 很贵室友B就问他多少钱, 赔钱给他, 他不吭声了, 天天在我们宿舍炫耀他的异地男朋友, 对他多好多好, 结果去球场看我打比赛后, 立马跟体育系的一个男生勾搭上了, 在宿舍里吹嘘他男朋友才大一, 就当上了校兰球队队长, 然而实际上球队队长是我们戏队的教练, 好了几个月, 在宿舍哭哭啼啼分手了, 原因是男生骗他比他年龄大, 实际比他小两岁啊, 对对对, 你说啥, 我们都信。 他说, 我高中班长我的同作, 他是女的, 和一个男同学说你以后, 要是想打谁, 就找我我认识我人多, 我前男友怎么怎么的, 我就怎么怎么的他说, 他和他的三个前男友吃饭, 他的三个前男友, 为了他打起来了, 我事后, 转入这个班的他说, 以后要是数学有什么不会的就问他, 月考他数学考了60分, 总体成绩, 年组排名倒数, 那次考试后, 他发现我理科考得挺好的, 然后他到处和别人说他同做的理科特别牛逼, 他是班长他这么一说, 老师都知道了, 我真服了我那次超长发挥, 我是后转回去的, 这个学校的课程比较, 慢我相当于学了两遍, 加上题比较简单, 那要说, 同学A和我说同学B的坏话, 然后又和同学B说我的坏话, 后来有一次, 他因为一点小事被B弄哭了, 考试之后, 物理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简单的改限题, 不会话, 他自己去找B问想找些慰藉, 因为他老自以为是, 觉得别人比不上他, 所以他觉得自己都做了, 二十多分钟的提B肯定不会, 结果B跟他讲了半天, 他不懂就烦了, 说他蠢, 老师讲过, A回来就哭了, 我真的真的一点都不想管他, 他三天两头哭一场, 都是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 以前是朋友就安慰了, 结果自己是个哭包, 还私底下跟别人说我娇气, 仅因为我吃饭比较小口, 回家他还跟他妈说, 到学校还炫耀似的, 跟我说他妈觉得我太秀气了, 所以我就彻底烦他了, 做人开心最重要, 说, 学校办完校园卡之后, 会送一张100G的校园卡, 设有A因为, 补考早来了学校办了校园网, 并且用自己身份证办了校园卡, 但是A的流量够用, 并且人也很好, 就把卡给B了, 下学期疫情只有B来了学校, 他就管A要了身份证号去办宽带, A也给了, 在下个学期, 我们都来学校了, B说什么深圳疫情回不去, 他的导员查了发现根本没有, 那个时候, 疫情一点都不严重了, 让他回去, 他就用A的身份证号 和手机卡实名举报学校, 当天A就被导员叫走了, 可是A那一年根本没回家, 一直在实习, 啥也不知道, 被逼着写了保证书, 保证自己没干过, B回来了, 不仅不道歉, 还要拉着我们孤立A, 我们都烦死了, 说哦, 说, 我们四人寝, 一开始就我和我好朋友两人, 后来转专业来了两个女生, 一个女生性格蛮好的, 还有一个特别炸裂的女生, 一开始觉得她是独生子女, 有点大小姐脾气可以理解, 后来相处发现根本接受不了, 宿舍十一点熄灯, 她上床了就让别人小点声, 重点是她不睡, 怎么发现她没睡的呢, 是因为她一某在床上哭她总是和另一个, 和她一起撞过来的女生搞辞敬, 那个女生都无语死了, 她在宿舍每次放屁, 就很大声地说, 然后还会抓屁给那个女生闻有一次中午最后一节课, 和她一个班的那个摄友问她吃什么, 她就不怎么搭理她, 然后放学了, 我摄友问她, 我们去食堂吃啥吃啥吧, 然后她说, 我点外卖了, 诸如此类, 根本说不完, FWS, 说, 我身边一个朋友, 当初接近我, 都是带着目的性的我一直不知道, 拿她当最好的朋友, 但她可进得着, 我薅羊毛头偷我东西, 在我生病请假的时候, 偷我饭卡去刷我不知道, 发现饭卡, 被刷东西被偷的时候, 还告诉她, 她还和我一起痛骂小偷, 结果这个小偷就是她自己, 她偷偷给别人说跟我玩, 是因为我长得好看家里有钱, 要不然根本不想踩我, 不是段子, 也不是编的, 是真的她亲口说的, 从我行李箱里面, 偷我衣服, 拿回家穿, 被我发现, 以后才还回来, 每个星期到学校都说自己忘带了衣服借我的, 其实就是没买衣服, 只能穿别人的没必硬装, 冬天开始供暖气了, 我们都在讨论家里的地暖, 她说, 她家也有地暖, 她一般都是光着身子, 躺地暖上, 这话一说出来, 我都震惊了, 震惊海底溜大鱼, 说, 疫情风寝期间, 同楼的一个女生在WC生了个孩子, 孩子在坑里, 然后她淡定地回去睡觉, 孩子被发现时候以后已经嘎了, 宿管上报学校, 特殊时期怕出事, 连市长和特警都来了, 110和120都在楼底下停着, 老师和工作人员, 大半夜12点多, 穿着防护服, 挨个寝室找她, 睡着的女同学都得叫下床看看有没有问题, 最后找到了, 因为孩子已经39周了, 属于弃婴罪, 属于刑事案件, 然后把人带走了, 后来听小道消息说她一年前跟她男朋友分手, 没上过床, 但是她男朋友说蹭蹭不进去, 然后就怀了, 更奇葩的是她都不知道自己怀了, 快一年不来姨妈也丝毫不怀疑, 室友更没发现, 整件事情都很颠, 电视剧都没这么精彩, 红豆小米周, 说, 刚上大学的时候, 单纯, 不懂什么是谈恋爱, 大一班长, 长得不是很帅, 但是脸皮厚, 死皮赖脸那劲, 每天找我出去玩, 我懒, 不愿意, 就天天约, 买奶茶之类的, 后来就去逛公园压马路之类的, 动手动脚, 感觉很不适, 知道她对我很好, 有点沦陷, 可就在这时候, 知道她还和我们同宿舍的一个姐妹, 也是这种关系, 在我拒绝她的时候, 她就去约我同宿舍这个美女, 也在这时候, 知道她有一个其他大学的, 谈了三年的女朋友, 从此封心绝爱, 只喜欢在宿舍睡懒觉, 后来我宿舍那美女也和她断了, 可能是也发现她渣了, 在后来她身边带的女孩子不重样, 基本各把月换一个, 哈哈哈哈哈哈, 越想越觉得, 当时真是蠢币了, 二十四乔明月夜, 说, 以前初中是, 有个男的英语课代表, 有一次我上课和同桌问了个问题, 老师都没说什么, 他就去找我们班主任告状, 就添油加醋地说什么, 我和我同桌上课, 大吵大闹, 目中无人, 然后我们班主任, 就把我和我同桌叫办公室, 骂了一节课, 后来我和化学老师, 关系好混了个课代表, 然后那个男生每天上化学课, 就在那装, 抢老师的话, 和同学打架, 后面次数多了, 化学老师就告诉了班主任, 我不知道, 他告我们班主任的, 然后我们班主任, 就把那个男生的英语课代表撤了, 结果那个男生又哭又闹地说是我诽谤他, 后面他就坚持认为, 是我后面打小报告, 然后拿剪刀, 把我书全部剪烂了, 中午藏教室里抓的现行, 最后因为快中考了, 没有再过多追究, 只让他道了歉, 傻子才想睡觉, 说, 一, 团支书自己成绩不争气, 拿不到励志奖学金, 怪班长没给他争取, 还怀疑, 挑拨离间班长的摄友, 说是班长搞鬼, 最主要的是, 班长也没拿到励志奖学金二, 团支书把自己吃剩的东西给班长吃, 班长扔了, 恶人先告状, 最主要的是给班长的香蕉葡萄都烂的, 都没办法吃了, 放了几天招蚊子了再拿过来, 三, 团支书打王者请班长帮忙, 还要装饰台妹, 勾搭上一个内蒙的, 内蒙的加了团支书, 礼貌性加了班长, 团支书得之后, 半夜当着班长的面, 跑到别人的床铺上, 明目张胆说班长坏话, 班长直接当面警告无效, 死尽讲, 摄友好心提醒, 团支书拉着困倦的摄友, 讲到了凌晨四点多, 小红鼠65A9B554说, 早六点, 一边公放土嗨歌, 一边洗衣服, 不许别人有意见, 中午十一点睡午觉, 不许别人吵他, 否则就是欺负他, 在南方读书, 每天指着室友同学的鼻子说你们这些男蛮子, 不听人说话, 一对他提意见, 他就发疯, 你说惹不起躲得起, 不行, 他到处说你孤立他, 室友不想理他了, 他就找隔壁宿舍颠倒是非, 隔壁明白, 他是什么人之后, 不理他了, 他就找同班男生颠倒是非, 同班同学都明白了之后, 他在找别班, 其他年级, 其他学院, 最后他如愿变成了校级知名颠婆, 尝试带男的从大门进女生宿舍, 被抓了还不服, 导师叫他去做实验, 他就不知怎么又发疯, 去剃了个光头, 然后休学, 大家毕业已经十几年了, 还是忘不了他的颠人颠视, 橘子橙子今天喝奶茶了没, 说, 学校研究生大群里有四个男的, 我愿称之为四大金刚, 金刚一天天定点在群里发哭泣表情包, 中午发凌晨发, 别人安慰他, 他就说, 真羡慕你们可以在群里畅所欲言, 不像我, 装阴谋, 说要言币, 要ZS, 金刚二天天领导发言, 不管懂不懂, 全要长篇大论点评一番, 可以上升ZZ和金融, 我也看不懂, 到底在说啥, 金刚三大放厥词, 说男的应该多挣钱, 女性相应的在家为其多提供情绪价值就行, 被其他人骂还不服气, 金刚四天天在群里树立自己的单身人设, 自己稍微打扮一下, 出门都有无数人回头看他, 我怀疑穿的旺仔套装, 甚至分享外卖故意用女生的名字, 说期待看到外卖小哥由期待转向失望的表情, 小白爱吃米, 说我们班有个女的, 初一刚入学没多久就给同学A, A是女生, 发了一张自己的LZ, 还问A, 我好看吗宝贝, 你也要给我发一张, A最后没发, 他还说自己有一个网恋的男朋友, 还说了一段感人的故事, 然后结果我们班女生, 让他给我们发一张他男朋友的照片, 发过来两张长得都不一样的人的照片, 被我们班一个女生说, 只是网图并找出来证据之后, 还跟我M那个女生, 我跟他当过同桌, 有一次他说了想跟我牵手, 然后我就把手伸过去了, 结果他就把我食指给单独抽出来, 然后把手并成一个圈, 然后在我那个手指头上, 抽就是你们想的那个, 关键是他脸上还有表情, 还会发声音, 我当时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 Ebis说, 朋友的同班同学, 因为不满学校安排到外省实习, 就去找了负责实习的导师, 跟他说他全班都不愿意跟着学校安排走, 他代表他们班的同学, 抗议去外省实习, 申请他们全班自主实习, 当时去实习也就一个多星期了, 自主实习的申请期也都结束了, 班里大多数人都想跟着学校走的, 他辅导员和我朋友一个班的学生, 都不知道这件事, 最后还是领导把辅导员给骂了, 辅导员和我朋友, 他们全班才知道这件事, 最后校领导说, 他们如果都想自主实习, 那就赶紧交材料, 与其学校不再管, 于是, 全班人都在那个星期, 疯狂给家里打电话, 辅导员和负责实习的导师, 也都因为那男的忙得团团转, 真是开了眼了, 最后那男的被全班人骂得可惨, 安安, 说, 我设有他的床靠窗, 那天晚上不知道谁忘记关窗户了, 然后他大早上起来发脾气, 说冷着他了, 那是夏天, 然后说冷得他拉肚子, 其实他完全可以把那个窗户 晚上起夜的时候拉住, 然后早上再给我们发脾气的, 他硬生生来了一个晚上, 然后早上开始骂我们, 没有关窗户, 还有许多乱七八糟的事, 然后导致他硬是让宿舍的一个女生搬了出去, 然后环抱了警, 说我们侵犯他隐私简直了, 因为他我甚至讨厌黑龙江人, 他还把我们骂哭了, 我们拿他根本没办法, 我们甚至都不能换宿舍, 跟上面的领导反应了之后, 说他可能精神有点问题, 让我们多包含, 如果我们换了宿舍, 会刺激到他, 或者是什么什么的, 我现在甚至还跟他住在一个宿舍, 人, 说, 有个巅工, 接下来就叫他C, 我和一个女生Y和C, 还有一个男生, 还有其他一些人, 每周五要值日, 扫卫生区, 我和Y玩得最好, 每次值日, 都是我们和其他几个在扫, C和另一个和他玩得好的男生在聊天, 我和Y就说了他们几句, 之后他们每次都是这样, 我和Y都没说告诉老师, 只是在值日时说他几句, 没想到他直接倒打一耙, 说我和Y每次都在聊天, 老师第一次没管, 我们也不知道, C和老师说了, 后来每次值日后C, 都和老师说我和Y没扫在聊天, 害得我和Y被老师骂了一顿, 刚开始以为他是像平时一样开玩笑, 没想到他这么会颠倒黑白, 刚被骂完很生气, 就去问C, 我当时还以为他是开了一个大典的玩笑, 觉得他会笑场或者嘲讽我, 我是神一样的孩子, 说, 有一科期末考试内容超多, 大家就求讲课老师画重点, 老师说全重点, 总之非常铁面无私, 我们班有个超级在乎记点学分的女生, 她发现, 靠自己的力量复习不完了, 有可能到不了很高的成绩, 她又不甘心, 天天缠着老师, 让老师必须画重点, 这个老师就更绝了, 坚决不画, 最后考完试, 老师再批卷子, 这个女生发微信告诉老师自己抑郁了, 想去跳楼, 真的站在我们学院楼顶发了个视频过去, 她其实就是想吓唬老师, 装得很疯癫的样子, 给这个老师吓到了, 结局就是这一颗, 我们没有一个人挂, 她如愿得了高分, 这件事情, 以后我们既感谢她让我们顺利度过这门考试, 又害怕她, 谁都不敢惹她, 又有点心疼专业课老师, 哎哎哎哎哎说, 高中有个颠簸, 感觉是以一己之力, 孤立全班人那种, 可能没那么夸张, 每天板着脸, 好像所有人都欠她钱, 高二很不幸跟她分到了同一个寝室, 因为是新组成的寝室, 大家不是很熟, 也没互相说过生日什么时候, 她生日那天, 我们每一个人知道, 所以也没人跟她说, 生日快乐, 晚了那天晚上回到寝室, 她就在那边哭, 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说, 要熄灯了开始, 巴拉巴拉说, 今天是我生日, 我也不指望收到什么生日礼物, 可是我连句生日祝福都没收到, 我就想要听到一句, 生日快乐就这么难嘛, 熄灯后也是一直在那边哭, 她晚上还经常打手电做作业, 做作业是理解的, 但是她是一点都不挡着自己的光, 整个寝室被她照得非常亮, 翻页声音也很小, 斑斑一, 说, 我设友刚开学门一个月就把我删了, 理由是我一下发了四五条消息, 吵到她了, 我呀, 总共没有十个字, 后面就更加离谱了, 我十一点十几没上去就被说打扰了, 回回都这样, 后面是她自己老干到十一点多超三十甚至十二点, 而且光距大, 而且早上起床声音老大, 每次都能被吵醒, 我一直没吭声, 就是最后在群里说了一下要规划一下小生时间, 结果这姐们就发疯了, 还说什么我有录音, 还放出来了, 我TM的就离谱, 其他人都在, 还在寝室里面录音, 最搞笑的事情, 是我在十一点零八上的床, 结果这个姐们十一点十一下床, 然后就摔门离去, 还在群里阴阳怪气我, 我说她不要夜不归宿, 结果她就骂人, 吴雨,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星星, 说, 我也来说一个, 我们宿舍有一个阴阳姐, 前几天我们期末考试周, 我自己是平常不怎么学习的那种, 所以, 考试周的时候我就想好好学习, 争取不挂科什么的, 刚开始几天, 我是在宿舍里学习, 因为我们宿舍其他人出去找教室学, 宿舍里就我和阴阳姐两个人, 然后某一天我发现这样学不行, 所以就决定每天我也出去学, 早晨八点起床, 然后晚上九点回宿舍, 午睡的时候我没回去, 第一天, 我这样在外面学了一天之后, 回到宿舍, 阴阳姐上来对我说了一句, 呀, 咱们专业的状元, 回来了我当时就想, 这人他妈傻逼, 有没有人懂我的感受, 我当时真的是被气死了, 所以那天之后, 我就不怎么和他说话, 他可能感觉出来了, 后面直接孤立我, 小狗会咬水, 说, 我们物理老师上课很装, 但是私下给女生讲题, 就很慢很温柔, 尤其是漂亮女生, 后来听说, 他跟另一个班的女生搞暧昧, 被罚了三千块, 那个女生天天把他挂在嘴边, 他去管别的班晚自习, 就会吃醋, 他借着问问题的名号, 去他办公室, 结果被别人看到, 他们俩在办公桌上玩积木, 元旦的时候, 那个女生给他发了元旦快乐, 还问他, 是他是不是学生里唯一给他发的, 物理老师说, 是, 然后他就发朋友圈, 说某人说我是他的唯一, 另外, 一句说物理老师在网络上装男童, 二, 他被学生看到, 在食堂和另一个有男朋友的女老师, 偷偷牵手, 还劝那个女老师分手, 三, 上次上物理课, 我发现他脖子上有一颗草莓, 还传纸条, 跟边上几个同学说了, 乐乐, 说, 那我说说我一个朋友吧, 他之前的男朋友, 我们宿舍都认识之前和我们一个学校的高中, 谈了三年, 那个男的对他好的不得了, 然后我们都上大学了之后, 那个男生基本上是一个月来见他三次, 而且我朋友只要缺东西, 他对象立马买, 特别害怕, 他受委屈, 就是那种宁可自己少吃, 也不能让我朋友少吃, 然后大学父母一般生活费都给两千多, 然后他男朋友父母也是给他两千多, 但是我朋友, 不用自己钱, 都用他对象的, 后来他就觉得他对象没钱, 非要分手, 还在外面造他男朋友的坏话, 说他男朋友不好, 又暴力倾向, 然后他男朋友来找他, 想问具体怎的结果, 他就说你要不和我分我就去死什么的, 后来他就分手了, 分手没两天, 又谈了一个, 谈了一个福建厦门的然后, 知道了, 说, 感觉看了评论区, 我这个已经没那么颠了, 我们有一个志愿活动, 报名的时候, 要求填紧急联系人, 我们都在教室等着上课的阶段填着呢, 我刚把信息都填了小情侣里的那个女生, 就用自己的信息把我的覆盖了, 我以为是网络问题, 他没看到我填了, 就又填了一次, 结果还是这样, 我连续弄了好几次, 气得我差点在教室里骂, 还好收住声了, 没整个骂出来, 估计是他听见了, 就没再跟我抢, 反过头跟另外一个班的男生抢位置, 那个男生没抢过, 位置就给他了, 到后面填紧急联系人, 这俩卧龙凤厨填的对方的名字电话, 我和我设有在教室里, 憋笑憋得快嘎了, 最后负责人在群里发消息点他俩, 说, 紧急联系人, 不要填自己的名字, 那俩才改掉, 垂尔兔千万不要挑染, 说, 同级有一个女生, 和我们班其他人混起, 偷钱总共超五千, 他自己本来也有很多生活费, 就偷那些钱去养他直高的男朋友, 结果那个男的在外面认识了一个在按摩店工作的女生, 畜成了哥们, 有一天, 他们就在外面喝酒, 那男的喝醉了, 女生按摩店那个就在他脖子上种了一颗草莓, 还解评他手机拍照, 发给了那个偷钱的女生, 那个女生气炸了, 一直在骂他们, 下午那个按摩店的女生, 私聊偷钱的女生, 说他俩当天下午睡了, 当时是星期五, 结果等到星期天到学校, 就听说那个女生被开除了, 因为他星期六在报了留校的前提下, 强行拽着他们班上另外两个女生去找那个男生求复合, 现在传来消息, 说他跑到浙江, 去学做美甲了, 编辑名字, 说, 大一刚来的时候, 宿舍长请我们吃驴肉火烧, 颠婆就说, 我以后请你们喝酒, 就是清爽之类的, 他说了, 请我们喝, 而且, 当时我们有什么好吃的都会互相分享, 什么我请你吃糖葫芦, 喝奶茶也会偶尔有的, 然后就有一天晚上喝酒吗? 他每个人分了我们一瓶清爽, 喝完就没事了, 后来才知道, 他背地里跟别人说我们喝了他的酒不给钱, 原来请别人也要花钱, 而且颠婆还喜欢装币, 刚开始, 我们以为他很有钱, 因为他买东西什么都价格都比较高, 什么二三十一双袜子, 后来才知道, 他就是纯粹装币, 再后来还发现他一学期没洗过袜子, 真的一学期, 他在上铺, 他脱了袜子, 塞下铺床底下, 还有吃过的饭, 也不主动扔, 也塞下铺, 阿里嘎多张道铃桑, 说, 发现都没我的炸裂, 公主从初恋一直到大学谈的一二三四, 包括暧昧的六七八九都是男的, 后来突然开始说自己是个双, 然后跟我们搬一个女童, 在我们宿舍又摸又亲, 拉着帘子, 但是声音一清二楚, 那个女的回宿舍了之后, 公主就跟我们说, 那个女的好会亲, 把她嘴巴都咬肿了期间, 一边跟这个女的纠缠不清, 一边跟网上认识的男生搞暧昧, 打电话交喘, 后来跟他的一个暧昧对象, 跟前女友复合, 他发紧他可见的朋友圈, 骂人家吃回头草, 很爱给自己立各种人设, 爹不疼娘, 不爱成天, 被姐姐欺负的缺爱人设, 实际上他姐姐从小养在他奶奶那, 他姐过生日他姑给发的红包, 但是他跟他爸妈都不记得, 他还愿他姐是多, 他姐还经常给他点外卖买水果, 我要喝咖啡, 说, 哈哈哈哈, 我的更炸裂, 大一的时候, 英语是通选课, 来了个男的称为Y吧, 他读大一上, 之后就休学两年去当兵的, 然后继续回来读书, 这个Y在英语班级群里面, 把自己打造成很有钱的人设, 的确有钱, 抢了一中午, 他发的红包几号, 每人都能抢到两三百, 日常朋友圈发名车名表那种, 搞笑的来了, 人设立住之后, 他开始追我们班, 几乎全班女生, 同时追, 他以为都是通选课, 我们互相之间不认识, 他没想到, 几乎半个班都是我们同班同学, 哈哈哈哈, 然后追女孩, 他也是有付出的, 送的是一箱牛奶, 一袋水果, 一袋零食, 哈哈哈哈, 我和我摄友, 看着一模一样的礼物, 才反应过来, 他在同时追我俩, 结果一问, 班里其他女生, 才发现, 他都在同时追, 哈哈哈哈, 真的好离谱, 嘻嘻, 说, 之前初中有个女生, 从初一吹牛吹到初三, 说的都是一些, 不是这个年龄该做的事, 比如经常在宿舍, 说他跟他男朋友怎么怎么样, 证明给我们有多爱他, 比如他有一个星期, 故意不去吃饭, 得了胃病, 他妈妈让他吃早餐他不吃, 硬说是男朋友每天到他家接他去吃早餐, 他成绩不咋好, 后来一次周测数学进步很大, 他说是男朋友教的, 但刚好那次考试是同班交换试卷改, 然后他让那个人少打错,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总之他弹得不下八个吧, 他还觉得自己老牛逼了一样, 因为我们读的是私利, 管得挺严的, 学校是不让化妆的, 初三他跟抽了风一样, 每天都是宿舍最晚起最晚走的, 实际上就是偷偷化妆, 粉还挺厚, 一下子就看得出来, 更奇人的是, 他偷了我的水乳, AAA小卖部临时批发花姐, 说, 前几天刚经历好吧, 宿舍有个C跟我玩得还不错, 然后他经常跟我吐槽A和B, 搞得我后来都不怎么跟A和B说话, 结果有天我出去玩, C就和AB约着出去玩, 好好好, 我当时一下子就恶心住了, 他跟我吐槽那俩的时候说的话也怪难听的, 结果还和他们出去玩, 我当时就表现出了不悦, 结果C出去就和AB说我我是怎么知道他说了我的, 他们那天去玩回来以后AB先回来的, C不知道去哪了, 他俩先回来, 我才回来的, 我们宿舍每个人都有桌帘的, B看见我回来就狠狠地挖我一眼, 然后猛地拉起了他的桌帘, 结果第二天, 我回寝室的时候, C突然跟我搭话, 我看到旁边第一脸震惊的表情我就知道, C肯定在外面一份填膺地说我坏话了, 六一先生, 说, 我们学校体育馆有那种跳高的垫子, 因为平常没人跳高嘛, 我们就会坐在上面聊聊天, 然后写写作业怎么样, 就有一对颠工颠婆, 他们在另一块上面, 就是有一些那些比较恶心的动作, 后来那个男的就推拉的女生去一个小楼道, 因为我们体育馆有二楼, 二楼打乒乓球, 有一个小楼道吗? 然后那两个人就进去了, 我跟我朋友们就在门口上说叉叉叉, 你想去打乒乓球吗? 我们现在上楼吧, 就很戏剧性, 然后没过十秒钟, 他们两个出来了, 后来就是他们还在一个垫子打闹打闹, 那个男的三番五次, 想把女的推进楼道, 第一次被我朋友们搅黄了, 第二次被他的一个朋友阻止了, 第三次那个女的有点不愿意去, 那个男生长真的很恶心, 肚子大得像怀孕, poppy love下话线0007说, 我大学室友这个颠婆谈两个男朋友, 被第二个男的发现了, 然后这个男的是颠婆家里介绍的, 颠婆老妈也是那种村里卖女儿的意思, 颠婆为了挽留第二个男的, 晚上十点买火车票回家, 男的打电话来, 质问我和我另一个室友说, 是不是我们指使颠婆谈两个男朋友的, 他说, 颠婆跟他说是我们指使的, 我们把颠婆当朋友, 颠婆为了讨好男人, 在学校里跟别的戏的男生散播我们, 欺负她的谣言, 还说我和我是有妩媚做做骚得很, 我到大学采买了人生第一条裙子, 一个逼渣男, 我都能谈一年半说我风骚, 我也是开眼界了, 结果他向那些散播谣言的男的, 都成了我们的好朋友, 还包括他的第一个男朋友, 被刺和踩别人一脚立人, 设我也是第一次见, 彩虹有了, 说, 室友班里有个男的巅工, 上课的时候, 跟班里人说一个月跟女朋友开几次房, PYQ发一些女朋友比较那个的照片, 然后女的还给她发520转账, 她什么都没发, 不对, 发了PYQ, 说她这么贴心, 女朋友睡着了她, 还在帮女朋友做PPT, 当时我们想不明白, 怎么跟这个男的谈, 后来听说, 这个女的是因为加了学生会所有人, 然后跟所有男的都聊天, 然后只有这个巅工同意了, 还有一个隔壁般的巅工, 谈了一个本专业的女生, 小一介, 那个女生兼职赚钱给她花, 据说吃饭都是她打包给她送到寝室, 还给她煮什么红豆汤给她送到寝室那边, 男的上过表白墙, 因为什么骗游戏账号的事情, 男的晚上去接女生下班, 女生还要发PYQ, 说她真好, W下花线400, 说, 我们宿舍也有一个期末周的时候, 晚上学到两三点不睡觉, 吵得吓铺的同学睡不着, 关键是两三点她学完了, 她去厕所叮叮当当洗漱去了, 第二天早上, 又八点出门学去了, 等到晚上我们和她说你今天晚上早点洗漱吧, 洗完再学, 别晚上洗了, 她说, 姐的事情你少管, 靠, 我是真无语了, 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 我俩比较佛系, 考试全靠压题, 我俩就在宿舍压题, 整自己的知识点被宿舍里就我和我的好朋友, 他们都出去了, 然后那个颠婆回来洗头来, 边洗边听我俩压的题, 还是不是问几句, 我们也都给她说了, 考完是没考到我俩压的题, 我发朋友圈吐槽, 她还在我下面评论, 以后再也不信你了, 我, 我也没说, 让你信我呀, 真溜, 我是鞭博弦的狗, 说, 我朋友的摄友, 睡觉打呼噜超级大声, 我朋友睡眠浅, 半夜经常被吵醒, 会叫他, 十秒内又开始吵了, 他都不敢叫醒呼噜姐, 因为有一次, 他叫了被呼噜姐骂了, 呼噜姐说, 吓到他了, 半夜还发朋友圈骂我朋友, 第二天早上, 浅浅吵了一架, 后面我朋友就没理他了, 关键是, 他不承认是自己, 还甩锅给其他两个女生, 那两个女生也不理他了, 他单方面和其他三个人冷战了好久, 呼噜姐时不时破防发朋友圈骂我朋友, 真的笑死了, 哈哈哈哈, 对了他和我朋友吵架, 我朋友好心, 给他说, 打呼噜很大声, 可能是呼吸道有问题, 他倒好, 说我朋友睡不着自己, 怎么不去看医生, 就很离谱, 我朋友都甩了好几个视频录音过去了, 但是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影响了室友, 方阿虫, 说, 比我专业一个同学还离谱, 那个人排名拿不到奖学金, 还是拿的等级比较低来着, 就带着他男朋友去找辅导员举报后来评国立志, 我们愿国立志名额按班级分配的, 他们班原本符合条件的人比较少, 之前就都是他拿的, 最后一次评选时, 辅导员说优先给符合条件, 但还没拿过国立志的人, 然后他们班就评了另一个人, 结果他又要去举报, 还窜搓我们班的人和他一起去, 我们班的人不想和他一起颠, 其中一个, 还是我设有那次我们班评上国立志的人是我, 我设有把这事告诉我, 我们都很无语, 我们班的人都比较明事理, 而且努力学习的人比较多, 国立志大家都轮流拿过了, 所以按成绩排名评的, 大家也是心服口服, 真的很不理解为什么有这种人, 某某说, 我们辅导员就一颠簸, 同学发消息给他, 他看心情回复, 他发消息给我们, 我们五分钟之内, 每回他就一个电话打过来, 之前疫情的时候, 我们每天都要报健康, 有一次期末的时候, 大学生嘛, 熬夜通宵复习很常见, 我设有通宵了一天, 第二天, 我们从早考到下午六点, 我设有累得要死, 困得睁不开眼, 晚饭没吃就去睡了, 然后那天他没报健康, 辅导员直接打电话给他妈妈更颠的事, 他负责学院的学生会, 然后有一个主席和他闹了点口舌矛盾, 他办活动什么的, 直接跳过主席去找不找, 然后学生会里面有个什么小福利, 他自己建一个裙布拉主席, 带头搞孤立, 后面主席大肆换届, 就自动退了, 颠颇力排众议, 硬塞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学生去当主席, 被黏上太勇书追求的女人, 说, 我说一个, 是无语到透顶了的, 我一开始和C玩, 但是也会和他有矛盾, 可是我们的关系还是会很好, 我们搬出了一个女生D和我们搬男生谈恋爱, 结果说什么, 谈三个多月就公开D长得很漂亮, 那男的也很喜欢他, 就同意了, 结果恋爱期间D和前男友复合了, 我们搬那男的甘愿做小三因为太喜欢他了, 后来D就各种扑啊, 最后把那男的搞成感情双障碍了, 后来就分了, 因为我还有另外两个同学A和C, 我们三哥哥那个男生关系都挺好的, 所以我们最先知道这些事, 但是那个男生和C的关系好一些, 知道的就多一些, 然后C就把那个男的和他说的话偷偷和我们说了, 我们就决定只是和D做表面同学, 因为毕竟不是我们的事情, 我们不能插手。 番茄酱顿大鹅说, 啊, 我是班长, 来说个应该算炸裂的事儿吧, 我们班里发生的, 同学A和同学B, 这俩都是女孩子, 一个宿舍的, 但是平日里人缘很差, 周围同学都不喜欢和他俩一块, 然后他俩就圈地自蒙呗, 你这样下去安安静静的不都才好吗? 但他俩一点不老实, 这学期有段时间假留很严重, 发烧的很多, 请客架需要经过导员同意再通知我, 我从各方面和团支书一起把相关请假注意事项消息落实到位, 班会也开了, 然后他俩去找导员请假开架条, 我们必须有纸质架条, 还不敢去找, 因为是装的, 自己不去, 找别人去, 不找社友, 不找我不找学伟团之书, 找了隔壁学院的一个大三的男的去, 据说那男的到了, 我们导员那在学工办, 跟刺头一样, 态度恶劣不行, 白义觉, 说, 两个小太妹是闺蜜, 一个想得好看又白, 一个长得爆看又黑, 隔壁班一个红毛, 刚开始和好看太妹在一起了, 好看太妹总发朋友圈, 什么我多少岁的年纪里, 怎么怎么和你这类的话, 后来他俩分手了, 成了朋友, 爆看太妹个好看, 太妹说喜欢红毛, 好看太妹直接把爆看太妹介绍给他了, 试得在一起了, 但是又分了, 红毛又和好看太妹在一起了, 好像是反复了三次吧, 但这不是炸裂的, 炸裂的是我一个关系还好的朋友的朋友, 认识的人和他说, 后来又和我说, 说爆看太妹和红毛在旅馆口交, 并且还有一堆太妹黄黄毛围着, 我当时,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关系还好的朋友又和我说, 他俩这回做了, 顺便提一嘴, 这个爆看太妹被孤立过, 因为他挑拨离间, 放云, 说, 我们搬一颠颇拿别人的伞, 然后别人就淋雨回去了, 最后对峙的时候, 颠颇的雨露, 下雨了, 你是愿意淋雨还是撑伞, 我倒是愿意撑伞, 我的伞被人拿了我才拿别人的, 我的被拿了三把了, 我不是不还你, 我是真的找不到在哪里了, 这把伞是塑管, 你给我的我用完就放回去了, 我问了这是谁的, 但是没人回答我以为没人要了才拿的, 你为什么总是要说我, 而且, 他拿的还是和他差点打起来的那个摄友的, 最后上课的时候, 还写纸条给他那个摄友说, 我觉得我可能有不对的地方, 我没解释清楚, 但是你这样让我很没有面子, 你应该和我道歉, 不会笑的, 林说, 班长私下藏了很多就业招聘通知, 符合条件的, 就自己和交好的同学去面, 不符合或者不怎么样的才发群里, 我就因此错过了北京GWY某单位校招, 还有个四川的他也没发, 是我们院突然发了一个通知在院群里, 去面了通过了, 参加考试148, 因为离家太远, 犹豫许久, 最后没去, 明明很完美符合我希望的北京, 真的很恨还有我们全班毕业论文纸质版, 最后提交的时候, 这个颠簸和室友去旅游了, 截止日期最后一天赶回来, 因为之前忙着在外面玩, 通知没发, 大家只在院群里, 看到要交就先准备了, 所以最后所有人陪着他们一起连夜改, 我们还没抱怨什么呢, 他倒是对来交的人甩起脸色, 而且还在群里发好多条消息说自己辛苦什么的, 好离谱, 一边, 说, A很B是好朋友, 但时间长了, 他们之间有点没爆发出来的小毛病, 表面关系还可以, 一天A很B闹了误会, A来我们寝室和好朋友吐槽, 然后告诉我们不能听, 有个C偏偏就要去偷听, 然后就告诉D就在走廊上, 我还看见了D很不喜欢C, 而且D还说过C坏话, B也不止说过C, D说过好多人, 印象深刻的是我的朋友在洗澡时B就来我们寝室说有个贱人在洗澡, 不想在那边, 然后他吃饭还要黏着我朋友, 还说他比较喜欢我, 我晚上和他睡一个床, B知道后直接在寝室里面开骂A说你凭什么在背后说我小话, A很理智, 说我们出去讲, B不肯就要闹得人尽皆知, 然后跑来了我们寝室吵, 后来A说我们在一起玩这么久, 我都没有这样吼过他, B外北咬, 说, 我偷偷说, 高中班有一对颠工颠婆式情侣, 这两位颜值挺高的, 但也是真的臭名昭著, 雅卧龙凤厨, 从小学开始名声就风靡全校直到高中, 这俩颠就颠在他们可以随时随地不管不顾的秀恩爱, 具体表现为在教室拿校服蒙住头接吻, 上自习时候互相抚慰, 对, 没有听错, 就是那种抚慰, 而且每次都挑上课老师在的自习课上那样, 有一次我们语文老师批评我们, 就指桑骂怀地说有些同学注意一点啊, 不要早恋, 早恋也不要太过分, 就差在教室生孩子了我们语文老师老温柔, 一老头都能说出这样的话, 可想而知他们是有多神经病, 他俩的人品就更不用说了, 根本就没有人品, 尤其那位女方老两面派了, 不厚道的的是从小学做到高中, 都说不过来, 好多鱼桃子说, 那我就浅说一个就有一个女的, 咱就叫她三姐吧, 三姐是我小学同桌, 以前直至高一和她关系都不错, 知道后来她被赐我一个朋友, 也就是我的闺蜜A之后, 她也开始看我各种不顺眼, 就比如走到哪看见我们瞪到哪里, 就是那种看仇人的眼神, 但其实是她做错事在先, 她本来就是一个很小心眼的人, 她的奇葩事也非常的多, 就好比初二的时候, 我闺蜜B谈了个男朋友, 是他们班的, 有一次去他们班找男朋友, 然后就看见三姐坐在闺蜜B男朋友腿上写字, 只能说男女都各有各的恶心了, 后来就分手了, 这也是我闺蜜B后来才跟我们说的, 不然早跟三姐掰了, 人品太差了, 还有三姐初二的另一件事, 就是她暗恋他们班的小Y, 然后不敢表白, 找班上的小G, 男的, 帮忙, 东东柱, 说, 我能不能说个我同事, 男A40多, 女B30多, 女B外聘, 因为与老一把手爱美, 所以混得可以, 找个老公结婚第二年生了娃就离了, 据说是因为婆婆去做了亲子鉴定, 孩子是谁的不清楚, 一把手退休以后, 她和男A搞到一起, 男A有老婆, 但是和女B租房, 经常留宿, 跟老婆说是打牌通宵, 后来骗老婆把房子抵押了, 拿钱点女B用, 买了的小奔驰, 儿子中职, 基本不管, 儿子后来发现, 他和女B聊天记录, 老婆才知道, 钱被骗了, 上我们单位来闹, 男A跑了, 女B非常强悍, 要报警被男FJ, 老婆来几次, 最后还威胁自杀, 没什么卵用, 女B居然没被开除, 男A在单位动员下, 写了保证书, 每个月工资给老婆还贷款, 男A回来后, 还跟女B在一起, 嘎嘎, 说, 我大一刚进寝室, 想着跟同学打好关系, 然后同寝室的两个人, 是原学校同班同学的, 然后他们俩关系特别好, 我就像跟着他们一起, 也好有个伴, 然后就一个星期, 我也没干啥, 然后同寝室那个女生开始发颠了, 我有去周末做兼职, 然后晚上回来九点左右了, 浴室已经不开放了, 然后厕所也被人占了, 我想着稍微忍一下, 第二天早上早点爬起来再洗澡, 主要身上也没有异味, 我每天都在洗澡, 就那一天没有, 然后那个室友走过来说我不洗澡, 你知不知道你很脏, 身上臭得要死, 我们寝室在厕所旁边, 所以有几天, 厕所的味道飘过来了, 他们就安在我头上说我身上很臭, 然后我一开始很好生好气地跟他解释, 我说, 厕所被别人占了浴室, 也没有开门我明天早上爬起来再洗, 是积极国王独角兽头说, 学院要推一个省优干到学校再评选, 先从每个班级推一个到学院, 我们班就一个男生符合条件的, 然后就说要不等额投票, 票数过三分之二就推他, 投票晚上24点截止, 当时开班会说这个事的, 大家都没意见, 结果这哥们晚上10点半不到QQ疯狂轰炸我, 说, 凭什么定三分之二, 这个投票比例, 呆了不来的, 因为他当时获得的票数还没到三分之二,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 班上还有人没投票, 就算是所有人都投完票了, 他的票数没到三分之二, 不正说明他没有优干的资格吗? 他就觉得, 如果不推他, 就是浪费班里的名额, 大哥你自己不够优秀, 不代表学院没有其他优秀的同学, 天使的笑脸大晚上的, 给我气滴血糖了, 事先没意见, 结果发现自己有可能推不上就急了, 跑我这来乱叫。 24二死, 说, 我现在初一, 开学班里有个男的对另一个女生一见钟情, 才认识一周就表白了, 又写情书又送糖, 一堆情话难听得要命, 人女生不想搭理他, 期间还删过他两次, 这哥们非得贴上去, 结果这是被班主任知道了, 喊了这个男生谈话, 本来以为这男的听进去了, 从此要奋发学习, 有次写个片段, 他把这事写进去, 还说什么, 自己少年心泛滥以后要好好学习, 搞得人家女生老尴尬了, 下课后, 班里的人还说他勇敢, 我不理解, 他这是在搞什么大饼, 真的没人为这女生想想, 那女生当时真很尴尬, 感觉对他是厌恶了, 后来12月这女生转走去了二中, 估计就因为这个巅工, 星期四回答问题时, 抽学号时, 说好像收到这个女生的学号了, 那男的马上拍桌子说不是他的, 海鸟, 说, 我大学平平淡淡, 不过我阿姨们大学遇到过巅工巅婆, 占阿姨和柳阿姨大学同一个寝室, 柳阿姨是非常标准的白富美, 还是家里独女性格很好, 占阿姨家境不好, 但不自卑很大方那种武力值也高, 才到大学, 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是柳阿姨教的, 所以, 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学校有个男的追柳阿姨, 那男的柳阿姨都不认识她, 就当众表白过后, 一直道德绑架柳阿姨和她在一起, 还不经阿姨们同意, 就拿她们的包等她们, 还给其他人说等女朋友, 还私自拿占阿姨的水杯喝水, 更可怕的是, 她是想拿柳阿姨的, 因为她知道杯子是柳阿姨买的, 只是不知道杯子是买送占阿姨的, 被发现占阿姨火了那男的还嬉皮笑脸的, 过后还给人乱说, 占阿姨喜欢她, 但为了柳阿姨的友谊不好说, AAA神经批发周姐, 说, 嗯, 期末考试的时候, 分考场和不喜欢的女生, A分到一起, 偷偷在我上厕所的时候, 往我桌子里放纸条, 考试的时候, 想拿桌子里的草稿纸, 被监考老师翻抽屉翻出来了, 发现上面有字, 但是抄的是初一的公式, 我们初二, 考完试调监控才发现, 她正大光明放进去的, 考试过程她, 自己想看纸条, 然后被老师察觉, 问她纸条在哪, 她说没有她来立架, 老师让她去厕所换卫生巾她不肯, 包里, 也没有卫生巾, 死不承认有纸条, 最后发现, 一直捂肚子, 是因为纸条在下面, 浅肤色的向下指的手藏起来了, 很脏拿出来的时候, 纸条都黄了, 我讨厌她是因为我当时和她是社友, 她不搞卫生不洗澡, 我也不敢说, 洗完澡, 也一股味道, 还硬往我身上蹭老师乱拿我放桌面的东西, 也不还给我用完了才还, 某某说, 那我这大学, 可真是多姿多彩, 我来讲讲故事, 首先是隔壁宿舍的颠婆F, 因为她室友G跟我玩得好, 所以她挤兑G连带着针对我, 自己半夜不睡早上不起, G作息比较规律, 早上九十点的就会起, 只是一根数据线碰到墙了F就吼说吵到她了, 但是平时她自己外放只字不提, 她室友C和H都表示没被G吵醒过, 反而是F闹钟把他们吵醒过, F呢就到处传G的坏话, 跟班伟跟辅导员卖惨, 说我们把她形象破坏了, 扬言要弄死G, 把G吓得在我们宿舍打了一个星期地铺, 我们宿舍铺了毛绒地毯, 而且他们闹翻的时候我还好死不死, 跟F在同一个公共课小组, F作为组长故意压我们的分, 压的最后我只有七十多, 而且是那学期唯一一个七十多, G被压得差点挂科, 别动我的小奶瓶子婴儿奶瓶说, 我们学校有一个特牛, 高二谈了个高三的, 当时非常甜蜜, 原本是我们宿舍的, 一周就洗一次澡, 夏天后来觉得我们孤立他, 就搬到别的宿舍去住了, 非常喜欢跟男友打电话, 分享正在发生的事情, 然后那个男的高考之后, 受不了自己的成绩, 觉得是女生拖累他, 一句话不说把女的删了, 然后女的歇斯底里, 一直在缠着男的问原因, 后来还是掰得彻底, 然后女的跟男的出去开房, 留下了照片被看到了, 听说是酒店对镜拍, 这女的炸了, 造了另外一个女生说她男朋友谈过那么多, 肯定被人睡了, 后来被造谣的女的很生气, 带了一群人跟在她后面回宿舍, 就一直在重复, 来说说, 是谁被睡了还要造黄谣, 然后那个女生也不敢应, 第二天告我们班主任说, 被霸凌了, 生吃生生菜, 说, 也是成绩问题, 女生X喜欢贴各种男老师, 平时上课特别喜欢撒娇, 因为我们是学美术的, 她就会熊靠着老师胳膊, 在那左右晃身体, 让老师单独给她改话或者啥, 只会给年轻男老师这样, 说过真羡慕老师女朋友, 有这么会画画的对象这种画, 在老师评成绩的时候, 在旁边说,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然后还要和自己的比较拉彩一波, 因为美术方面, 真的会有老师因为他这么说, 重新考虑分数, 然后只要有新老师来, 他就会说, 他是全班成绩第一, 是班长什么什么的, 和别的学长, 也这样, 反正就是吹牛, 把自己说得非常重要, 就连老师让他在班里点了一次名, 他都会和别人说他, 天天帮老师做事的那种人, 此外还欠钱不还, 然后A借了他钱, 刚好和他欠币的一样, 他们一合计就合, 今天你学习了吗? 说, 说到这个我高四的时候, 因为是复读班, 所以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同学, 那时候有个颠簿, 有个五年的男朋友, 还在班里跟别人暧昧, 而且是同时勾引两个男生, 有一个男生不知道他有男朋友, 知道了之后就没跟他再亲亲我我, 可以说是及时止损了, 另外一个男生知道之后, 反而变本加厉, 做的事情老恶心了, 比如说, 在公共场合亲嘴, 上课的时候不好好学习, 就用那种含情默默的眼神互看, 妈的一个人在最后一排, 另一个人坐在教室中间, 就转头过来看, 让我们这些坐在他俩中间的人, 看了极其恶心, 主要是那女的眼神, 含情默默, 让人反胃, 因为是高中, 被抓了五六次亲嘴什么的, 也就我们班主任心软, 毕竟来复读的, 没有开除, 还有就是故意换位置, 坐在一起, Despair被禁言评论板说, 我抄这我会啊, 我先来说一个男的, 我们班的, 和我们班另外一个女生在一起了, 那个女生当时是我闺蜜, 然后我闺蜜没谈过恋爱, 一上头就答应那男的, 然后那男的每天都黏着我闺蜜上课坐一起, 然后呢, 那男的控制欲很强, 但又很会装, 表面上好像只和我闺蜜一个女生一起, 朋友圈也全是我闺蜜手机壁纸也是, 实际上, 微信给学姐发信息说, 虽然我有了女朋友, 但是我还是你的好弟弟, 被我闺蜜发现了, 但我闺蜜懒得和她炒鱼室这件事, 就没继续追究, 后面, 有一次我闺蜜出去和姐妹喝酒姐妹局, 没有男的, 然后那个巅工不同意, 就跟我姐妹说, 你要是去了, 我就去你的那个酒吧闹, 闹到警察来了都无所谓, 然后我闺蜜就回学校了, 后面我闺蜜又和摄友出去喝酒, 刚好碰上了她, 梁承宇梦七说, 上大学的时候操场在男生宿舍旁边, 女生宿舍离得比较远, 那段时间也因为天天晚上打游戏, 我们寝室的人都没怎么去操场, 后来听说晚上11点多操场人少的时候, 操场老师有狗叫和一些奇怪的叫声, 我们操场, 10点熄灯一开始没啥, 后来还有人看到有什么东西在地上爬, 感觉还在跳, 反正奇形怪状的, 因为男生宿舍离得近, 连续一个多星期把男生吓完了, 就组织去寻找, 后来也没找到,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月, 期间也有不少人结伴去看看怎么回事, 但都无功而返, 直到有一天, 我和我朋友一行15人, 从KTV回学校, 那都是一点左右了, 我们从后门走的, 与其说是后门, 不如说是个坏了的矮墙, 要回女生宿舍, 正好路过操场, 又听见, 那种动静了, 我们几个人全都不说话了, 慢慢地往前走, 运气超好, 说, 我跟舍友A平时关系挺好, 他不吃下午饭, 我就跟舍友B一起吃饭, 他就说, 我们宿舍孤立他, 就给我发了小作文, 我都是好心安慰, 他因为自己跟男朋友睡了的事, 被他朋友传开了, 所以心情不好, 之后让我们做普通舍友, 还骂了几句脏话, 我都忍了, 结果第三次他去找他男朋友旅游, 喊我宝宝, 帮他达到, 我拒绝了, 他直接开始对我破口大骂, 非常脏的话, 我去找辅导员, 辅导员一开始向着我, 后来舍友A父母给辅导员打了电话之后, 辅导员说, 他们少数民族遇到矛盾吵一架, 打一架就好了, 我, 那要警察干嘛, 我都快报警了, 骂人的截图, 我怕违规, 我长这么大, 没听过这么脏的话, 后面他搬宿舍, 还把我摄友C的NARS粉底液, 和摄友B的口红偷走了, 宝贝, 说, 同班的, 下午三点在宿舍大叫, 同学, B, 我们班的, 受不了, 然后去敲门说在睡觉小点声, A说, 几点了还睡觉, 你不要学习的吗? B说要你管, 小点声行不行, A天天歌宿舍里面大叫, 一层楼都能听见, A说你在吼我, 我就跳楼了, B就被激怒了就吵起来了, 我们怕出什么事, 就把B拉出来了, 然后一会后, A去敲B宿舍门, 然后给门把手弄坏了, 然后不道歉, 还找上门大叫, 之后不欢而散, B把坏了的门把手发到群里, 艾特A叫他陪, A直接把他男朋友拉进宿舍群里震惊, 里面有90多个女生, 全是女生说, 都是因为我男朋友惹我生气我, 才会大叫, 然后把你们宿舍门弄坏了, 要陪也是我男朋友, 别来找我, 不然我就跳楼, 然后他男朋友在群里, 挨个宿舍道歉, 查喽喽, 说, 学的是理工科, 所以班上女生比较少, 加上班上的男生, 大部分都挺有钱, 大一刚开学, 就开始被地理说了, 班上好几个女生来了, 这里就是来找男人的, 跟他同宿舍的, 有个女生是那种独来独往的, 就说, 那女生孤立他, 班上, 有那种走绿色通道拿, 助学补助的同学, 就说, 人家没钱还来读私立学校, 期末考试明明自己也作弊, 但是最后非要举报看不顺眼的女生, 听到几个成绩好的同学, 在谈论祭典问题, 也说人家这么好的成绩, 是作弊做出来的, 操作机器的时候, 拿着别人做好的, 跟老师说是自己做的, 还经常说同宿舍的一个人, 模仿他的穿搭, 明明一个洛丽塔, 一个甜辣风, 自己生日要求玩得好的男生, 送他零纳贝的披肩, 到了人家生日, 就给别人淘宝三四十的礼物, 酒说, 我有一天晚上, 想吃学校后门的鸡蛋灌饼, 就出去买, 回来的路上, 在我们宿舍楼门口, 看见了一辆我很喜欢的墨绿色Macon, 就多看了两眼, 结果车上下来的是, 我们同班同学, 那男的, 给他say bye bye, 我就看见脸了四十上下, 当时我以为是他亲戚, 因为我们学校本地人很多的, 后来开班会辅导员说, 女生要自爱, 不要在外面乱搞, 我们细事, 有人在外面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他们都知道, 学校周围圈子也不大, 后来那个女的, 就非说是我说的, 天地良心, 我啥也不知道, 天天来我们寝室骂, 受不了了给导员说, 导员就和他私聊了没多久就搬出去了, 之后, 疫情就再也没联系, 后来大四的时候, 全班只有一个同学和他玩, 毕业两年, 前段时间他俩在我们大学群里撕逼, 当然那位姐也很炸裂, 翠翠沙, 说, 我大学时候是两个小班组成一个大班, 每个小班都会有自己的班为这种, 期末我们平时分都是, 每个小班的副班去核对, 然后加分这些, 我这个小班的副班就超级恶心, 本来是两个班的副班一起弄的, 也算是互相监督的, 但是这个傻逼副班表面弄完以后, 晚上偷偷回寝室, 又去改分数, 改高他自己的就算了, 他把我们整个小班的其他人分数都降低了, 因为这个也是跟奖学金评定有很大关系的, 我们寝室除了我其他的都是八班的, 我在我们寝室考试成绩最高, 拿的证书也最多, 结果我的宗测评分是最低的, 刚进大学第一学期, 还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第二学期凭奖学金算一学年的宗测平均分, 我们整个小班只有他一个人拿了奖学金, 真的对这种人很无语, 很气愤, 说, 就两个人, 女的恋爱脑本脑, 给男的买零食买鞋, 男的和他位置不在一起, 每天每节课下课就要去找男的, 然后他们两个还爱吵架和打架, 每天晚自习都要上演打架戏份, 女的老是哭, 但是就是不分手, 这个男他在高二的时候, 甚至因为一个新转学生, 就不和这个恋爱脑玩暧昧了, 甚至就成为了仇人, 然后他和转学生玩暧昧的时候, 结果出现了超级大反转, 这个男的背着转学生, 偷偷给恋爱脑传小纸条,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和这个男的是同桌,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震惊到爆炸, 结果的结果, 暑假过完了, 男的在恋爱脑的监督下, 给转学生说, 不再联系了, 然后这两天, 癫功癫婆就在一起, 我特别特别祝福他们两个人, 直接生锁死吧, 尤其是这个女的, 一天添个袜子也不洗, 装得人模狗样的, The Gap小天使说, 班里, 有对看不起任何人的情侣, 男的全程英语, 说话他女朋友充当翻译, 刚开始, 我们以为男的英语成绩很好, 后面英语考试, 我们班有几个考得比他高, 其中一个有我, 他直接说不可能, 然后拿着我们的卷子, 在他自己座位上研究半天, 一次社团一个学姐在说, 遇到一对奇葩情侣, 就是他俩, 在商业街买衣服, 男的全程跟导购大姨说英语, 然后女的, 再翻译给大姨, 在店里试穿了一下午, 啥都没买, 平时班里有啥需要, 从来都不帮助下, 导员找他们也是, 各种推辞, 等导员说有入党名额, 他俩天天去办公室找导员, 还跟导员说班里, 有一项入党同学坏话, 就是想挤掉别人的名额, 导员不想搭理他们, 又天天去找分院的书记, 分院书记表面答应了, 最后找了个理由, 给他俩刷掉了, 游王帝平线, 说, 班里某人家境应该不是很好, 家里有果园, 在宿舍里会大骂父母, 没钱干嘛生孩子, 也会打电话骂父母, 我觉得, 他应该混餐劝, 极度过得比他好的人, 被地里把全班人骂了个遍, 宿舍里抱团排挤不舔他的女生, 把人逼走后, 利用自己班干部的权利卡, 别人奖学金名额, 幸好那个人最后争取回来了, 被他逼走的女生, 后来, 也被他抱团针对, 那个女生上课, 发言的时候, 他们就在下面笑, 某人的狐朋狗友之一, 是我前摄友, 自己想, 搬去某人宿舍找借口说事, 和我们作息不合, 平常八九点不学习出去玩, 一到十一点, 突然好学学到半夜, 我床位在他旁边没买床帘, 因为他台灯的光老睡不着, 并且在别人上床睡觉的时候, 还洗漱和吹头, 这些我都忍了, 结果他搬到新宿舍, 说是我们把他逼走的, 某某毛毛, 说, 大学的时候, 有个同级的女生, 在校内轻生了, 他的宿舍刚好在我们宿舍正上方, 然后睡我隔壁的那个巅人, 从消息出来以后, 就说很害怕, 打电话, 把他在外校的男朋友叫来宿舍, 因为我们是外国语学院, 很小, 只有一栋宿舍楼, 所以, 男女同学同栋楼, 同一个入口不同楼梯, 我们宿管不厌, 所以癫人和他男朋友, 在女生宿舍, 自由出入在校内吃喝玩乐, 根本看不到, 一点忧伤, 到了晚上, 他不让他男朋友, 走一定要睡我们宿舍, 当时因为学校出了事在外面, JC不准开房, 癫人是, 本地人我, 让他带他男朋友回家, 要不我打电话通知辅导员, 神奇的, 是我的另外两个外地室友, 虽然不高兴, 但是准备稀释宁人, 真的把我气死, 最后我十点多自己打车回家, 我佩服我的室友, 能接受一个陌生男人, 在他们宿舍留宿, BioBioBio说, 我的一个室友, 之前我把他当好朋友, 他大一上七一来就喜欢上了我们班一个男生, 但是人家很高冷, 不好接近, 于是, 他选择先接近另外一个比较好说话的男生, 通过这个好说话的男生, 去接触他喜欢的男生, 于是从某一天, 开始他莫名其妙地, 每天喊那个好说话的男生, 和我们一起做, 拉着别人上课聊天, 人家有女朋友, 他还对人家动手动脚, 厚着脸皮, 让人家请他吃这吃那, 我每次都在旁边默默地听课, 或者玩手机, 后来他喜欢的那个男生明确表达了他不会和同班的谈恋爱, 他转头寒假就和一起练车的一个男生谈上了, 那个好说话的男生寒假也分手了, 大一下七, 我逐渐发现了他不是个好人, 通过一件事, 我更加发现了他根本没拿我当朋友, 平时就各种使唤我, 占我各种便宜。 十三顽英, 说, 一个女同学在学校食堂打工, 和隔壁奶茶店的男老板谈恋爱了, 有次我去买饭和他打了个照面, 因为一个班的我就搭了个话, 然后他就跟他对象造谣, 我说我骂他好上, 让他对象来骂我, 他对象没找到我, 先找到我摄友, 把我摄友骂了一顿, 我去找这个女的的时候, 他就装无辜, 说他只是听错了, 不是故意的, 大姐你听错了, 就不能问问我吗? 偏得让你对象跑出来乱咬人, 我让他对象道歉, 这女的又造谣我说我逼他俩分手, 我说他都逼我摄友, 交出我的微信来恐吓我了, 结果这女的来了句挨压不能, 他不会加别的女生的微信的, 炸裂死我了, 最后这男的说, 尽管让我们去举报, 学校规定食堂员工不能和学生工谈恋爱, 说食堂经理和他关系好, 我摄友害怕, 我就没再管了, 三的三次方, 说,学校里有一对燃东, 女生在网上谈着一个, 因为学校教室里是三个人一起坐, 女生坐中间, 男生Q和男生W坐, 分别坐他两边, Q首先喜欢女生, 给女生表白发的是你若答应, 我便在高考那日, 手棒鲜花向你奔来, 女生这边吊着男生, 还让男生叫他妈妈, W开始的时候, 喜欢他们小组里另外一个女生, 后来喜欢这个女生, 女生一直跟Q说话, 不理W的时候, W就爬在桌子上伤心, 我室友在那唱男生哭吧哭吧, 不是罪, W还写小作文, 祝福女生和Q, 同样因为女生一直和W说话的时候, Q又不开心了, 所以导致女生跟他说话的时候, 故意不理女生, 然后那个女生就对他室友哭, 说没人喜欢他, 他室友听到了就骂, AAA云云花种植董哥, 说, 你说这个我就不困了, 是颠婆, 更是投挫胎的清朝余孽, 在我起码跟他提了八遍我不喜欢孩子, 更不想结婚后依然反复说自己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 嫁人生子, 字是要分男生字女生字的, 我就因为写字比较漂被他批评为男生字, 名字是必须分男女的, 英语不好是应该退学的, 男女对立是必须挑的, 别人谈恋爱是无条件死缠烂打让分的, 偶尔请个假休息是不可以的, 别人跟他讲话必须恭恭敬敬, 否则一旦一句话不和他, 心意他就会大叫, 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算两个关系很好朋友在一边讲话, 也可以垮着脸把其中一个, 强行拉走大途苦水, 内容无非就是他作业没写完考试, 又没写完卷子之类的, 到底有什么好崩溃的呀, 自己写字写得慢得要命, 跟坏掉的打字机一样, 也不考虑换字体, 西红柿说, 我们五个大一的和一个大四学姐, 简称为A吧, 同一个宿舍, 因为要考研, 一开始只有晚饭和晚睡时间是回来的, 所以一开始我们五个组织搞大扫除, 我们都没在意他不做, 还问他某些东西是不是可以丢了, 因为他真的超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多就算了还占用公共地方, 我们只是群里问他还要不要, 不要我们就帮丢了, 结果他莫名其妙说, 未经允许不准动他东西, 谁嫌着无聊想动他东西呀, 要不是站着公共地方, 我们都不想拆穿他, 谁家好人在宿舍堆有三个瑜伽垫, 且有两个还是放在别人床边, 洗漱台三个泡面碗和三副筷子或勺子, 明显就是以前人留下的, 且他这个人很邋遢, 现在已经期末了, 一个学期过去了, 我都没见他清扫过自己座位, 有天我的耳机掉了, 往他那个方向掉。 阿呆元、养成板说, 滇工原先是副班长, 没当成班长就要辞职, 老师不同意, 就啥也不干, 并且提交东西都拖到最后, 班长让他干活, 都会直接装死班里班尾集体找过导员, 但是什么用都没有。 后来学校里抽烟, 正好被校领导抓住, 就被撤职了, 并且说, 都怪另外两个一起被抓的同学。 说出他来, 校领导看到他们使他跑了, 校领导就恼了不说, 是谁不让走, 撤了职后, 更肆无忌惮了。 当晚班长让交接工作结果, 被当成出气筒了, 两人在V上骂了一场。 在后面班里同学轮着写班级日志, 他自己藏了十几天, 班长去问他, 怎么回事该如何补救? 他说, 你是班长你帮助同学, 不是应该的吗? 你找人补备, 这是第二次轮到他。 第一次的时候, 已经给他补过一次了, 两人扯了半小时, 但是对于这种人是扯不过的班长, 也只能自己看着办, 现在学期快结束了。 无语的MO说, 有一个女的, 我高中的, 她高一, 谈了一个对象, 然后可能两个人谈了那么久, 就有点冷淡了, 恰好这个时候, 她遇到一个小学弟, 老喜欢了, 天天跟小学弟凑一起, 我去食堂看见他们了, 我就走过去说, 他你跟童某某还没分手呢。 童某某是我进高中的第一个同桌, 我觉得他人还可以, 家庭条件还不错, 人也比较友善, 谈恋爱之后会跟女生保持距离, 当然他有对象了, 我们肯定要跟他保持距离, 结果他俩还没分手, 这女的就隔着勾勾搭搭, 那个女的当时说我跟他分手了呀, 脸已经红了, 很尴尬, 我寻思你分没分你自己不清楚啊。 然后他俩就这么拉扯, 小学弟被我的话搞走了, 到高二, 高二艺术生要集训两个月, 暑假, 他在艺术学校那边又找了一个男的, 这边跟小学弟又联系上了。 某某说, 宿舍要检查卫生, 马上轮到我们宿舍了, 只有我和女生A在那里收拾打扫宿舍, 其他人都在床上不动, 有的人还在玩手机。 然后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我就语气中了一些说, 赶紧下来打扫吧, 马上要来检查了。 结果和我一起在打扫宿舍的女生A 她明明看到我朝哪个方向说的, 而且, 我说的话明显不是对她说的。 结果她朝我吼了一句, 不是在扫吗? 就离谱, 我明明是对其他不动的人说的话, 结果她来接什么茶, 还吼我。 当时大一, 还不想之后在寝室被孤立啥的, 就没有反驳, 回去说的是其他人。 后续我还想得挺简单的, 以为是这个女生单纯误会了, 我还主动朝她缓和关系, 结果人家直接冷脸不搭理。 后来三年相处下来, 这个女生A就是那种动不动自己爱误会生闷气, 冷暴力。 POR一说, 这我就有话说了。 期末考试, 我们班都是固定的教室, 平常也没硬性要求按学号做, 所以我们都随便做的。 这次考试, 有一个女生在桌上写满小抄, 谁懂? 是那种密密麻麻字超小, 但是下笔贼重的那种, 几乎不满了半个桌。 她自己都是用东西遮住的, 在零开考几分钟前, 由于教室还有空位置, 所以老师就开始调位置, 但是没人愿意去, 老师于是就说, 按学号做。 正巧按学号来我的座位, 是那个考试颠簸的座位, 她死活不走, 还紧紧地用手爬在那个座位上, 抬起头, 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本来想着不言就算了, 后来老师说, 如果没有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就要按考试为计处理, 于是我就不打算同情她, 说大家都服从安排, 凭什么你不换, 结果她死活不走, 还说求求我帮帮她, 让我坐到她的座位上。 温直柔养二胎版说, 这她妈就我一室友, 接下来都姓氏首字母代替, 我竞选副班长, 她L竞选班长。 我们班当时竞选班尾, 只有我一个人竞选的副班长, 而且, 其他人要么班长, 要么团支书。 我们班的现任班长, W工作能力, 导员特别认可, 导员就让她当班长了, 后面要定两个副班长, 一男一女, 男副班长, 是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又跟我关系很好的Y。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 女副班长板上钉钉是我了, 因为投票很多人投我, 导员让W和Y订名单的时候, 他俩也订得我, 结果那个L, 他靠着关系, 把我给挤下去了。 公布班委名单的时候, W和Y都在安慰我, 还告诉我, L是个关系户的事情, 本来他俩都想要保我的, 但是导员因为L的关系, 非要他做副班长。 事后L还过来找我说, 我当副班长, 你不会生气吧? 该, 说, 宿舍里面, 不是多会聊一些补卦吗? 或者吐槽一下其他人, 我们宿舍有个人, 明明在聊天时, 报瓜那个人就说了, 不能说出去, 谁知道他在我们聊完后, 就和瓜主当事人说了, 之后我们在他说完, 就知道他说出去了。 当时觉得这种人玩被刺, 没当面说穿他, 给他留个体面, 平常不必要不说话, 后面以为一点是吵了一架, 就都不和他说话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宿舍楼那天正好停水, 停了一天, 也没水冲厕所, 我们都憋着, 没上厕所, 毕竟上完厕所没水冲会很臭, 他倒好, 下午他去上厕所, 上完厕所了门也不关, 晚上的时候来水了, 他也不去冲, 还是我们叫了, 他才去冲, 之后他还不高兴, 觉得我们真他, 之后他就发小作文说, 我们无缘无故不理他, 不尊重他, 说的全是我们的错, 可爱鬼, 说, 复读的时候, 有个巅工跟我们班女生都追了个遍, 好看的追不好看的也聊, 高考完来说喜欢我, 才一年时间学习是比较紧的, 一个班的人, 我都没有认识完, 我说, 我们都没聊过吧, 你哪来的喜欢, 知道他在聊我就直接拒绝了, 结果过了两天, 就来跟我炫耀他的新女友, 666, 在教室我坐他厚厚桌, 上课都在扯旁边女生的丝袜, 时不时跟周围的女生故意有些肢体小动作, 我在后面看得一清二楚, 后面跟我玩得很好的一个同学跟我说, 复读有个人喜欢他, 我就说出那个巅工的名字, 他震惊我怎么知道, 我就把我看到知道的都跟我同学说了, 我同学才知道他那么恶心, 后面把他删了, 还好那时候我同学没答应跟他在一起, 后来有一次我发朋友圈, 那个巅工评论我是不是傻子, 我就对他, 我是风乐回的狗, 说他非要显示自己的优越, 去煮英语老师背书, 回来发现班里人都走光了, 中午放学, 又一轴一轴地去和英语老师告状老师他们书都美背, 全跑了本来没多大事, 他这一告, 出事了, 我们英语老师是个中年老巅工, 下午把全班同学每个打了三棍子, 真的下了死尽打的那种, 我因为是英语组长, 被打了四棍子, 本来就不是我想当的, 我们英语老师自己选的, 想和他说不干了, 又不敢, 他真的是很可怕的那种老师, 手都打肿了, 肿一层的那种, 上面泛着一层青, 大多数人的手都肿了, 只是我的手比较严重, 我自己本身也很怕疼, 直接哭了, 但是还要上课, 没敢哭太大声, 就那种满脸泪水, 一抽一抽的, 他看见我在哭, 还阴阳怪气地说星号星号星号, 你哭什么呀, 委屈你了吗? 世界太炸裂了, 说, 评论太多了, 找不到自己的了, 随意延续吧, 然后呢, 他仗着成绩好, 被班主任选了三年的班长, 直到那都是小意思, 什么合唱话剧活动, 肯定都要定他想唱的歌, 他是女主角, 我们英语课课前有一次演讲, 相当于分享会给大家放松一下, 有一次我朋友A放了一个他喜欢的恐怖游戏视频剪辑, 不过不得不说, 玩具熊确实吓人, 但是我们都是抱团站到教室后面一起看, 他偏步, 他跟老师要的特权座位在讲台底下, 是离屏幕最近的地方, 还看不清要使劲昂脑袋, 一般看视频嘛, 角度不好的同学都会自己到教室后面去看, 他还就不走, 全班不怕的同学看得津津有味, 害怕的同学都跑到后面站一起了, 最后前排就他一个人没事人一样拍, 他在那儿, 精彩地来了, 当时他动都没动, 事后找班主任说, 吓着他了, 你好呀, 说, 说个我老公他妈和他姐姐姐夫是巅工巅婆的事, 我老公他姐上个星期带着他孩子来我们这玩, 我们去火车站接他们, 他姐姐姐夫一脸宠溺地说他孩子路在火车上说个没停, 还总是跑去打扰别的乘客, 动不动摸一下人家什么的, 反正言语之间就是感觉他们的儿子很活泼开朗, 后来我们接回去的路上, 一直在我车里大吵大闹还尖叫, 我真想叫我老公停车把他丢下去, 这还不算完, 周末两天带去玩, 动不动就哭, 动不动就坐地上威胁大人买东西, 然后大人就买, 后来快回去的时候, 我们去个古桥上玩, 他儿子要买汽球, 他们说要坐高铁了, 车上不让带, 然后那个孩子从桥头哭到桥尾, 再哭到桥头, 回去坐高铁的时候, 也一路上哭回去, 他姐还打视频跟我老公说, 边笑边说他儿子真有毅力, 不吃辣的敦敦, 说, 隔壁宿舍就是团支书, 有一天, 他的电热锅在宿舍被抓了, 团支书为了拿奖金, 跟大家说都不许承认, 到时候就是四个人老师, 没办法给处分, 转头就偷偷给辅导员说是室友A的, 室友A都不知道这件事, 直到后面公开处分室友A看到了去找辅导员, 辅导员根本不想管, 但是因为这个处分A同学毕不了业了, A就说要写举报信, 导员怕了, 然后团支书不仅拿奖学金, 还有贫困生的助学金也抢, 老师通知大家交材料, 他不说等要交材料前一个小时通知, 然后跟老师说是我们自己不上心, 他们宿舍有一个女生, 一个月生活费200天天吃不上饭, 他抢了助学金, 还跟人家炫耀说, 拿这个钱买个包, 反正不是自己的钱不心疼, 然后别人拿了奖学金, 就要求别人请他吃饭, 不请他吃饭, 就故意忘记交他的材料, 启司, 说, 寝室之前有个颠婆, 偷了我钱, 我暴哭她出来安慰我, 但我们关系没有好到这种地步, 于是心里埋下怀疑的种子, 从我丢了100之后, 大家陆续发现丢东西了, 比如说牛奶零食, 还有一个室友丢了300家后面, 大家都怀疑他减少他的接触, 他也不管, 他还是那种经常不洗澡, 洗澡就在大半夜11点, 大家要睡觉了去洗, 然后半夜还要和男的连麦打王者到2点3点, 期间还偷了同一寝室楼其他半女生的两台平板, 一台手机去卖, 把一台带到教室玩装逼, 然后被施主定位发现了, 当天中午, 女生之间带警察来我们寝室, 但是不知道他哪里知道的消息, 提前跑了, 把平板和手机卖了, 然后死不承认, 后来是我们套他妈话, 知道平板是偷的才承认, 可怜我们辅导员20岁小女生刚上班, 和周围警察都, 余香, Rose说, 那就不得不说我遇到的颠婆了, 之前读高中, 有个女生插班过来当我同桌, 就自然关系好了起来, 并没什么不妥, 后来我才知道, 他初中离家出走两年, 认识了很多不三不四的人, 重头戏来了, 有一次他跟我讲, 他的仇人小Z在隔壁班, 害他离家出走的原因之一, 跟学生会长聊骚, 私生活很乱, 大概半个月后没看到小Z了, 他告诉我, 找了道上的大哥, 趁小Z在偏僻的路上, 强行带去另一个城市当公主去了, 听说往回来跑过, 还被打了, 听着离谱, 但是我当时听着看颠婆的表情, 感觉大约是真的, 后来捋了捋这个人平时, 发现细思极恐, 正好要换学校, 就自然断联了, 不过后来遇到一次他, 在公车上, 没交流, 之后他还发短信骂我, 关于他男友的事, 在学校的时候, 他交了个男友, 男爱说, 我的某个室友, 我们同宿舍的四个人, 都是一个班的, 都选了一门专业选修, 需要看抓虫子的科术来判成绩, 那个颠婆叫他, A好了, 因为工具不够, 所以我们四个人和A的男朋友, D一组用同一套工具, 然后前妻A和D特别有小组精神, 会把我们抓到的虫子, 一起拿去保管, 所以我和剩下两位都觉得, 这是我们大家一起抓, 然后共赢的局面, 但是到最后关头, A和B突然反水说是个人战, 大家一起分一下虫子吧, 最后就是, 大部分的虫子都在A和B手里, 我们向他们要被告知, 要拿新的种类来换, 与此同时, A还弄丢了, 不知道是弄丢了, 还是被拿去跟别人换了, 我们三个抓的虫子, 还痛斥我们说, 本来就是个人战, 反正最后我们三个分道的虫子, 远远没有我们抓得多, 还被塑造成不干活, 只知道分东西的罪人, 好牛薄一的名字, 说, 我室友, 高一的时候, 就是那个死药, 因为他的身体和心里都有疾病, 我们或多或少都帮助他, 但是他高一两个学期, 他期末都不回来收拾东西, 你说, 你要看病吧, 你可以叫你妈来收拾啊, 但是麻烦, 我们你就好意思吗? 高一最后一个学期, 我是最后一个走的, 阿姨, 刚好就到我们宿舍, 说你帮他收拾一下吧, 然后卫生也倒一下, 结果高二回来开学, 就拿了一张助人为乐奖状, 而且包括我们第一个学期收拾东西的时候, 他的柜子里, 还有没有丢的卫生巾, 用过没丢的那种, 洗澡也是他就说我要, 洗, 你们洗快一点, 就是那种很命令的口气, 而且聊一些什么过去经历的时候, 他直接当着, 我们宿舍的人的面说, 我觉得我们班只有Triple X, 和我合得来, 而且话里话外, 总有种, 瞧不起人的异味, 吃好多好多橘子, 说, 我的室友简称他为X, 一室友W评, 贫困生的时候需要一个人去说一下, W这个人平时人怎么样啥的, 然后, X自告奋勇要去, 因为当时刚大一, 都不是很熟悉, 就让他去了, 结果W评上以后, X说让W给他分50, 二X很邋遢, 就是经常不洗澡那种, 也不洗脚, 晚上吃完东西不刷牙, 去年夏天的时候, 突然宿舍弥漫着一种臭味, 我们找遍了全宿舍, 突然在经过他床的时候, 闻到了更浓烈的臭味, 后来才发现, 是从他床上散发出来的, 可能是他经常在床上吃东西, 床上放袜子啥的, 乱七八糟的后面臭了我们, 好久他也不收拾, 他跟闻不到一样, 我们旁敲侧击地说了, 然后他可能意识到了, 每次都会喷很浓的香水, 后来我们终于受不了了, 给他发微信, 他才不情愿, 且语气非常不好地收拾, 感谢观看,